小城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繁华的街道上 木雕摊前 一位土豪模样的老者牵着孙子 小孩子点名要那价值三两银子的雾封雕刻 老者桀骜不驯地说 今天刚收的租子 高兴 给你十两 敢找钱 跟你集 镜头一转 整洁的怨恶 勤劳美丽的娘子 多少男人梦寐你求的生活 以前收摊的令天红杏冲冲回到家 我回来了 娘子扔下手中的扫帚 俩人相拥在一起 一言不合就亲了起来 羡煞你我一众干身口 饭桌前 狼头不厌酒 也没敢忘记夸赞一下娘子的手 慢点吃 还有两锅饭 谁吃不完 是笨蛋 今天发财了 令天红编缩编从怀里掏出银子向娘子炫耀 可娘子立马紧张起来 望着项目的腰间 卖了一边的 弄得他相当窘迫 讲完来龙去脉 娘子才放下心 欢喜地把娘子收了起来 夕阳美如化 清风最晚霞 躺平的令天红 舒展了一下老腰 望向美丽的妻子 不禁敢看生活的美妙 一双罪恶的老手 身像已在屏边的丽人 一声惊呼中 令天红一把抱起娘子 时辰到了 咱们去休息吧 娘子美目留盼 逃塞待笑 娇称地说道 你这是胡弄鬼呢 真的是去休息吗 房间内 望着娘子换上前天才买的那轻盈如舞 薄如蝉翼的纱裙 令天红激动地一口老血喷出 明月带醉意 隔云不出来 嗯 今晚的月亮是出来了 就是有些不正经 天见亮 娘子做起奇怪的梦 梦中的她端坐于九天云霄之上 龙飞凤舞 云雾迷蒙 无数天兵天将跪拜脚下 齐呼 西河女帝 淋雨苍生 她封印的神石顿开 我是三界至高无上的西河女帝 之后过往的一切 便涌现了出来 女人本是三界第一女神 此刻却身穿清凉薄纱 躺在这个睡相夸张的男人身边 一觉醒来 娘子神石觉醒 前世的景象 潮水一般涌来 她本是为三界带来长久稳定 受万人仰视的西河女帝 仙魔大战中 带领仙界一方 杀进八方妖魔 最后与魔尊 在上古战场 大战七七四十九回合 在双方都祭出超臂沙时 大飙的方向稍微偏走了一点点 含恨落败 气势不能输 女帝放出狠话 不管千年万载 必回来报仇 正当西河沉浸在记忆中 一双咸猪手扰乱了她的心神 睡着了都不老实 看着身边这个老色批 她瞠怒道 三界最高存在的我 竟然与这凡人翻云覆雨 互动万次 还让我买这种羞羞的衣服穿 本地颜面何存 干脆一掌呼死她 手却停在半空 一日敷七百日恩 何况我俩朝夕相处 心有灵犀 九天女帝也好 三界至尊也罢 既然有夫妻之缘 那你便是我永远的夫君 其实她不知道的是 此刻躺在身边的家伙 正是她是要复仇的魔尊转世 当年上古大战之时 令天红最后一激将熙和女帝斩杀 千万年后 感知自己到心有缺 虽三界在无敌手 巫毒却是阻碍破道飞生的本源 于是封印修为 化为肉身 来下界寻找真正的大道 不知何等机缘 竟与女帝转世的娘子相识 两人朝夕相处 殊不知对方才是前世生死仇敌 这剧情太过狗血 纯属史密斯夫妇翻版 着实佩服作者的脑洞 清晨醒来 两人又是一顿轻轻我我 献煞个鹿单身狗 望着熙和那绝世容颜 令天红固有感叹 世间竟有如此游物 夫君带你去逛街消费 眼前温柔甜美的人妻 前世本是三界最强女帝 这个猥琐的家伙 曾是统领魔界的至尊 本是生死仇敌的两人 阴差阳错下到凡间 做起了恩爱夫妻 低级说道 夫君偶遇土豪 赚了一个元宝 此刻娘子撒娇 缠着去吃叉烧 看着眼前令人心动的娘子 令天红恨不得再来一次闭门造子 车水马龙的街上 连声鼎沸 稀河被旁边的什么吸引过去 咱们不知道 只知道令天红被一众黑丝妇女郎勾了魂 如果钱没带够给你半个分期都行 令天红望着妹子们 正感叹人生命运的无情 突然耳边响起恶魔的低营 夫君 买两个回家吧 我支持你哦 回头看着女帝阴沉的脸 她立马感到处境的凶险 赶紧拉起娘子的手 准备离开这里 女帝望着小贩的汤内 心想赶在城里做这种勾当 马上让你后悔当场 小贩不明所以 但一阵寒意从心底生起 为了哄妻子开心 令天红带她急事里一阵扫荡 有用的没用的买了一大箩筐 突然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 突现在街头 中间端坐一位英雄大少女将 正是四处征战 海旋归来的天荒侯妹妹 旁边汉子们只顾一睹女将红颜 都没发现黑衣人出现在旁边 警觉的第六感 让令天红探测到阵阵煞气 这几个货 果然有问题 谁把我那美丽的娘子 换成了这个极品的妹子 不说 你的下场 和她一样 令天红探查出身边黑衣人的煞气 不出所谅 带头修士率先对女战神发起呼吸 一颗雷珠猛的砸向车队 吃瓜群众们吓得四散逃离 眼看偷袭没成功 其余修士闪现进入战场 纷纷祭出自己的本命法宝 直接放大招 女战神柳没轻挑 一声令下 一个不许放过 令天红顾及娘子的安危 回头刚准备说点啥 又硬生生的咽了回去 我那个擦 妖怪 妹子含情默默地望着她 本姑娘方琳二十八 相夫教子顶呱呱 小哥哥这才哪到哪 没拜堂成亲就喊人家 令天红纵和魔戒千万载 却从未感觉如此凶险 闭着眼将妹子如炮弹般甩出去 直接送走一个高阶修士 这是什么新型暗器 看清楚的女战神 由不解转为感动 想不到竟有这般仗义的民间女子 舍身替自己挡下了背后偷袭 冷静下来的令天红敢阴出 娘子现在处境安全 可情绪有些烦躁 好好出来够个物 却被你们这些渣渣扰的心情 不能暴露太多修为 那就随便意思一下 身边中奖的修士瞬间化为基粉 刚才释放的那是 仙气 原来魔尊也曾是一心求仙的少年 凭绝顶的天资 坚定的道心 历经万难 却在步入真仙境关键时刻 外力干扰而坠入魔道 殊不知自己竟保留着仙魔双属性 还能一键切换 高端操作呀 这样的话 以后就方便得多了 能更好的保护娘子 又不会暴露自身 看向那边 女战神却是强弩之末 上集说到 拥有42号傲人大脚的女将军 凯旋归来 本以为 收到的都是鲜花与掌声 可迎接她的竟然是偷袭 震怒之下 下列将偷袭者全部消灭 没想到 来犯者实力恐怖 豪战之下 手忙脚乱 落于下风 对面四大天王使出了群巢技能 随后发起阵弓 女将军无奈地闭上眼睛 心想 今天竟然命丧于此 忽然 白光笼罩 随后一切归于平静 对面四大天王凭空消失 空气中弥漫着烧烤味道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敌方大桥 使出了群体传送技能 她不知道的是 这只是有人想替娘子出气 顺带救了她一命 令天红无奈地深深懒腰 这些修饰太弱了 本尊只释放一丝神石 便让他们灰飞烟灭 毕竟云阳有别 这些人永远想象不出 几千年前神魔大战的震撼场景 废话少说 赶紧去找娘子 天凤皇宫 正殿内 负责皇城安全的卫队大统领 正颤巍巍地跪拜在地 上面端坐着的是女皇陛下 镜头一转 这双眉腿这般熟悉 原来天凤城女帝陛下 正是令天红的娘子 熹和 大殿内 凤椅上 端坐的女皇陛下 竟然是令天红的娘子熹和 大统领心惊胆战地跪拜着 颤巍巍地说 老臣百思不得其解 袭击者为何突然原地消失 熹和下令 不惜一切代价 严惩偷袭者 并查出幕后指使人 败退后 老头冷汗直流 第一次见陛下生这么大气 想不到他对傅天愚将军这么重视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女皇是因为他们惊吓到自己夫君 还大动肝 旁边突然钻出一个古灵精怪的小姑娘 正是公主李文娅 我的大统领 需要帮忙吗 吓得老头连连摆手 不用老板 公主走后 老头再次擦擦冷汗 今天这姐俩吓死个人 赶紧闪 文娅在御书房寻到姐 望见她正在练习书法 只是这个字写的集气不咋低 小妮子走进去撒娇道 整天和姐夫腻在一起 为啥你对她如此找你 熹和摸着她的头 温柔地说 虽然她很平凡 但和她一起 会感到无比宁静预满 还有很多快乐的事情可以做呢 小妮子听得一头雾水 啥快乐的是你说明白 却被熹和捏住小脸 你还小 别乱问 然后突然转头 看到夕阳西下 反应过来 得赶紧回家做饭 直接一溜烟跑 无影不动 文娅居嘴独闹 真讨厌 才小呢 街上 另天红乌头苍蝇般搜寻娘子 极度厚过 刚才没把那些偷袭者打在里面 突然 门被打开 西和师诗然现身 小路一般扑向她 父亲 你终于回来了 八千年前的仙界女帝 重生后成为人间女皇 仙族风硬觉醒的摩尊 新增仙魔属性一键切换 地表最强的两人 却互相隐瞒身份 真是离谱的妈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半天不见的两人开始狂撒狗粮 抓紧一切机会暴击单身狗 西和准备了丰盛的饭菜 令天红边吃边狂拍马 表示吃娘子做的饭菜 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 上一秒还笑意盈盈的娘子 下一秒就变了脸 杀气腾腾地说 我这算什么 外面多的是饭馆酒楼 再来几个兔女郎 保你流连忘返 令天红瞬间裂开 这女人真是记仇 怕她说个没完 夹起一根香肠堵住了她的嘴 赶紧转移话题 说娘子你也喂我 西和笑道 晚上少吃一点 不好消化 没事的 吃再多 晚上也得消耗掉 饭后 两人慵懒地坐在床边 令天红感叹 这神仙眷侣般的生活真是美好 突然 西和把她傲人的42号大脚伸了过来 表示今天逛街走路太多 累得酸酸的 健康始于足下 关爱重新开始 令天红当即化身为42号足疗技师 专业手法为娘子推拿按摩 想起最近有些混乱的凤京城 她向娘子表示想搬离这里 去找个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 两人相拥一生 西和眼神中闪过一丝向往与憧憬 可李信马上战胜感性 真离开的话 诸王必定大乱 最后苦的也是百姓 想到这里 她当即楚楚可怜地表示 不要 人家不想搬吗 这个男人太可 竟然逼老婆去荒芜人烟的地方 让习惯城市生活的她 吃不到心爱的点心 买不到漂亮的胭脂 不能再享受春风格的香薰Spa 看着楚楚可怜的西和 令天红不敢再提这件事 既然娘子不想去 那就把危险因素除掉 两个大佬互相狂飙演技 再次强烈呼吁 奥斯卡小金人颁给二人 两人都按下决心 务必要除掉这次偷袭的幕后者 保护对方的安全 傍晚 看到美丽的娘子 令天红自告奋勇 要展示钢学的按摩技术 有道是 按摩 刮痧 把火灌 找准学位下手按 先来一个标准版 赶走精神疲惫 再来一个加强版 改善末梢循环 西和称道 从哪儿学得乱七八糟 不过还真挺舒服 屏幕前的你 点赞加关注 马上安排魔尊给你按 提我 不打折 月亮君正经不过三秒 立马原形毕露 所以 你们晚上 也要小心些 第二天清晨 令天红告别娘子 表面是去出摊 其实准备去砸木后主使的场子 避开繁华街道 来到无人的巷子 释放出一丝神石 一道恐怖的威压 便腾空而起 片刻 身影已出现在半空 俯瞰着熙熙攘攘的人间 我娘子的世界里 只允许美好和甜蜜存在 所谓目标 走你 此刻看似平静的宁王府 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景象 这个二五八万的男人 怎么也想不到有人 正千里迢迢赶来 嘎他的腰子 此人名为黑沙上人 自认为天下第一 可转眼间被打成黑炭上人 也算是为这些 曾被他抓走的少女 报仇雪恨 面前这个二五八万的男人 正是皇城偷袭事件的幕后主使 此刻郑逊斥手下办事不力 没能顺利除掉女将傅天瑜 让他错失以平乱为由 趁皇城动乱 挥军一举夺取皇位的机会 最让他愤恨的是 竟然连是谁出手都不知道 气氛尴尬到一群人脚趾抠地 急着赶来砸场子的令天红 跟着导航到达目的地 在屋内献出身形 正愁无处发泄的宁王 瞬间来了精神 对着不速之客破口大骂 不敲门就进屋 纯粹是找死 然后邀请献出两个妃子 才请来的高手出站 黑沙上人说道 衣服尺码不对 等会给我重新坐一趟 镇穗身上的妃袍 展现出自认为俊美无比的外貌 直接祭出抄必杀 面对恐怖的威亚 令天红伸出手指轻轻一笔 妃袍上人只看到 令他陶醉的金光袭来 还没来得及喊得马西亚 就化身为黑炭上人 目睹这一切的宁王 对令天红轻声细语地说 老弟啊 这哥们儿我可不认识 不关我事 摩尊辉指射出一道金光 吓得他情不自禁地放松了一把 随后警告道 再敢扰乱奉京城的安女 送你们去找他凑一桌麻将 看到令天红身影消失 宁王又直扔起来 拍桌怒闹 赶紧去六大宗门 不惜一切代价 把那些老怪物都请出来 谁也别想阻止我夺取皇位 随从贴心地指了只裤子上 那金灿灿的一片 宁王恼羞成怒的大骂 都给我滚出去 镜头一转 令天红已经出现在祥和的街道 正思考买点啥回家送给娘子 无意间瞥见一对黑衣人 思维惯性 这里穿黑衣的基本都是反派 发觉他们进去了羽王府 看到 这些所谓的猪王 真是没一个省油的灯啊 结婚纪念日 换上新买的蓝色妖姬 却左等右等不见老公 习和心想这死鬼 又被什么兔子惊泥住了 看回家怎么收拾你 老婆在家暴跳如雷 忘了今天啥日子的 魔尊令天红 却被黑衣人诡异行踪戏 化作一缕神石进入王府 想看看这些家伙 又想搞啥事 大厅内 羽王竟对来者毕恭毕敬 羽王先祖是神奉王朝 四大异姓王之首 为王朝立下了不适之功 如今皇室示威 到了他这一带 可谓权亲朝隐 看着他虔诚的姿态 令天红是相当感兴趣 可当他看起来者 取出的那座法相 瞬间爆了粗口 我来的擦 邪神魔 正是他手下重魔将之一 血魔大将的手下 简单点说 就是令天红小弟的小弟 这小家伙 想搞什么名啊 令天红思考着 有没有必要扁小弟一顿 让他管好自己小弟 转念一想 魔族奉行魔道之事 也没什么毛病 算了 静观其变 只要不扰乱城中秩序 影响娘子平静的生活就行 其实最该调教的 是那不争气的女皇 总让自己替他收拾烂摊子 改天送他些绝品功法丹药 让他变强些 治理好凤京城 省得自己操心 家中暴走的西河 撇到嬉皮笑脸的夫君回来了 气鼓鼓地问道 你去哪里瞎混了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病天红一惊 头皮一阵发紧 反应过来 今天是结婚纪念日 暗自庆幸 自己真实命大 刚刚正好顺手在街边 买了一件礼物 只见他慢慢地伸出手 娘子 请看 究竟做了什么事 让老婆暴跳如雷 男人又使出什么手段 竟彻底扭转了局面 评论区发送狗头标志 你马上也能学会 深知女人是感性动物 加上令天红出门 总会给老婆买些礼物 今天也不例外 所以即使忘了结婚纪念日 险境中也能轻松脱身 细分烘托至此 令天红轻轻说道 娘子 还记得十年前 我们相识的场景吗 那时李希和正直碧玉年华 在西湖河畔赏发游玩 却遭歹人追杀 慌乱之间 娇小的身躯 撞进闲逛的夫君怀中 被他一把拉住 纵入水中 才脱离险境 那次便是二人缘分的开始 其实这一切 是不是哪方 故意安排的剧本 已无从考证 你我吃瓜群众 也少管闲事 安心吃瓜 拉回思绪 令天红对娘子说 今天寻了许久 才买到这支奉钗 还含情默默地吸河 突然变脸问道 说说你是哪来的钱 这不按套路出的牌 愣是让摩尊当场压麻呆住 说 是不是背着我藏了私房钱 反应过来的令天红连忙解释 为夫存了半年 只为今天买这凤钗呀 西湖娇笑了起来 真是的 这么贵买他大麻 交给我 给你做身心衣裳多好 两人四目相对 又做好了撒狗粮的准备 谁知不光屏幕面前有你我 门口也为了另一帮吃瓜群众 而且更加奔放 不错不错 修得两人狂奔进屋 一时陶醉 竟忘了场合 娘子还来不 来就来 谁怕谁 宁静的夜晚 小院中 传来阵阵女人的声音 原来是摩尊又变身小二 给娘子做起足底按摩 不靠谱的技术 让西河大呼夫君轻点 剧情枯燥 大家都散了 点赞关注完洗洗睡 结婚十年的夫妻 大庭广众之下表演法师失误 激情过后 才发现已经射死 吃瓜群众后悔 不应该嘖嘖称探 惊喜二人 此刻也只能 意犹未尽地散去 结婚纪念日 令天红花费 在半年的四方前 给娘子买了心爱的礼物 感动了李希和稀里哗啦 心想趁早 给他生一个胖娃娃 傍晚 小院里传来爱的呼唤 西河娇喘 吁吁地喊着夫君女亲 镜头一转 令天红正在给老婆 做着足底按摩 想歪了的同学 赶紧点个关注 以净化心灵 哼着娘子傲人的 四十二号大脚 一阵狂暗 哄成的西河连连求饶 就这样两人折腾到后半宿 连月亮都忍不住 粗口 第二天清晨 小店里传出每个音 都不在吊上的歌声 魔尊正喜滋滋地 做着娘子的雕像 桌上摆着成品售卖 就是搞不清 这是多拉A梦 还是多拉A梦 门突然被踹通 近来十分的嚣张的几人 大呼老板赶紧出来 令天红赶之来人 是六扇门一众 且修为差得离谱 感叹怪物的城中 秩序一发混乱 本打算赶紧把他们打发走 谁知几人栽赃 他与将军被刺案一关 问道 你和那些刺客什么关系 令天红墙人怒火 官爷 我只是个普通人 怎么可能与其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你说了算吗 就看你上不上道 这一波欠编的操作 差点让令天红暴起 恐怖的威压 让几人如惊弓之鸟 缩成一团 哎 算了 灭掉他们分秒之间 可娘子喜欢住在这里 别把事情闹大 先打发走 再悄悄把他们轰飞 想到此令天红压下怒 向带队官差说道 小人手上没现金奉上 能否用二维码支付 一脸猛低的官差大叫 你在说啥乱七八糟 气急败坏的摔碎手中瞪你 我看你就有问题 来人啊 把他给我带回六扇门大堡 几人一轰而上 竟把堂堂摩尊 花大堡 这情景要是让他手下 众魔将看到 估计整个天宋城 都要瞬间被抹去 可为了娘子 这个魔忌冲天的平民 居然硬生生染了下来 这个男人因为长得太帅 而被赶进大牢 正准备说点什么 旁边的球友大呼冤枉 我一个瞎子 你们竟然说我偷看 隔壁房东洗澡 身后之人也哭着喊道 我双腿一断 也被他们说成 飞檐走壁的大堡 此时差人因狠狠地笑道 这就是舍不得出 赎身钱的下场 家里不拿银子过来 你和他们没去别 令天红文言笑道 我家娘子会把钱送过来 心中暗想 为了娘子 再忍忍 找机会让他们体验一下 生不如死的感觉 家里面 西河对正在发生的一切 全然不知 悠闲地晾完衣服 身身揽腰 展现出完美曲线 随即抱起夫君的衣服 感受着爱的味道 做完这一切 想着该回宫中一件 切换女皇身份了 正在这时 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开门发现几个跋扈的差人 来者表示 你男人现在是将军刺杀案嫌犯 若想破罪 赶紧拿钱去大牢熟人 说完嚣张地把信函扔下 大摇大摆地离开 西河立脸阴沉 原来他们就是这样办案 向我汇报破案率高 可城中犯罪率却一直下不来 现在不仅冤望着夫君 黑钱都收到阵的头上 抓阵的男人 这些害群之马活得不耐烦了 先去救夫君 在通知宫里处置他们 牢中 差人们正盘算着 今天这几头肥羊收获不错 门口汇报令天红这小子的娘子 只见西河带着银子匆匆地赶快 围首的一脸坏笑 呦 这小娘子不错 她本是三界无敌的魔尊 此刻却被一脚踢进大牢 当想说点什么 却发现旁边瞎子被冤枉偷看房东洗澡 双腿残疾被说成飞天大盗 看到娘子的身影 心想赶紧出去 来个爱的抱抱 看守此时却动了歪心思 这伙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娘子 真是抱铁天物 闻言魔尊一脸阴沉 还算怎样不暴入修为 瞬间把她秒掉 西河暗想自己作为女皇 管辖下竟出现这种害群之马 鱼公鱼丝都得把这些家伙灭掉 气得握钱香的手都加重了力道 谁知这家伙色胆包天 居然趁机抚摸她的小手 绷得一把甩开 西河满脸厌恶 质问她到底想怎样 看守做死地摸着下巴 你这相公 嫌疑又加重了 交钱都不能放 除非你晚上敞开心扉 陪跟几个唠唠 西河立声鹤道 如此目无法记 就不怕上面把你查到 几人嚣张地大笑 为首的更是阴阳怪气的坍坍手 顶头上司就是我姐夫 你给她个不曾爱小舅子的理由 这次是书可忍 傻儿不能忍 二人同时想着出玩手 再向对方解释 个子用体内力 就要将她化成机子 此时门口一道声音传来 放肆 一个威严的男人跨步而来 眼见好是被打扰 几人恼羞成怒 你算哪根葱 葱子没说完 就被旁人扇一耳光 姐夫干嘛打我 不怕我姐让你跪搓一板 没说完又挨了一下 树上 见了天荒侯 还不跪下磕头 顿时吓得两腿一软 大呼着饶命 又被姐夫一脚踢飞 自己张嘴 看到此情景 两人卸下内力 心想来得正好 省得暴露 此时天荒侯因沉着脸喝道 打着抓捕嫌犯的旗号 借鸡敛财 你们好大的狗胆 小哥因为太嚣张 忽然被杀耳光 刚想问姐夫你干啥 换来的又是一脚 沐通跪倒在地 望着刚才还嚣张跋扈的两人 天荒侯下令 来人将他们拿下 回头望向西河这边 感受着女皇伶俐的眼光 不由补去一阵 坏了 陛下不会怪我救嫁来迟吧 还特意叮嘱我别报了他身份 硬着头皮支支吾吾道 那个 只怪本侯属于管教 请二位见谅 西河柳眉轻条 光天化日出现如此荒唐之事 大人确实要努力了 请二位放心 必须让这两人付出代价 只有他们俩吗 不是不是 是把所有害群之马 全部查处 令天荒不禁说道 娘子 听说这天荒侯 是女皇身边红人 倒是平逆近人 嘿嘿 娘子顺便问问银子 能退回来不 西河微微躬身 还请侯爷做主退还 我们被抢的银两 吓得天荒侯连忙还礼 随即对手下说道 从我账上去 双倍银两送来 速度马上 一番操作弄得令天荒不明所以 只能感叹侯爷果然气度非凡 在西河的依微下 离开了大牢 回到家中 两人便迫不及待撒起狗粮 娘子让你受苦了 只要夫君平安就好 看着眼前这面若桃花的丽人 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剩下的我知道大家都不感兴趣 我替你们看了 天亮 令天荒告别娘子 表面去小店开工 实则去找昨天那牢中看守的晦气 端向门口气派的装修 暗叹这小子到底搜刮了多少油水 发觉门口空无一人 敢欺负我魔尊的娘子 府中之人一个也不放过 转瞬消失在园里 进去屋中 这才发现 整个府底 尽空无一人 这个小哥吃了雄心抱子胆 调戏了眼前的女人 殊不知他的真实身份是三界西河女帝 如今转世的天凤城女皇 而他的夫君 是三界魔尊令天红 只不过这对恩爱夫妻 到现在为止都不知对方底细 背着娘子急匆匆前来复仇的令天红 此刻来到他的家中 却发现空无一人 顿觉古怪 挥手重现出之前场景 只见昨日傍晚 天荒侯便怒气冲冲闯到这里 下令将那涉事差人家卷 全部带走处决 令天红心中疑惑 也只能叹口气 虽有人代劳可没能亲手 为娘子出这口气 镜头一转 皇宫中 西河端坐凤椅 散发的威压 让下面跪拜的众人不敢抬头 大统领向他禀报 刺杀事件主使为宁王 也就是西河的叔叔 此话一出 朝中众人大为震惊 酸恨到女皇待他不薄 竟做出如此行径 西河目光一领 既然如此 休怪我无情 正准备安排镇压事宜 大统领接着禀报 据最新刺探情报 六位绝世强者 正在赶往天凤城的途中 他们是隐藏在最强宗门中的超级战力 平日难见其宗影 不知宁王许了他们何等报酬 把他们请出山门 看着下面惊慌失措的众将领 女皇暗想虽刚刚觉醒了 天地西河时的神识 可面对一众神火镜强者围攻 也没有太大胜算 本该一心前修的世外高人 竟然插手俗是皇家之争 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 震怒中 散发出的气息直冲天际 让堂下众人也为之精神一震 其乎誓死追随 可此时西河最担心的是他的夫君 即使付出所有 也不能让他受到半分伤害 男人拿起演讲稿 才想起自己大字不识 弄得台下尴尬至极 站在台中思考两个时辰 终于想出了四个字 吃好喝好 发觉竟无人响应 只能干咳两声一声提示 等人群反应过来响起掌声 凝王才欣慰地笑起来 温馨的家中 另天红边吃边夸赞娘子厨艺非凡 说得西河心花怒放 又奖励他一片五花肉 提示他最近凤京城不太平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娘子放心 我每天只会小店和家里两点一线 心中却想 凝王一众不听本国尊警告一心导致 害我娘子替我提心吊打 当即神魂出窍 去看看他们到底想怎样击飞走票 探查到六大神火镜高手 正在向天凤城包抄 来到凝王大军驻地 正好碰到小兵急匆匆跑进仗中汇报 原来是六大高手带话凝王可随时进攻 他们那边已经准备好用对天凤城高手 凝王精神为之一阵 拍桌地说道 务必要抓住上次害本王换裤子那个小嘎嘎 一定要对他百倍奉还 殊不知那人此刻就在他身旁 令天红心想 面对神火镜强者 天凤那个什么女皇定会焦头烂额 这几个蝼蚁 本国尊替他收拾 把这个凝王交给他就好 正好试试这个没见过面的女皇实力 若无守护百姓安宁的手段 不能让娘子过平静祥和的生活 那就有必要帮这天奉选一个合格的王者了 想完 令天红原地消失 灰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凝王随即集合大军 傲娇地听着属下汇报一切准备就绪 与其手中长剑 出发 攻城 天凤城中 百姓议论纷纷 无不担忧 教军场中 并天红的娘子西河 以夫君还不知晓得 另一个天凤女皇身份 简约着场中整齐待发的大军 心中想的是 既然明王不识好歹 胆敢破坏本皇和夫君的甜蜜生活 那便彻底将其灭掉 以绝后患 马上送到我的夫君 越远越好 回忆着两人甜蜜生活的点滴 女人此刻强忍悲伤 吩咐手下送她远离 只因为马上要和宁王大军 展开殊死一战 西河不想她一心挂念的令天红 受到半分伤害 此刻只有天荒侯兄妹 能体会女王的煎熬内心 却只能领止照办 一切准备妥当 西河毅然决然地迈开脚步 奔赴战场 城外二十里 六大神火镜强者急迟而来 他们本是各自宗门中轻易不出事 一心前修的绝世强者 此次却因为宁王不计代价 付出了令这些老怪物 都无法抵挡的诱物 才来染指这世俗皇家之争 几人始终猜不出 那个让宁王极度忌惮的 神秘人身份 但转念一想 世间绝无任何人 能阻挡他们六人的合击 管他来者是谁 等成功后 得到宁王许诺的那天火宝藏 度过天节便一步登天 看着圣剑老头那一脸憧憬 艳丽的万花玫瑰称笑 就你这猥琐老头子 生鲜了也没人喜欢 气得老头想当场发作 无疾尊者刚想从中调停 几人突然赶之异样 齐狐来者何人 空中竟现出一个身影 正是娘子心中 那若不禁风的令天红 几人暗道 这家伙何等修为 竟让我们毫无察觉 天龙率先出来应战 叫嚣道 都是千年的狐狸 玩什么了斋 识相的话束手就轻 留你一命 仗着几方人多 几人均是自信满满 谁知令天红轻蔑的笑声 打断了他们 井底之蛙 岂之浩月之灰 蝼蚁一般的存在 竟敢挑战本魔尊 几人当场实话 从来没人对他们如此不敬 圣剑老头按捺不住怒 抽出背后 长剑率先出击 望着这来自神火镜强者的 权力一击 魔尊令天红 露出颇为玩味的一笑 想暴风雨 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女人本是三界至高女帝 却被男人嘲笑穿黑丝太丑 圣怒之下与其大战 七七四十九回合 最终因大招片左三十六度 而寒恨落败 转世凡间成为天凤城女王 千百年来 魔尊道心有缺 下界寻求人间大道 阴差阳错下 本是生死仇敌的两人 竟结为互不知来历的夫妻 此刻面对凝王 来世汹汹的讨伐 刚刚觉醒前 是一丝神识的西河 此刻恢复至神火顶级境界 巨大威压让凝王部下 纷纷当场挥败囚楼 勾结凝王的叛变将军 此刻后悔莫及 怕什么 我们也有神火镜强者 而且是六个 说王吼道六大真人请现身 可是半天没有动静 欣赋说道 大王你的态度要虔诚意 凝王只好抱手参拜 在下宫请六大神火真人现身 等到天见亮 也不见任何动静 凝王怒骂修仙之人 也这么不靠谱 这几个老六一点也不溜 快派人去找 难道他们想吃完早餐再来 西河本想拖延些时日 戴真仙心法加持 前世仙时完全觉醒 到时就算那些宗门的宗主到来 也能瞬间将其化为鸡粉 此刻趁六大神火真人未到 速战速决 西河不知道的是 那几个真人早已引起父君部署 在其一个响指下 竟灰飞烟灭 凝王 我没心情再看你耍猴 朕早知你有反意 正好趁此机会让你们现出原形 今日凡事背叛天奉成者 一个不留 陛下饶命 我们是被逼的 其实人家的心儿一直在你这边 面对这些颇有演技的老六 西河没一丝犹豫 瞬间将其秒杀 随即吩咐天荒猴等人 率领早就埋伏在城外的城市 凝王一众 定要全部斩杀 不留一人 至于你们这些 本不该染指俗世之争的修士 就交给朕来收拾 随即释放无上修为 毫无保留地向他们风雪 众修士大惊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玉龙天术 仙界大神通 怎会出现在凡间 就你这猥琐老头 生仙了也没人喜欢 面对同伴万花玫瑰的奚落 圣剑老者本就一万个不爽 谁知对面神秘人 也不把他当根葱 瞬间爆发 千百年来 从没有人对我如此不敬 今天建议向令天红红去 恐怖威压硬的方圆 十里如同白昼 红伴直呼这老小的修为 又精进了几次 可惜不给咱们出手机会 带队首领 却感觉哪里不对 只见圣剑老者 漂浮半空纹丝不动 坏了 是对面兽 看着修炼千年的老怪物 被对面秒杀 几人如五雷轰顶一般 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难道他是新人 别问那么多 你们一起上吧 小伙子等一下 你还年轻 千万不要走在犯罪的道路上 没等并听红达话 继续说道 况且我们背后是六大宗男 区区神奉王朝 如何承受他们的复仇怒火 谢谢你的提醒 那就顺便把他们一起灭掉 这家伙是个疯子 分头炮 各自报命 说完几人四散逃离 可杀性一起的魔尊 怎会放过他们 使出手段将他们困在半空 无视几人求揉 风轻云淡地打个响指 这些神物竟强同瞬间 灰飞烟灭 镜头一转 神凤城下 宁王嚣张地指挥部下攻城 喊话女帝西河 实相的话 速将王位让给叔叔 正给你机会 若即刻撤兵 既往不救 不识实物的东西 看我怎么收拾你 那变战 见西河如此强义 宁王按道是时候 展示真正的实力 手一规 随见众多多门修士 闪身登场 天荒侯兄妹 大喊保护陛下 此时宁敌 西河保留实力 已应对六大神火枪者 但始终搜寻不到 他们的气息 女人在最危险的时刻 只想和老公来场爱的抱抱 可如果让平凡的 她出现在战场 也只能充当炮灰 此等险境下 西河最担忧的人 是令天红的安危 殊不知那家伙 乃是万魔之尊 也是他的前世 三界女帝的生死之敌 至今两人仍互相隐瞒身份 过着没修没骚的生活 大统领惊慌失措地带来战报 城内几大世家勾结冥王 带领族内重兵 已将东门攻破 已成内外加攻之势 平日假装身臣的老头 此刻被惊得花枝乱颤 贴身侍卫也临阵倒戈 投降了冥王 西河叹道 天荒兄妹 你们也可以离我而去 两人确认过眼神 坚定地说道 我等是与陛下同声共识 陛下 老臣也看好你 一定加油 女皇怎么不理我 趁此机会 让那些与凝王勾结的势力 统统浮出水面 凝王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许诺战后会给这些世家天大的赏赐 想着自己将要完成夙愿 正要振臂高呼 却想起为何还没收到 神秘人被降服的消息 心腹说到六大神火高人 早已前去围剿 估计现在已经得手马上归来 再次支撑起来的凝王吼道 你这小丫头认清形势赶紧投降 只见西河从容不迫地说道 呵呵 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 啥情况 只见西河周身泛起强烈金光 要得众人不敢直视 巨大威压使得他们不受控制的跪拜在地 冥王艰难地稳住心神望向西河 难道这是神火顶级境界 凡说中的 金龙 显化 你请得六位高人呢 还不现身 劝大家不要招惹爱撒娇的女人 看似人处无害 发起狠来直接要拟命 就在刚刚 西河祭出无上神通 瞬间让所有修士灰飞烟灭 城外埋伏的将士排山倒海南杀向冥王大军 西河疑惑六大神火真人为何还未现身 难道怕朕与其拼死相搏 红归于尽 冥王胶着到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终于盼来了打探消息的属下 只见他被惊吓至浑身发抖 颤巍巍地说道 报 报王爷 小人前去城外树林接应六大真人 居然 发现他们的残垮 最后一次希望灰飞烟灭 宁王瞬间面如死灰 听此消息西河也大吃一惊 难道是祖老们出手相助 转念一想绝不可能 他们才不会插手皇位之争 此刻只想速战速决 回家陪伴父君 下令迅速清理战场 卧捉宁王者 重重有赏 眼望大势已去 宁王癫狂大笑 想审判了 吃心妄想 随即拔出腰中宝剑 毫不犹豫做了自我了断 西河叹道 虽然败了 倒也算个真男人 下令 宁王叛逆 服罪自裁 俗人发配 至于他本人 后葬 一切归于平静 天凤城也重回安宁 此刻在阴暗角落 天凤国众族老围坐一起 知晓了战场发生的一切 惊叹这丫头小小年纪竟如此厉害 镜头一转 城中木雕小店 桌上多辣铮的雕刻依旧没有卖掉 灭掉那些神火真人后 令天红稍作休息 之前倒是小看了这神凤女皇 照此发展估计他会成为新一代三界女帝呢 是时候回家了 门外轻呼 我回来了 随着两扇门栩栩打开 一道倩影伴着清香扑面而来 娘子 让你久等了 方才城外战斗致使全城戒严 为父没法立刻赶回 害娘子一人在家担惊受怕 西河心中暗想 不知何方大能出手相助 帮震度此劫难 方才好怕战败而再也见不到夫君 看到娘子经的梨花待遇 继续说到娘子放心 听消息说宁王大军已被女帝陛下平定 在他的庇护下 百姓都安全了 西河表示赞同 女皇陛下真的好英勇 人家也好崇拜他 看来娘子已经是女皇的小姨妹 夫君都要吃错 西河称笑 谁也比不上夫君在我心中的分量 顿时院中便撒狗粮 让人无法直视 可令天红已记恨上那六大宗门 害我娘子受惊 岂有饶你们的道理 女人抱怨夫君吃相太难看 立即引起南方的不满 气愤地摔下碗筷 两人当场大打出手 贴身英雾都被打飞 现场一片狼藉 书接上回 成功搞定宁王大军 天凤城重现安宁 西河也回归了家庭生活 令天红表示 好久没给娘子按摩放松 万万不能让手法生疏 女方抗议 碗都没刷就想好事 令天红说到何止要刷碗 改天为夫再给你买八盒春风格的香薰 说完抱起怀中立人狂奔而去 事后场景大家不感兴趣 我替你们看了 第二天清晨 令天红找理由去城外 说是为木雕小店进货 其实是去找那六大宗门会起 西河心想正好趁此时间清除宁王残雨 好让夫君安心地工作生活 穿过街市来到城门 忽然发觉后方有意 原来是娘子授意引卫 暗中保护夫君 一头雾水的令天红 感慨这片凤城被吓得疑神疑鬼 一个百姓出城还需要钉烧 其中一人问到 这就是上面派我们盯着的人 笨蛋 不是盯着 是保护 上面盯着务必保其安全 掉一根毫毛你我小命不保 话说完回头已看不见那人踪影 几人吓得花枝乱颤大喊赶紧去追 殊不知令天红早已施展修为 此刻离他们一万里之外 转眼间来到了万花谷 也就是被令天红灭掉的六大神火高人之一 万花玫瑰的宗门 此刻这里还是一派天蓝水绿的美景 只见他从怀中摸索 取出的正是天地一宝 鸿蒙本人珠 此宝物能屏蔽各界规则之力 从而让他放心施展刚刚觉醒的仙界神通 而不被规则干涉 只听碰的一声 他直奔那万花谷中而去 万花谷自立宗以来只说女修 文中弟子资质非凡且各个拥有角色容貌 日日已分香花瓣沐浴 身体时刻散发迷远体香 是无数男修心中向往之圣地 却不敢逾越雷池半步 此刻却出现一个平平无奇的男子 表情淡漠地看着他们 众女脸色一寒 大胆难修 胆敢擅闯万花谷 杀无射 飞剑出鞘 卷起无边花海向男人袭来 令天红哼道这就是高高在上的名门正派 一言不合便杀人 说完打起标志性详指 几名女修瞬间化为积粉 三界之中最为恐怖的魔尊 可没有怜香西域之心 宗门长生殿中 感知道有强敌入侵 神火镜巅峰的万花谷主 以及几位太上长老大为震惊 化为几道光芒 瞬间出现在令天红面前 谷主面色阴寒 怒道何人如此胆大 尽到我万花谷中放肆 身后长老说道此人面生的 估计是哪里冒出来的散秀 令天红抱拳淡淡说道 在下前来只是想讨教一个问题 万花谷玫瑰真人有错在 仙儿死在凤京城 各位是何气收场 还是不讲道义的为他出头 以天凤谷为敌 此话一出震惊了万花众人 何人胆胆杀我万花谷的人 你若招出谁人出手 今日留你全尸 谷主怒道想必是 神奉王朝那些祖老出手 这是不把我万花谷放在眼中 早就看那些老东西不顺眼 趁此机会灭了他们 扶持全心王朝 令天红挥手道等一下 如此就简单了 看来本个面你们六大宗门 是十分正确的选择 现在先拿你们开刀 我说怎么天上牛在飞 原来是阁下在地上吹 说完万花谷主率先出手 恐怖修为瞬间轰向令天红 只见他伸出手淡淡说道 本尊只出一掌 至于能不能躲开是你们的本事 就让你临死之前再吹一次牛 话没说完 万花众人发现空间已被禁锢 使出全力也不能动弹半分 这看似随意的一掌 难道是天仙之令 恐怖威亚仿佛蔑视一般 笼罩整个山谷 众人感觉自己 如同面对巨龙的蝼蚁 神奉王朝 怎会有这般人物 万花谷女修美艳如霜 曾经有各路强者 前来霸王应上宫 结果都走得十分安详 此刻万分绝望的谷主 为了保全宗门女修性命 卑微地表示 愿带头沦为眼前男人的奴底 本尊已给过你们机会 能走的 尽管走 女人彻底绝望 你根本就没想放过 此时令天红内蔑视一掌落了下 蓄空崩碎 他们的肉身瞬间灰飞烟灭 甚至感知不到任何痛苦 整个万花谷被夷为平地 仿佛从未有过一半 时间还够 继续下一站 神奉王朝三十六郡至清河郡 地处极北 寒风呼啸 一辆马车在雪地中缓行 车夫拉着自家少爷 前往黑白道宫参加入门仪式 前方却有人挡路经了马匹 少爷不满地拨开门帘查看 只见一个身形挺拔的男子 站在路边 哪个不长眼的快快滚开 知道小爷我是谁吗 那你是谁呢 听好了 本少就是马上脱离凡尘 免是进入黑白道宫的那门弟子 你这个梦想怕是实现不了 安心在城市待着吧 两人大为不悦 你这家伙敢对本少这样说话 你以为你是谁 告诉你也无妨 黑白道宫洞悬上人是我大伯 还一句话让你出事都过不了 那个黑白道宫马上不存在了 包括你大伯 说完原地消失不见 两人顿时惊恐地傻了眼 因为是道宫招新时间 广场站满了参加入门考核的少男少女 主管招生的长老看着眼前场景 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忽然远处天空传出沉闷的轰鸣 让他未知一阵 有人指向天空大喊 快看 天上有人 一道身影沐浴在彩色霞光之中 宛如仙人下凡 释放出的强大气息压迫的众生战略 异论说此人来者不善 可这是黑白道宫啊 简直就是前来送死 此时一道威严的声音响彻四方 引起了令天红的注意 绝世强者回首的正是神火境巅峰 半步入神洁的公主 众人纷纷跪拜在地 窃窃思雨说到这个愣头青死定了 公主再次开口 阁下可知 擅闯我踪 就是损我道工的脸面 谁能想到天红女皇 竟如此不务正业 此刻正庸懒晃动着小脚丫 心烦意乱地思念着几天没见的夫君 等她安全回家 是先让她体验自己特地从西域波斯学的采杯秘术 还是换上那让自己修修的神秘服装 忽然天荒侯带来加急密报 惊得女皇一阵手忙脚乱 陛下 六大宗门 出大事了 时光回溯 战场上 黑白公主阴沉着脸表示 阁下如此 是损我道工脸面 令天红淡淡说到你这道工都快没了 还要什么脸面 此话让对面瞬间震怒 直接祭出了最强杀招 令天红也不磨叽 挥手凝聚天地灵气 又使出内面是一般的长法 毁灭气息瞬间笼罩对方 即使他们用出全力也如同堂壁挡车 黑白公主此时才发现自己与对方有天壤之别 轰天巨响之后 方圆百里瞬间化为乌有 之前马车上赶来的主婆二人 也感知到这回天灭地的动静 惊恐的张大嘴巴刚想说点什么 瞬间就被恐怖的能量余波轰成鸡粉 望着那身不见底的掌形巨坑 令天红感叹结婚之后本尊便的仁慈 竟让这些扰乱自己和娘子幸福生活的人 死得毫无痛苦 还有四宗 今天就一起灭了吧 说完双手记出能量法决 下一秒便凭空出现四道分身 吩咐他们的选一宗 去吧 不要给我丢人 要爆出本尊的气势 说完几道身影四散而去 不多时 天龙殿 无极宗 和东殿的玄剑门 猎天剑派 几乎同一时间淹没在璀璨的烟花之中 神奉王朝六大宗门一天之内消失 仿佛世间不曾有过 望着自己的杰作 令天红略表满意 这下可以安心去黑岩城采购 然后回家交差 不知娘子会怎样犒赏我这辛苦养家的夫君 忽然好想吃娘子做的那些美无比的鸡 再也不想耽误一分一扭 采购完 赶紧回家 夫君不在身边简直度日如年 虽说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但朕只想刻刻与夫君缠绵 此事天荒侯心急火燎的前来禀报 戏和称怒有什么事让你如此势态 只见他站立的嘟囔 六六六 什么六六六 还七七七呢 快说 天荒侯吻了吻心神 禀报女皇 神奉王朝六大宗门一日内被灭 而且都是引发天地一动瞬间移为平地 西河脸色煞白 这怎么可能 是谁干的 天荒侯摇摇头 表示不知何人所为 就连我们派去的探子都没逃脱 西河花容失色 想不通何人有此恐怖实力 难道是真仙下凡 天荒侯震惊道 难道真有神仙 女皇摆摆手 好了 你退下吧 随即贪软在座塔之上 来人到底是什么目的 下一步会不会杀向奉京城 朕虽然觉醒仙界神识 但离真仙境界仍有距离 目前绝对不是其对手 难道我要和夫君共赴皇权 可若转世投胎 不知多少轮回才能再见夫君 我 我真的不想和夫君分开 而让他担惊受怕的罪魁祸首 正是他的夫君令天红 本是为了保奉京城平安 好让娘子安心生活 结果却弄巧成桌 他施法封印了恐怖修为 前来黑岩城进购黑檀木 心想真是片刻都不想离开娘子 赶紧采购完 马上回到温柔乡 忽然听到身后有打斗之声 感知出是几个低端洞玄境修士 摇摇头表示不想浪费宝贵时间 在此种江湖仇杀之中 被追杀之人忽然从他身后闪现而过 亮枪的身形是一个二十来岁的轻衣女子 看情况已身负重伤 却仍强撑着背靠大树站立着 而他手中的玉霄 让令天红瞬间来了精神 那正是万年之前 令天红离开南州时留给七弟的领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追杀之人显露了身形 表示看你还哪里跑 趁大爷们还没生气 乖乖束手就擒 否则 嘿嘿 轻衣女子此刻强撑着身形 用尽全力大喊 我与你们不共戴天 却没发现身后已现出半个身影 难道这女子 是我令家后人 千万年前 围绕着女帝穿黑丝到底丑不丑 进而引发了矿补仙魔大战 魔尊令天红最终济高一筹 将三界女帝打入轮回 转世凡间成为天凤女王 只不过她依然不服 其实魔尊的来历也令人唏嘘 大家点赞关注 听我细细讲来 万年前 她从地球穿越而来 机缘巧合下 夺射了刚刚死去的南州枫叶城 令家三公子的身体 开始场面无比混乱 反映过来的至亲喜极而泣 可面对这些陌生的亲人 她的心门始终无法敞开 为了逃避这种让她内心抗拒的亲情 令天红毅然决然败别而去 走上寻仙问岛之路 她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在绝世气运的指引下 从上古神兽体内 她得到了质保 鸿蒙本圆珠 从此境界突飞猛进 修为一日千里 区区几年时间 便她入长生境 后面更是仅用百年时间 突破至天仙 飞升上界 赫赫威名 想动九天十地 惊艳了一个时代 飞升前她还是回了令家一趟 毕竟她这一届身份 还是令家三公子 并留下一件可保令家 千秋万世气运的先气神中 当时她将这碧玉 消单独赠予了七弟 只因两人关系最为亲密 所以这女子手中之物 她绝不会认错 此刻轻易女子体力耗尽 逐渐失去抵抗之力 难道我今日真要死在这里 对面嚣张地表示 将这令家云孽出去 世上便在无南州令家 旁边猥琐地说道 兄弟几人一路追捕 消耗甚多 何不先将这小美人财补一番 只见老大面色一冷 忽然变脸表示正和我 这令凌云姿色甚是美妙 直接除了太可惜 女人满脸绝望 心中极度不甘 自己还担负振兴令家的重任 难道曾经雄霸南州的令家 真要灰飞烟灭 此刻几人正商议着应该谁先来 身后突然传来淡淡的声音 蝼蚁之辈 你们可以死了 只见一位飘逸绝尘的青年缓缓走来 因为刚刚封印禁戒 让对面感知他毫无法力修为 几人冷冷地说道 就你这种炮灰还想英雄救美 难道你也看上了这小美人 也不掂量下自己几斤几两 得罪了我们几个洞穴上人 你知道有什么后果吗 带头之人缓缓抽出背后长剑 可这小子费什么话 先将他杀了 热热身 男人身为最强魔尊 连三界女帝都撑不过三个回合 转世凡间成为了他的老婆 两人过着没羞没骚的生活 可如今这几个老六 竟然叫嚣给他点颜色看看 吼道既然你想英雄救美 那就让你们做一对鬼鸳鸯 令凌云大喊助手 你们要杀的是我 为何还滥杀无辜 要怪就怪他癞蛤蟆上公路 愣冲迷彩小吉普 说完狂笑着灰剑长过来 令天红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中 只听光的一声 轻易女子拼尽全力挡住了对面进攻 但凡还有一口气在 我也绝不能连累他人 对面被他气势所振 狼狈地退后几步 此时令凌云也耗尽掉最后心神 当场可出鲜血 公子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还请你赶快离开 不要网送性命 呦 你都自身难保 还要护着这小白脸 既然如此 大爷送你们一个痛快 身后的令天红脸色变得森冷 搭住女子肩膀 说到你先退后 既然他们急着送死 就没必要给他们时间留一眼了 刹那间 本无半分法力波动的他 突然涌出令人胆战心寒的威压 众人感到灵魂都要崩碎 内心不禁伸出叩手膜拜的冲动 只见令天红又打出了标志性的响指 对面几个洞悬上人在一股神秘力量的冲击下 瞬间没了声息 死的不能再死 目睹这难以置信的一幕 令凌云瞪大眼睛惊恐无比 这 这是什么修为 简直不是凡间的力量 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多谢前辈相救 凌云莫尺难忘 本座有些事情要问你 令爵是你什么人 他为什么无端问起这些 女子说到令爵是我万年前的先祖 我手中的碧玉笑 便是从他那里传下来的 心中疑惑令爵先祖生于万年前 这神秘青年怎么可能认识他 令天红微微点头 在他体内也能感知一丝淡薄的血脉联系 确认这轻衣女子正是自己弃帝的后裔 随即释放修为 只见一阵盛光将轻衣女子托起 他周身的伤势竟眼见得痊愈 刚刚那些人说杀了你之后 再无南州令家是什么意思 本座当年留下的太皇中 可镇压无边气韵 非先人出手 不可破 令凌云此时止不住泪流满面 前辈 整个令家 如今只剩我一人 家族上上下下数百人 全部被凌玄圣地的人 杀死了 令天红脸上顿时露出震惊的表情 五百年前 南州第一世家令家的长子令 迎娶了凌玄圣女文明月 盛大的典礼轰动了整个南州 可天有不测风云 在一次外派行动中 令红战死沙场 碰失了心爱的夫君 令如月将怨气撒在了令家一族 已是南州第一 为何还要四处扩张 你们才是害死我夫君的真正凶手 令家主当场震怒 为家族牺牲是常有的事 何时轮到女流之辈 对我令家祖训止这点点 年幼的孩子哭喊道你们都是坏人 害死我爹爹 还要欺负我娘亲 我恨你们 家主当即招呼手下 将母子二人拖出去 关押了起来 几年后 凌辱月偶然间知晓了 仙气太皇中的存在 怪不得小小令家崛起如此之快 原来是靠着仙气镇压了无边契运 作为凌玄圣主的女 同时为了报复令家 便与凌玄圣帝联合 密谋夺取仙气 最终利用儿子令妮 成功夺得太皇中 此仙气只认主于令家血脉 为了防止再被令家夺回 凌玄圣帝开始对令家一脉感进杀绝 此时他们的实力已如日中天 整个南州大地 无人敢为令家出头 最后只剩令凌玉一家苟且偷生 活到五百年后 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 凌玄圣帝的人最终还是找上门来 父母拼死掩护令凌玉逃离 我不走 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你是我令家最后的血脉 一定要活下去 替我令家报仇 向令天红叙述完这一切 女人此刻以泪流满面 令天红冷冷说道 够了 不要说了 纵使自己对令家玫瑰属感 可毕竟夺射了令三公子的身体 令凌玉发现救命恩人 突然爆出惊天杀意 威娅甚至要将她掀翻在地 眨眼间一双臂膀将她轻轻拦起 自己正以难以描述的姿势 与男人四目相对 端向着男子这绝美容颜 女人瞬间羞红了小脸 不好意思地站起了身 心中却在回味刚才那酥麻的感觉 只见令天红对她说道 世间之事 本就弱肉强食 强者为尊 既然灵玄圣地灭了令家 那就让本尊灭了他们吧 男人只是随便救了一下女人 又随便搂了一下她的腰 望着男人俊秀的脸庞 女人的芳心彻底破防 恨不得把孩子的名字都要取好 正所谓英雄救美 难道前辈她看中我的大长腿 此番场景若被她的老婆看到 绝对少不了一顿地动山摇 听到青年也是令家之人 才知晓一切都是自己一厢情愿 令天红发觉一样闪身靠前 摸着她滚烫的额头 疑惑你为何突然气血翻涌 内息紊乱 令凌云修得连连摆手 没 没事 岔开话题问到前辈在令家是何辈分 心想她如此年轻却无比强大 该不会与自己爷爷平辈 只是助言有数 令天红表示什么辈分也不重要 我家中有要事处理 且时间一场紧货 所以你马上随我去凌玄圣地报仇 令凌云脸色大变 前辈万万不可 他们已是南州三大圣地之一 如同自投罗网 令天红表示 那就让本尊直接把他们的网捅过 说完一把抓起他的手腕 他顿时又羞红了脸 招手换出飞剑 请客间两人已在天上遇见及迟 令凌云下的花枝乱颤 前辈 你这速度未免太快 人家真的受不了 早知道带一些晕车药 这还快 令天红心想若不是带你一起 本尊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赶紧搞定他们 回家陪老婆大人 快马加鞭 耗时三天 两人跨越万里 到达凌玄圣地 令凌云喘着粗气瘫软在地 曾经幻想遇见飞行 如今只想给个差别 抬头望向凌玄圣地 看到这是仇宗门 确实恢弘大气 忽然听到一声巨响 只见天降降云 金光喷涌 凌玄仙山剧烈抖动 广场上人头攒动 齐声高呼 恭喜圣主成功炼化太皇中 稳度心结 问道长生 这片大地 近千年没出过长生道人了 上一位是天龙王朝的天龙道人 如今我宗可与他们平起平坐 几年之后等他作画 放眼南州大地 我宗将是无敌的存在 报仇心切的令凌云 此事如同五雷轰顶 什么 他们居然出了长生境强者 这个男人真的不按套路出牌 在别人出关大喜之日 竟带着漂亮妹子去砸场子 恭喜圣主 问道长生 玄陵禁闭之门绿光乍现 走出一个浑身冒绿光的男人 他便是刚刚跨入长生境的玄陵圣主 境界的提升 让他从七八十岁的模样变为年轻人 千百年来 历任圣主为了炼化太皇中暴体而亡 只有他成功融合最后一丝令家血脉 让朕逆天仙气彻底认他为主 从而迈入长生境界 如今他已无敌于南州 再没必要隐瞒手中藏有仙气的秘密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 赶紧给我广发请帖 邀请众多宗门前来 本尊要开关仙大会 底下众人振臂高呼 无不热血沸腾 空中突然传来一声 林玄老 你这称霸南中的美梦 怕是不能实现了 放肆 何人擅闯我圣地 只见一对青年男女遇见飞行而来 其中那阴气冲销的男子 周身散发恐怖修为 站在那里如同天上的娇阳一般 你们在本尊出关之日前来闹事 就不怕死吗 此时一个长老站出来嚷嚷 我说怎么看着眼熟 宗主 那女子正是令家最后一个余孽 令玲 玄灵宗主轻蔑地笑着说道 原来是令家余孽 这是想不开了 刺头罗网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令玲云双目圆瞪 指着长老大声嘶喊 狗贼 就是你杀了我的父母 嘿嘿 就是本长老干的 你能怎样 想报仇你也得有那个实力 气得令玲云玉齿都快咬碎 可必须承认凭自己动玄境界 面对神火镜强人如同蝼蚁 令天红轻声对他说道 你想亲手为家人报仇吗 前辈 我怎会不想 我做梦都想 再给我二十年时间修炼 我一定要手认此人 令天红笑道你可真是个慢性子 现在你就可以动手 玄灵圣主忍不住插嘴 这位道友 本尊观你不是凡人 希望你珍惜虔诚 不要烫着浑水 本尊今日出关大戏 坐下来喝杯茶 交个朋友如何 可惜令天红完全把他当作空气 把手搭在令玲云香肩之上 就凭你 也有资格与我结交 说话间 将真气缓缓传给令玲云 让他交去为之一阵 元神内居然瞬间点燃神武 一股磅礴的气息 自胸前喷涌而出 女人一家躲避追杀多年 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 还是被仇家寻上门来 父母拼死掩护下 让他得以逃生 作为令家唯一血脉 他是要为家人报仇 恢复家族昔日荣光 而今天 仇人就站在面前 魔尊令天红施展恐怖修为 传承力量硬生生提高了他的境界 汉妮难道前辈 这股力量是 不必分心 好好感受吧 这只是本作微不足道的一点赠目 璀璨的霞光刺的众人 不能睁开双眼 灵璨圣主此时也是一脸猛的 这家伙到底什么来临 片刻之后 令凌云轻轻落地 发现自己居然达到神火境 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眼间的弟子 惊呼这女人的境界 和我们长老七平 你是神火五重 灵璨圣主彻底震惊 这种手段 他自问自己也是根本做不到 令凌云按得住 无比激动的心情 握拳跪拜 多谢前辈的传承 魔尊淡淡表示 不必多说 去做你最想做的事情 令凌云目光一礼 直接冲到凌玄长老面前 狗贼 我要娶你狗头 来寄我双亲 杀一凌云的冰寒声音 响彻整个凌玄仙山 哼 狂妄 长老阴含着脸说道 就凭你这借来的力量 也想取老夫性命 令凌云此时已不想与他废话 哼得一身化作一道流光 祭出碧玉萧宫向仇人 只见清光璀璨 法力喷雨 年轻人不讲武德 竟然偷袭老夫 长老常见出窍 化作漫天剑与应战令凌云 那些低阶修士 已看不清两人身法 只能看到自己被轰上了天 长老此时发现女人 竟有护身法盾 自己的杀招不能伤他分毫 看来老夫必须使用绝招了 说完改变握剑手法 瞬间爆发出冲天剑意 当初让你这令家云涅逃走 是本长老最大的耻辱 今日就让老夫亲手弥补这个错误 接招吧 看我的清光剑绝 手中常见凝聚出青色剑气 瞬间形成一道半月 展向令凌云 恐怖剑气冲击之下 令凌云无法招架 当场口吐鲜血 长老狂笑表示 今日就是你令家彻底绝肿之时 尘埃散去只见女人 仍然强撑在原地 悠喝 想不到你的命还挺硬 不过到此为止了 令凌云无力地坐在地上 身体的疼痛却比不过内心的悲伤 我不能为父母报仇 也不能恢复令家荣光 我也亏对了前辈的好 我和仇人的差距 真的这么大吗 阳光明媚的天气 祥和的家中 娘子卖力地颠着脚尖 收拾亮晒好的衣物 温暖的天气让她香焊淋漓 能够照顾丈夫的衣室起居 让熙和感受到平凡的幸福 忍不住抱起老公的衣裳隐熙 充分感受着爱的甜蜜 话说回来 那家伙去黑岩城进货 怎么用这么长时间 镜头一转 凌玄胜誉战场中 借着令天红刺利而突破至神火镜 可令凌云依然不是老牌 神火镜凌玄长老的对手 正当她暗自悲伤恨 自己不能为家人报仇 前辈的声音传进了脑海 凌云莫慌 闭上双目 细细感悟 只见令天红又打起标志性响指 想不通她为啥不能换个别的朋友 令凌云周伸直不住的击颤 一股可怕的意志冲击她的脑海 难道这就是石海传宫 一套强大的法掘在她脑海之中演练 神势不停地涌无她的身体 见令凌云双目紧闭认为 她已放弃抵抗 凌玄长老嚣张地表示 看在你这么时序的份上 老夫就一剑劈了你 让你少受点痛 片刻令凌云却淡淡开口 你高兴得太早了 轰的一声 无尽神光从她体内爆发而出 凌玄长老被震得亮枪后退 怎么回事 为何老夫忽然感到心惊肉跳 狗贼 你该上路了 接下来是奏乐时间 碧玉霄在令凌云手中发出悠扬的声音 画出无比浩瀚的恐怖法力 在她头顶上空凝聚出了 巨大的金色凤凰虚影 横冠虚空 至高无上 凌玄长老被吓得呆里原地 巨大威压让人们感觉灵魂都要裂开 我的天啊 令家余孽竟召唤出了上界神兽 令天红却在旁边饶有兴趣地表示 这只不过是本尊拿来炖汤的玩意儿 在下界竟也能装个茶了 此刻望着令天红那飘逸脱沉的身影 还在空中观望的凌玄圣主尼乃地说道 难道是他 杀 令凌云神威爆发 只见凤凰虚影凤鸣震天 带着二十九天的神威向对面轰了过去 想杀我 没那么容易 老夫才不会这么轻易地屈服于一个余孽 说完使出全部修为化为一柄古蕴昂然的巨剑迎头而上 可在上界神兽面前无异于遗卵击石 惊天动地的轰鸣中 凌玄长老灵魂瞬间崩碎 彻底灰飞烟灭 一切归于平静 令凌云仰天长笑 发泄出心中无穷怨气 亲人们可以安息了 凌云终于为你们报仇了 千年老怪刚要大显神威 再破三秒被封城炮灰 上级说到令凌云获得前辈传承 竟召唤出上古神兽 亲手为家人报了血神 此时一股强横无比的钢风席卷来 天地都要崩碎 赤裂光芒刺痛了双眼 来人正是圣地跨入神节的太少长老 令凌云大喊糟糕 我怎能挡住此等攻势 耳边却传来前辈的声音 无须担心 有我在 人们甚至看不清令天红如何出手 气势汹汹的太少长老 便如同空中定格一般 红炬瞬间在他脸上蔓延 庭里也敢气我令家之缘 说完挥手轻轻一指 太少长老瞬间化为一朵嘴灿烟花 这怎么可能 神节大能就这样没了 那可是我们的太少长老啊 随着令天红轻轻落地 令凌云难难道前辈 你到底什么境界 只见他装杯说到年轻人好奇心不要太重 知道了答案对你心脏不好 此时凌玄圣主脸色森寒 阁下不要太嚣张 真以为来我圣地无人能敌 区区破地而已 本座来具自如 哼哼 那就试试看 见到我凌玄圣地的底牌再说大话吧 一朝能秒杀神节 凌玄圣主心中明白自己不是这神秘青年对手 必须要请出仙气太谎中 令凌云顿绝不妙 前辈 我们要阻止他 无须担心 要的就是他的底牌 你应该荣幸成为第一个见到我凌玄圣地 仙气的外人 也是第一个尝试仙气之威的人 哦 对了 我确实知道些什么 前辈我确实听过传闻 凌玄圣地手中掌握了上领仙人的遗则 前辈务必多加小心 令天红心想竟然用自己的仙气对付自己 真是可笑至极 前辈如此风轻云淡 到底 是何方高人 此时凌玄圣主已召唤完毕 大喊为你的傲慢付出生命的代价 有请仙气登场 只见神光直插云霄 光芒笼罩万里 令人神魂俱碎的太皇中终于现出真身 底下众人激动不以全体跪拜在底 身为圣地之人 他们此刻感到无上荣光 灵玄圣主狂笑有仙气在手 仙人之下进阶楼影 仙人之上 本座也能一战 耳边却传来不合时宜的声音 你是不是耍到飞起 感觉自己已天下无敌 脚踢南山进老院 拳打北海幼儿园 我也是过来人 你的心情我懂 好了该你说了 台词都被你抢了 我还说着毛 算了你还是去死吧 看我的厉害 万年前的上古战场 伯尊击杀未来老婆天界女帝 一时间三界在无敌手 随后灭掉真仙巅峰太皇天 顺便夺得上古仙气太皇中 赠予了令家之人 以永保家族万事昌盛 哪只家族生乱 仙气辗转落入灵玄圣域 历任圣主强行使其任主君暴体身亡 轮到此任 经历非人折磨 面对挑战圣域之人 那就让你尝试下午仙气之威 哪只令天红淡淡开口 太皇中 看看本尊是谁 气势镇压天地的仙气 顿时恐惧至剧烈颤抖 瞬间失去纤维神光 在众人万分惊恶下 哈巴狗般飞向令天红 天哪 万年之后竟然再遇魔尊 想当年元主太皇天被他一招击杀 自己也差点被他打碎 此景让灵玄圣主呆若目击 我说 那好像是我的东西 看着令天红随手把玩逆天仙气 令玲云此时也震惊到不能自已 大胆 太皇中 既任我为主 为何不听我胜利 有趣啊有趣 居然想用这东西对付本座 看着仙气此时如同一块板砖 你倒是回应一下 有什么要求你跟我说 一定满足你 人多眼砸给个面子行不行 这么好的主人 你确定不回应一下吗 小钟钟 明明昨天还对人家千一百顺 关键时候缺掉链子 真是找打 太皇中不爽吐出舌头略略略 哟还给我耍脾气 信不信我灭了你的零食 不要以为我宝贝你就不敢动手 我真的要试法了 给你机会我数三下 三 二 一点五 一点四 面对威胁对面却献出嘲弄表情 围观众人也尴尬到脚趾口底 硬的不行 那来软的 亲爱的小钟钟 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都忘了吗 你我形影不离 度过多少美好时光 连睡觉都要相拥而眠 我们共有的喜乐 时时刻刻 点点滴滴 最终这一切身后羁绊 化为灵血契约将我们紧紧相连 小钟钟告诉我 你真的能放弃我们之间珍贵的情 深情告白终于奏效 太皇中瞬间泪奔不顾一切 飞向了友情人 我就知道 你终不负我 一人一忠及其狗血马上激情相拥 还不给本座滚回来 被魔尊一个想只唤醒内心深深恐惧 不心中猛然甩了灵玄圣主一个大逼兜 让这个深情之人扑了个空 看着心爱宝贝那甜狗一样 圣主心中的怨恨能瞬间填满太平洋 难道魔尊忘了家中美丽的娘子 面对西河无边的思念 魔尊却在外面浪到眉边 请大家在评论区打上斗头 以事比事 上集说到灵玄圣主面对太皇中的背叛 心中的怨恨达到极限 我得不到的 别人休想不到 说话间掐指面动法绝 既然不听本主的话 那我现在就面临临时 让你这个赤裂爬外的破终神行俱命 太皇中吓得一阵哆怂 瞬间扑到令天红怀中 瞧你这个怂样 令天红取笑道 说完灰指轻轻一弹 咔的一声 灵玄圣主与太皇中的灵血契约被硬生生斩断 灵玄圣主顿时受到力量反噬 震得口吐鲜血 惊恐地看向令天红 对面竟然能无视天地龟子 哈 到底是什么境界 你们不是想见识一下这玩意儿的威力吗 本作就让你们临死前 体验一把他的威能 在魔尊的催动下 太皇中急促膨胀变大 眨眼间便恢复到万年前纤威 蔑视威压让在场所有人的脸上 露出无助与绝望的表情 令令云惊恐万分 难道这就是前辈的真实实力 却被令天红一把拉到身后 站在这里不要乱动 太皇中听令 这 仙气之威经令天红之手完全爆发 恐怖强横的气息瞬间弥漫整个圣地 只见威额庞大的仙山在扭曲的虚空中崩塌 宗门所有长老和弟子 包括刚刚经历出关大喜 也心勃勃是要称霸南州的圣主 仿佛世间不曾有过 此时空中漂浮的巨石上 魔尊轻声说道别怕 一切都结束了 本在瑟瑟发抖的令令云 瞬间瞪大了双眼 面前景象让他改去做梦一般 前辈 灵 灵玄圣地呢 令天红装备说道 到处都是 谁知令令云外的一声大哭 我顺理想干嘛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怎样呢 前辈对不起 想到五百年的灭族之仇 今日终于得报 晚辈没忍住 失礼了 令天红心想我又何尝不是为令家复仇 随即挥手召唤太皇中 向令令云说道 既然你是令家为一后人 这仙气便由你继承 低血便可使其认住 记住 实力未到长生境之前 千万不可将他暴露 以免招来祸端 女人身体不受控制地浮于半空 只见一道金光袭来 太皇中瞬间没入他的身体 就在刚刚 听闻令天红要把太皇中赠予自己 令云推托以自己的境界 不配拥有此等仙气 前辈也是令家之人 仙气在你手中才会发挥最大威力 令天红傲娇说到本尊眼中 这就是个毫无用处的玩意儿 你本身天赋提高 加以太皇中辅助 定会有逆天修炼速度 凌云惊喜倒是真的吗前辈 没错 振兴令家的任务交给你了 现在你取下一滴精血 与太皇中灵血相通 因为纯正的令家血脉和魔尊的法力加持 太皇中此刻成为凌云的本命法宝 从此可随心所欲将这件仙气驾驭 万年前令天红担心后人 以仗仙气之威为祸世间 所以封印了仙气绝大威能 此时解开了他的封印 必能保凌云周全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把这个给你 这是空间戒指 里面资源你可随意使用 以助你振兴令家 刚刚灭临玄圣地之时 令天红暗中出手将其万年底蕴 全部搜刮 一部分给凌云 剩下的带回去送给那个什么神凤女皇 让她提升修卫衣保送京城稳定 方可让我与娘子安安稳稳过幸福生活 待到百年后 再祝娘子功行圆满 我夫妻二人携手飞升上界再度良缘 好了 诸事已毙 魔尊挥手说到我走了 没给凌云说话的机会 便消失在虚空之中 前辈 凌云望着魔尊消失的方向 感觉心儿都要被抽空 尼南若是有幸还能遇到前辈 我一定 随后也离开向令城方向飞去 二人离开没多久 废墟上又现出两个身影 其中锦衣华服的青年 疑惑说此处便是凌玄圣地 这是遭受了何等浩解 身后老者震惊道 这 竟有仙气的气息 看来这南州第一圣地是被仙气锁灭 闻言青年呼吸瞬间急促 此等天辟之地怎会有仙气现实 清老 我一定要得到他 老者紧张说到仙气之威 老奴也未必能挡住 为了公子安全 暂时不要多事 青年叹气说到也罢 带访回中州 央求父亲派出高手再随我回来寻此仙气 随即嘴角献出冷笑 白云 被本公子看上 跑不掉的 令城距离灵璇圣地并不远 令家祖宅杂草丛生破败不堪 凌云无限伤党 跨入令氏宗祠 回想当年南州令家何等风光 如今却变成这般一样 整理七零八落的牌位 不小心触动机关弹出暗格 里面装有一幅画卷 凌云心中好奇 小心意将它展开 瞬间被画中之人震惊 画中轻一飘逸的男子 居然与他分别不久的前辈一模一样 小子提携令三公子令先尊徒 难道前辈是 可这是万年之前了 不行 我一定要找前辈问清此事 随着灵璇圣地的覆灭 消息瞬间传遍南州 老年女子广场天团下的紧急紧散 城中饭馆也宣布紧急避餐 皇宫内正在给老公写情书的西河 闻此消息勃然大怒 灭六宗和灵璇圣地的想必是同一人 哈 到底有何目的 属下禅微禀报虽广派派人手探查 可未寻到任何线索 西河下定决心必须尽快提升实力 否则如何保护我的夫君 必须以最短时间问到长生 带到百年邪夫君一同飞升 奉经城门 派来保护令天红的神凤卫高手 此刻如坐针毡 我说 你们找到令公子没 没有 你呢 我若找到了还问你俩 天呐 我们竟然跟丢一个普通人 可听说这是女皇下的秘址 我们 估计会被满门抄斩了 莫荒 我有办法 哈哈有办法不早说 快说 我们三个焚香祷告求变诸天神明 已敢动上仓给我们指引 来 跟我一起祷告 我说就凭你的九年义务教育 落网之余能有啥好主意 你俩先住手 那人好生眼熟 看到令天红的出现 三人好似中了五百万 令公子 等等我们 可想死你了 见三个老六欢天喜地进入车中 摩尊抱拳让各位好汉担心了 小明出城进货耽误了几天 几个老六连连摆手 先生没事就好 否则我们小命难保 令天红自怀中摸索 说到我在路上顺手采购了些丹药 送于几位就当陪不是了 三人哪知这随手之赠 也是百年难遇的灵丹 令公子告辞 车辆继续前行 而前进的方向 正是那天奉皇宫 令天红嘴角青阳 手中光芒乍现 正是另一枚空间戒指 随手扔向了皇宫身处 神封女皇 本尊将这灵玄圣地的笔蕴赠于你 希望你别再让本尊当清洁工 速速强大以保护我和娘子 皇宫御书房 肌肤银白如玉的丽人 正是闭关修炼的西河 只见他面色森冷盘坐于凤床 一刻不停运转着前世的功法 修长妙慢的身形散发出璀璨神灰 将他衬托得愈发超盘扑速 却听喷的一声 一个东西 破窗而入 两人绝对是地表最强夫妻 最擅长的技能就是狂撒狗粮 可面对思念多时的娘子 魔尊却暗中偷袭将她奏成这个样子 一个不明飞行物破空而来 郑仲兮和那银白光滑的额头 顿时将她砸了个人仰马翻 出出可怜的模样令人心疼不已 只见可怕的气势 瞬间从她体内爆发 额头顶着包包怒吼是谁 竟敢抠袭朕 搜查一番左右空无一人 她立即放开神识探查 可恶的家伙 看你哪里跑 朕一定不会放过你 可神识搜寻皇宫各个角落 也没有任何蛛丝满进 朕刚刚提升不少功力居然还能被抠袭 到底是何方神圣 此时注意力又转回额头 朕真的是好疼啊 含着泪花的眼角 却瞥见面前多了一物 难道这就是那暗器 这不是空间戒指吗 熙和好奇施法解开气风印 哼的一声 空间之门弹出 她慢慢进入其中 呈现在眼前的 竟是多到无法顾良的修炼资源 熙和绝美的脸庞瞬间充满震撼 这些资源 居然比整个神凤王朝的还要多 而且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 这到底是谁送给朕的 既然给了 朕就欣然接受 可你为何不光明正大而来 非要乱扔砸朕 难道你有社恐 想完熙和施法封闭戒指空间 有了这些不仅能帮我更快提升修为 朕甚至可以培养出一批超级嫡系部队 此时门外响起敲门之声 原来是神凤统领有事禀报 熙和将戒指戴好 整理了一下仪表 取了外套屁于相间 大统领有何事 报陛下 令公子回来了 闻言熙和一阵惊喜 师生喊道夫君终于回家了 而后发现表现有失女皇威仪 干咳了两声 好了朕知道了 你去忙吧 臭夫君 丢下人家那么多天才想起回家 好久没有给我做脚底板按摩了 不久之后 一身火红短裙露出修长眉腿 如小鸟一般灵动的火红公主出现 满脸微笑说道姐姐 听说姐夫回来了 那个灭六宗的神秘强者 让你整天忧心忡忡 今天终于看到你的笑容 你姐夫回来 晚上姐姐就不能留在宫中陪你了 可我怎么看你这么高兴 不靠谱的男人偷袭揍了自己老婆 此刻竟叫嚣要为老婆出头 并亲切问候了自己三代家属 本集是狗粮加强版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西河问到你姐夫回来 晚上姐姐就不能留在宫中陪你了 你高兴什么 只要姐姐开心 凤儿就高兴 这些日子姐姐因为六宗和灵玄圣地 突然覆灭忧心忡忡 我怎么劝你都没用 可姐夫一回来你马上神采飞扬 看来还是姐夫好用 好了别调皮了 你在宫里要好好修炼 若今年不能突破名神 姐姐可要惩罚你了 凤儿嘟囔姐姐 那好难啊 当场被夕月赏了一个爆炒例子 哪里难了 以你的天赋如果不偷懒早就突破了 快点修炼 我回家找你姐夫了 姐姐你就这么急嘛 连正门都来不及走 平平无奇的姐夫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连我都要嫉妒她了 令天红先去了木雕小店抓紧将户物安顿 随后差点将牛车赶飞迫不及待赶回家中 想着能马上见到西河心情格外舒畅 娘子 微夫回来了 随着院门打开 伴随着乡中美丽的身影 搜的一声扑面而来 夫君你终于回来了 是的 回来了 娘子在家一切可好 西河撅起小嘴没有你在身边一点都不好 猛地瞥见西河头上包包 魔尊脸色一变瞬间皱起眉头 娘子你额头怎么了 谁伤了你 是哪个贤命长的家伙敢打伤我的娘子 不干掉他我势不为人 不知道是谁不小心向我扔了一个石子 夫君 算了 看到他为自己生气的模样 西河幸福感笼罩全身 夫君风尘仆仆先去沐浴更衣 我们再吃晚饭 魔尊坏笑道洗澡可以 不过我一路劳累 需要娘子帮我擦擦背 惬意地泡在水中 魔尊呼唤娘子快来给为父按摩 只见屏风后多了一个若隐若现的美丽身影 蒸腾的热气飘向院中 太阳和月亮这次达成共识 互不打扰各自安心观看 屋中西河趁怒都洗秃鲁皮了 你还有完没完 是吗 很晚了吗 要不再洗一遍 此时的西河小兔一般满脸娇羞 让人怎么也联想不到 他曾是三界最高女帝 如今的神凤女皇 此刻只感觉依偎在夫君身边 有前所未有的幸福 哈 真是我的命中克星 令天红也敢凯门和娘子相遇相爱 是他最大的幸运 胜过他作为魔尊近万年所拥有的全部 走吧娘子我们去吃饭 还吃什么吃 晚饭都变成早饭了 如花似玉的娘子竟被外人看重强制提亲 这要是让他老公魔尊知晓 娘子如娇似妻 非要娘子给他擦背贡语 西河趁怒都洗秃鲁皮了 你还有完没完 好吧娘子 就这样吧 我们一起共进晚饭 玩你个头啊 天都亮了那叫去吃早餐 望着狼吞虎咽的夫君 西河幸福满满 白张开嘴尝尝我做的红烧肉 美得令天红筷子都咬掉半截 好幸福 好甜蜜 我要尽情摇摆 西河手脱香塞感慨 夫君回来了 真好 天亮令天红告别娘子前去木雕小店 牧送夫君迈着老六的步伐离开 西河悄悄关上了门 小路一般轻盈静止跑向后院 东将希望之后确定没人发现 挥手换出法阵 将其置于脚下 只见一道凤凰虚影瞬间划破天际 直朝内天凤皇宫而去 御书房内 龙阁老有事前来禀报 放下手中之笔 西河询问阁老你有何事 天龙王朝的三皇子作为特使前来待见 陛下您 是否召见 天龙王朝 西河秀眉微醋 这天龙王朝是南州第一大势力 可与我神凤国一向井水不犯河水 听说这三皇子天资卓越身受天龙道人宠爱 他为何自甘为史前来 随即问道他来所为何事 作为女皇亲信 龙阁老知晓女皇暗中已有丈夫 禅微微说道 他前来向陛下提亲 不出所料西河气息瞬间森寒 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提亲 他也配 强大威亚让阁老扑通跪倒在地 陛下请息怒 天龙王朝我们神凤国万万得罪不起 那三皇子也深得天龙道人争传 此时已如日中天 西河冷笑 心想这世间除了自己丈夫 谁敢玷污他的圣威 可强硬拒绝怕是要出大事 眉头微皱表示 朕心中有数格老不必担心 可老头毫无眼色咬咬牙继续说道 三皇子此行 还带了两名神火镜巅峰强者 对于提亲之事 看来是志在必得 穿着老公刚送的鞋子 西河悠悠开口 格老你到底想说什么 说出来让朕听听 作为前世三界女帝 这世间除了自己的夫君 还有谁能玷污他的圣威 可面对强者的提亲 竟有人让他背叛自己夫君 龙格老提议陛下 明干脆委屈求全 以免招来灭朝之灾 况且攀上天龙王朝这棵大树 西河震怒按照格老的意思 是要将朕的夫君置于何地 陛下那丈夫乃区区平民 知道他存在的人本不多 西河面色阴寒 说呀 继续说 陛下日理万机压力甚大 找个平民体验下生活无可厚非 老臣的意思是将他悄悄处理 将陛下已成婚的消息隐瞒 以避免激怒天龙王朝 西河瞬间在龙椅消失 只见灵力的掌风袭来 龙格老当即发出一声惨叫 西河深知他确实在为神凤王朝着想 不然以自己极度护肤的性格 直接将他九足净面 冷冷说道念你为真效力多年 今日饶你一命只费你修为 你告老还乡去罢 龙格老惊恐万分叩谢不杀之恩 此刻他才明白那平民丈夫在女皇心中 是多么重要 西河下定决心 即使拼掉自己性命 我也绝不会离开复权 就算是天龙王朝阵也无惧 来人引路 去见见那天龙使者 奉来殿中 两名实力恐怖的老者 簇拥着神色冷傲的青年 红发老者哼道这女皇 简直不识抬举 竟让陛下再次等候多时 青年邪妹一笑暂且让他骄横几日 等迎娶之后我再好生调教他 想本皇子以天赋一笔 哪知这神凤女皇天资更是惊人 实属万年难遇怎能道铁天物 白发老者傲然到此次联姻时 老祖清许 让他神凤王朝也不敢武力 那还用说 千年前三大王朝并立南州 而现在我天龙称霸 玄武四之 这神凤早已不知一体 不过与凝王一战神凤女皇 展现惊人天赋 惊动了我天龙老祖特许这门联姻 否则 就他也配 说话奸细和现身殿中面色阴寒 心飘飘开口 不知几位贵客前来所为何事 三皇子心中不爽 看元房之时你还如何傲娇 开口说道既然女皇快言快语 那我也直说 本皇子特来向女皇提亲 你我两国地结勇士之好 细和淡淡说道与贵国联姻自然可以 我皇室公主众多三皇子 看中谁就选择吧 青年心中赞叹这女皇 果然人间角色看得自己心中发芽 傲娇说道放言整个神凤潮 也只有女皇你能配得上短皇子 细和正眼都懒得看她 正配你自然绰绰有余 不过你配得上真吗 放肆 我也不会背叛她屈服于其他强者 何况西河已越来越多 觉醒前世女帝的神识 大家评论区来一朵玫瑰花来为西河注意 就凭你 也配向我提亲 你居然说本皇子配不上 西河急着回家 与夫君轻轻懒地在与他废话 瞬间爆发出璀璨光辉淹没整个大殿 头顶竟现出一条傲视天地的五爪金龙 巨大威压让对面三人肝胆欲裂 三皇子此时双腿发软惊恐万分 使出全力稳住自己心神 最后还是没撑住扑通跪倒在地 西河手托相塞淡淡说道 就你这废物样子也想配阵 三皇子愤怒到了极点 你居然说本皇子是废物 你神封王朝难道想要灭国 西河不屑说道难道你认为自己挺强 那阵就给你一个机会 你出手吧 生平第一次受到此等羞辱 三皇子不顾一切直接出手 恐怖杀一顿时笼罩整个大殿 这可是你自找的 受死吧 西河淡淡伸出玉水 只听他的一声 便协助三皇子做出了 三万六千度自由转体的高难度动作 只不过落地姿势略显失败 砰的一声 把大殿柱子差点撞碎 看清自己有多废物了吗 想要取阵 到底是谁给你的自信 为何这神封女皇如此强大 难道今天真要颜面尽尸 我猜不是废物 只见他狂发乱舞仰天长笑 一股极度邪恶的暗黑气息从体内浮缩 不好 殿下被刺激了 居然不顾后果解开那股力量 赶快拦住殿下 两名老者七七出手 将三皇子即将爆发的暗黑气息硬生生地压了下去 西河眉头微皱 这是令他万分厌恶的魔戒气息 难道天龙王朝与魔戒有联系 想起自己前世被魔尊击杀的屈辱经历 凡是和魔戒有关的家伙 统统不留 三皇子您太冲动了 若是刚才解开那封印 您必死无疑啊 长老提醒的是 本皇子被气坤头了 红发老者转身怒吼神奉女皇 你太放肆了 真当我天龙王朝无人吗 西河怒道阵只是让他认清现实 既然他秀为低劣不堪 披头散发丑陋如狗 震气会下架此等废物 叫他不要再痴心妄想了 看着身心俱被女人摧毁 变成一滩烂泥的皇子 长老从袖中摸索 天龙老族法指在此 神奉女皇跪地皆知 哼 在南州大地 天龙老族的法指就是天 一切可由不得你小小神奉女皇 掏心窝子的奖 大家超喜欢看着两口子秀恩爱 单身狗请扣衣 不要不好意思 如果你们不说 那我也不说 书接上集 西河跪为前世三界女帝 如今天奉女皇 对面老头竟让他下跪皆知 并叫嚣在这南州大地 天龙老族就是天 西河淡淡说道让朕下跪 休想 老者吼道黑 我这暴脾气 这还由得了你小小神奉女皇 说完将法指打开 瞬间一尊气势磅礴的天龙轰鸣而出 蕴含着天龙道人无上神威 向西河压迫而来 他们三人被这威压锁破颤抖着贵妇在地 西河冷笑区区长生道人 别想压制觉醒前世女帝神识的阵 想这九天十地 谁敢让朕贵妇 头顶瞬间显化出无上金龙 将天龙道人的威压声声抵挡 三人见此景无比震惊 什么 他的境界 绝非神火境 陛下 地上梁 咱站起来说话 别让屏幕前这些家伙看笑话 红发老者将法指收入袖中 神凤女皇 你竟敢忤逆天龙道人法指 带我等回去饼一切 你神凤王朝准备承受天龙道人怒火吧 说完三人便消失在虚空 西河此时稍稍松懈 柳眉微皱难难道 又要开战了 随即返回御书房 召唤心腹天荒兄妹前来 取出神秘人赠的戒指说道爱卿 这个给你 丢的甩了过去 正中天荒吼脑门 估计西河想让别人也体验一把脑门被砸的感觉 你俩用里面的资源 给阵炼出一支十万人的修者队伍 我说陛下 别说修者 请十万粉丝我们钱也不够啊 现在出场费好贵的 妹妹却看出戒指绝不普通 神识探查里面竟有无穷资源 早上精心化的妆都被震惊地花掉 陛下 你从哪里找来这天亮的资源 西河傲娇我说是我头上一个包换来的 你们信吗 信 我信 陛下说什么我都信 很好 那队伍的名字就叫 天策军团 说完又甩出岸前侍女帝记忆写出的上古兵法 让这些助你们操练 天荒侯此时已崇拜到五体头地 心想陛下年仅二十六 不但修为逆天还从小如此精神兵法 这份天资只能用旷古绝经来形容 西河迈不说道别急 还有吗 你们按照古卷上的指示 在我奉金城中 布下一座精神阵 什么 那可是上古传说中可诸仙灭魔的大阵 西河笑道别一惊一乍 速速去办吧 天荒侯爆发护斑表示陛下你就放心吧 望着他们背影 西河傲娇地插起小蓝腰 等精神阵一成 哪怕长生竟杀来阵也有信心与他一战 事情终于办完了 赶紧回家给我老公做饭饭 穿着老公给买的可爱凉拖 西河傲娇斩着小蓝腰 刚刚打退插足向自己求亲的第三者 心情无比舒畅 回家去找老公亲亲 等自己问到长生 便向夫君摊牌身份 到时候他会是什么表情呢 此刻他却不知另一场危机又悄悄来临 城中出现一个千尘不染的白衣仙子 正是中州上古圣地记下学宫的圣女白云 被一心想要霸占自己的极道先公军无邪 追赶之阵鸟不拉屎的南州 内军无邪 正是令天红灭掉灵玄圣地 与灵云分手之后 匆匆赶来扑了个空的锦衣青年 白云称怒想我堂堂记下学宫 万年前威震整个玄天域 由赫赫有名的令仙尊所创 后来随着令仙尊的不知所踪 历经沧海变迁 学宫急速衰败 以至于自己也被迫逃亡 正愤愤不平 白云突然和一个老六状的满怀 刚要开口怒骂却愣在原地 这人 怎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而且这感觉十分强烈 而那老六正是美滋滋赶着 回家抱老婆的令天红 白云转身挥手到阁下紧留步 令天红疑惑到姑娘可是在叫我 真的感觉好熟悉 可是一时间却无法想起 白云死死打量令天红 脑海里不停搜寻记忆 不断靠近甚至让旁人 以为两人马上亲亲 我说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本尊这一点点帅气的神言 又要招风影蝶 令天红装碑说到这位姑娘 本人已有娘子 所以 请不要打我的主意 白云反应过来脸蛋一虎 嘿你个大头鬼 谁 谁要打你主意啊 你我本素不相识 你却用这重度花痴的模样 死命盯着我看 不是打我主意又是什么 我 那个 我刚才的样子真的很花痴吗 我的轻木者可是多到 从山顶排到山脚下 必须糊弄过去 不然有损我圣女之名 随即轻轻嗓子请问阁下贵心 你还说对我没意思 都主动到问我的名字 实话告诉你 我真的深爱我家娘子 姑娘你 放弃吧 再说一会儿让娘子看到误会我们 醋坛子打干了 那我可就惨了 看着眼前自己被自己吓傻的男人 白云心想这家伙取了何等威猛的母狼 我发誓 真没别的意思 只想问你姓什么 令天红轻输一口气 在下姓令 你知道了吧 没事的话我走了 哦 你姓令 什么 令仙尊的令吗 白云呆立当场 终于知道熟悉感来自何方 女人作为身材哇塞且酷爱黑丝 敢于单挑魔尊的三界女帝 如今转世成为神凤女皇 掌管着天凤国一切生杀大权 却心甘情愿扮成小女人 悉心照料夫君生活起居 体验着之前不曾有过的甜蜜生活 可谁能想到此时在她眼皮底下 老公正被别的女人强行暗地摩擦 上集说到圣女白云终于想起 自己曾有幸见过开山祖师令仙尊的丹青徒 那仙尘飘逸的绝世容颜 与眼前老六不差分毫 一致不住激动之心 白云翻身上马按住男人脸庞 感叹这也未免太想 光片化日围观群众疑惑这姑娘 是不是过于开放 令天红彻底蒙圈 想不到身为摩尊敬也被欺负成这样 背靠墙面刚缓过神来 哪知又被对面强行壁咚 只好楚楚可怜表示姑娘请放过在下 我的身子只属于我家娘子 白云反应过来方才动作过于暧昧 可此时已顾不了那么多 主要是她也太像祖师爷 难道是她老人家闲得无聊下界玩耍 若是真的 那我记下学功翻身有望 先来试探她一下 小鹿一般优雅转身 毕恭毕敬拜向令天红 正色说道白云拜见令天尊敬师 令天红一个机灵 此时才知晓女人的来意 想不到逛个街还被认出真身 当初怕在中州遇到熟人 下界之时才特意选这鸟不拉屎的南州 可这万里之外的中州记下圣女 为何在此出现 权衡一番还是不能暴露身份 否则必定干扰与娘子的幸福生活 我说姑娘 你认错人了 在下只是一个平凡木雕一员 怎会是你那个什么祖师 令天红演技炸裂一时无法绷住 继续说道我和她真的很像吗 好羡慕她有这么销魂的美人作为后辈 白云铁嘴我真是脑子抽了精 居然认为这轻薄家伙是令先尊 令天红深深懒腰 既然是姑娘认错人 那在下告辞了 我那宝贝娘子在家等我吃饭吗 望着令天红背影 白云还是不幸有如此巧合之事 以先尊实力想要伪装凡人轻而易举 反正这段时间要留在此地 那就暂且在她身边观察一阵 如同狗皮膏药一般的身法 自然逃不脱令天红眼睛 姑娘我说了你认错人 你为何还紧跟我不放 白云嬉笑请问令兄买下了这条街吗 令天红一时雨色尽无言以对 本姑娘只是恰巧与你顺路而已 白云心想 嘻嘻 你这家伙别想跑掉 就是把魔尊打死 她也不敢相信两只母老虎 竟能相安无事 一头是美丽动人的娘子西河 另一头是清新脱俗的圣女白云 上集说到白云认定令天红 必与祖师令仙尊有关联 如狗皮膏药一般紧跟不放 你又没买下这条街 再说我与你只是碰巧顺路而已 有什么问题吗 灵力的小嘴让令天红无言以对 心生一记吼到那边有春款女装打折 白云果然转头问到在哪里在哪 回过神来眼前老六已不见踪影 这个家伙 怎么知道我看到漂亮衣服就走不动路 还想把我甩掉 我不会放过你的 天色已是傍晚 令天红风风火火赶回家中 回头观望已将女人甩掉 心中得意小样还想跟踪本尊 随即亲扣大门 娘子 为夫回来了 随着院门打开 你等候许久的娘子迎了出来 娘子啊 人家想你一整天了 我要亲亲 却发觉娘子表情不太对劲 夫君啊 这位姑娘是谁呢 白云竞出现在令天红身后 令天红转头问娘子在说什么 我了的擦 他是怎么跟来的 一时间空气仿佛凝固一般 白云人处无害微笑道 人家不小心就跟过来 公子不会介意吧 令天红下意识地白手说道没事没事 竟忘了身后正在冷笑的西河 夫君 你能明明白白地说清楚 你俩之间的关系吗 凶险之敬令天红只能绝地求生 细经附体轻叹 难道娘子不相信为夫人品 为夫心中只有一个位置 直至海枯石烂 也只能装下娘子一人 深情告白瞬间让西河破防 可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娘子为夫风平如何 街坊都说你为人亲切乐于助人了 所以啊 这位姑娘大概是看我面膳 过来寻求帮助的吧 白云顿时接话 没错 小女子出道凤京城 想在附近租一间房子赞住 方才唐突打扰两位了 我见夫人家里很大 可否疼一间客房租给我 令天红装插接话 原来姑娘想租房子 却收到西河醋意满满的警惕眼光 反应过来表示不租不租 姑娘赶紧走吧 白云可怜巴巴收到钱不是问题 二位请再考虑一下 说话间故意调出一个金元宝 令天红正要拒绝一双玉手捂住她的嘴巴 西河笑盈盈表示天色已晚 外面危险姑娘就住下吧 心想这姑娘绝不简单 正好留下摸清楚她的目的 她们本是外人眼中恩爱的夫妻 却因一个年轻姑娘的出现 让娘子隐隐察觉婚姻要出现危机 西河假意看中女人手中诸惊 实则暗中试探她是否对自己夫君不怀好意 想不到姑娘不仅美丽 夫手还如此大方 我马上为你收拾一间客房 令天红彻底无语 娘子你这是为何 家中多个外人我俩以后如何清新 夫君怕什么 家中空房那么多隔音也不错 不会有影响的 白云心中大喜想不到会如此顺利 说到多谢夫人体谅 也谢谢令公子了 令天红一脸无语只能表示没事 没事 两人对话顿时引来西河不爽 重重地哼了一声 凭自己超强的第六感 察觉这女人不仅长相勾人心魄 修为也隐藏得很深 暂且让你住下 如对我夫君有不轨目的 郑觉不会心刺手软 白云此刻暗喜在弄清楚令公子 到底是不是祖师爷之前 我是不会放弃的 时间一晃三个月后 小店中白云假意参观令天红目雕首 实则观察她的一举一动 被令天红识破表示 我真不是你那狗屁祖师爷 公子你想多了 我只是作为顾客前来照顾你的圣子 行啊 那你倒是买点什么呀 如果不买的话就别打扰我赚钱养家 白云说到那还不简单 本姑娘看中了这一件 令天红装作见钱眼开 好啊等我给你打包 心中暗想这女人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放弃 而白云此刻也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认错了人 没想到娘子正在暗中观望两人动静 女人过分轻易地表现让她极度不爽 醋意大发差点拆了身边墙面 咔咔之声让白云疑惑着什么声音 难道是哪家店铺正在装修拆墙 西河表面在私塾教小朋友读书 其实是为方便自己往返皇宫 而不被夫君发现异常 可她天天往夫君店里跑可如何是好 赶紧回宫找人帮朕想想对策 御书房内 天荒兄妹汇报着天策军与精神阵的进展 西河表示这样朕就有信心应对 马上到来的天龙王朝兴师问罪 可这眼前的烦恼却如何处理 天荒兄妹察觉有意 慌忙问到陛下所仇何事 确实有些烦恼 你们可愿为朕解剖 两人正色说道臣等愿为陛下干脑不敌 只见平时威严无比的女皇此刻受其媳妇一般 天荒你以男人的角度告诉 我作为女人如何才能让男人更加迷恋 此话一出两人仿佛见鬼一般 陛下 您这是怎么了 她本是尊贵的三界女帝 却为了满足老公特殊喜好 须尊将自己扮成这个样子 自打白云出现并整天缠着自己夫君 西河知道令天红不会有一心 可心中一直不爽却又无从下手 心想正好趁夫君生日给她一个惊喜 将她的心牢牢抓住 随即询问天荒以男人的角度来说 女人如何能够讨男人欢心 天荒这个老六回答 陛下臣一点也不懂 女色在陈的眼中就好比粪土一般 面对直男哥哥天鱼瞬间泪奔 心想说的是个啥呀 你赶紧闭嘴吧 西河也无语道天鱼啊 你哥哥这样不怕你富家绝后吗 天鱼尴尴尬表示家父家母 也一直在想办法 西河倾笑算了 还是问同伟女人的你吧 什么 陛下问我吗 傅天鱼一脸蓝色 回答陈自幼带兵行军打仗 只知道那些臭男人不打不听话 西河假装称怒不行 你今天必须帮朕想个办法 只见天鱼脑中CPU都要干烧 竟真的想到一点 说到有了 快给朕细细讲来 历代仙王都爱看舞及起舞 也许男人们都喜欢看女人跳舞吗 跳舞吗 西河陷入沉思 心中瞬间有了主意 玉手一拍桌子 将宫中最好的舞女招来 立刻 马上 兄妹二人如释重负 心想战场厮杀都没这么复杂 搜得一声两人不见踪影 西河心想不管多难为情 也要送给夫君一件难忘的生日礼物 美妙的舞曲 想不到平时威严无比的女皇 竟也有如此一面 陛下她天资聪颖学什么都快 只是两人大为不解 难道爱情真的让人如此着迷吗 家门外 令天红老六一般插腰狂笑 心想本尊的绝顶封印 终于瞒过了白鱼那个丫头 让她彻底放弃如今整日在屋中闭关修炼 身后没有了狗皮膏药 一个字 爽 大喊娘子我回来了 却迟迟不见回忆 心中略感不妙 难道两人因为鸡毛蒜皮炒了起来 糟了 娘子一个弱女子怎么会打得过她 越想越怕猛地推开了门 只见一个身材曼妙美貌绝伦的身影映入眼里 这是我的娘子吗 你这是要干嘛 西河青纱遮面羞答答说道 我想用一支舞蹈为夫君的生日助兴 夫君可喜欢 令天红眼前一亮 不由笑到我的娘子竟还会跳舞 你就说喜不喜欢 喜欢 怎么可能不喜欢 那就请夫君为我伴奏 好嘞 让夫人见识下我的吹拉绝火 音乐 走起 西河不禁被这老六逗笑 想我堂堂三介女帝 居然会为了一个男人做这种事情 不过我的心中 却甚是欢喜 好了 那让我们开始吧 女人究竟看到了什么 让她面红耳赤小脸滚烫 心脏砰砰直跳 娘子精心为夫君准备了一支舞蹈 作为生日礼物 并修怯表示视频点赞 越多我跳得越好 随着令天红的鼓琴弹奏 刹那间仙音响起 让人如痴如醉 漫天的花瓣飞舞加上鸟环绕 那起舞的仙子 美到令人陶醉 如梦似幻 连见多世广的国尊 也彻底为娘子惊艳的舞姿倾倒 感叹得妻如此 福福何求啊 而此时正在屋中修炼的白云 也被这美妙的琴声吸引 这琴声 好像从那边传过来的 瞬间白云被眼前场景震撼 想不到这令家娘子 舞姿竟这般曼妙 自己作为万人追捧的圣女 都不由极度起那绝美容颜 看着这对夫妻情色和明 两心相弃 白云内心无限向往 这便是平凡的幸福吗 此生 我也会拥有吗 一曲仙舞现完 秦英也落下帷幕 清风缓缓吹过 仙子面纱轻轻滑落 再次惊艳了魔尊 让她如呆头为一般定主 契合步步声连轻扭郊区 夫君 我的舞姿你可喜欢 令天红毫不吝啬表达了无上赞美 娘子胜过那天上的仙子 为夫今日 可算大饱眼福 心想本尊万年前曾潜入仙界 得亏那仙人其舞也不过如此 契合娇孝夫君喜欢 那我以后长跳给你看 情道深处两人忘情地表达阿姨 令天红说到娘子 我们该努力一下要个娃娃了 不然我怕那些观众老六取笑于我 坏人 又想欺负人家 发现娘子默许 令天红抓住她的柔宜 必把抱起娘子拼命向屋中狂奔 哄得一声关门差点把门板拍烂 之后大家都不感兴趣 我勉为其难替你们看了 白云刚刚静下心来 地震一般的动静将她掀翻 这两口子真不靠谱 你们大白天的吵什么 可这声音好像哪里不对 看地上也一片狼藉 随着想动突然静止 以及像屋内春光随意一瞥 女老六瞬间修得活都要飞起 对不起两位 我 我什么都没看见 什么都没听见 风日有些凉 我替你们关窗户 我的天哪 我白云今天是做了什么孽啊 上集说到夫妻二人闲得发慌 准备生个娃娃用来解闷 可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 由于西河打伤天龙王朝皇子 甚至还无视天龙道人法旨 那天龙王朝大军终于压静静而来 虽然只有三十万大军 但全部是由修者组成 其战力可谓恐怖如斯 神凤王朝边赛虎劳关 是一手南宫的军事要地 镇西将军一副圣斗式的打扮 兄弟们不要怕 跟着老哥走 诗和啥都有 可理想过于丰满 现实却过于残酷 眼在凤京城的女皇西河 很快收到战报 禀报女皇 天龙王朝出动三十万战龙军 镇西将军与五十万将士 全部战死边关 西河面色森寒 毕生到天龙老而敢杀我神凤而狼 朕必让你们有来无回 随即吩咐天荒后 抓紧完善精神阵收尾工作 赴天于你也听令 保护西境至京城沿途百姓撤回京中腹地 敌军到达天凤城还有一段时间 你要抓紧训练天侧军团 臣必定不负陛下众望 西河此刻坚定决心誓死守卫神凤国土 以保护自己的子 可消息扩散 整个凤京城人心惶惶 城中一些旺族居然带着全部家当提前逃离 对于这一战 没有人认为神凤王朝能够胜命 令天红眉头一皱 才和娘子过上一段平静生活 怎么又有人想来捣乱 这只战龙军是天龙王朝小部分力量 本尊赞不出手 看那个神凤女皇会不会让我失望 乱成了这样小店还能有什么声音 今天早点打烊回家 刚刚迈进家门 便忘见关系越来越亲密的两位丽人 西河交孝夫君这么早就回来了 白云插嘴东家不会是提前回家收拾跑路吗 令天红假惺惺到那天龙军一路屠城 我和娘子一接凡人怎能不怕 白云挺着胸口表示两位莫怕 故你们性命本姑娘还是有信心的 令天红装作感激涕零 早知白姑娘不是凡人 我夫妻安全就拜托你们 不然感觉自己有必要将祖事业身份 找个机会透露给她 再将她好好培养 以后清理垃圾的脏活泪我 就不用自己亲自出手了 随着天龙大军逐渐逼近 估计很快濒临城下 城中百姓家具苦惧不安 以至于谩骂神凤女皇的声音四起 抱怨她为何不乖乖嫁给那位皇子 非要逞强以来如此霍端 那些皇族足老 也评价西河太强是与傲慢 纷纷不满起来 想不到美貌与实力并存的天凤女皇 被一个大聪明皇子看中准备耐入后宫 可那大聪明怎会知道 自己这次是穿着拖鞋踢了钢板 她看中的女人前世乃是三界女帝 而她内夫君 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魔戒至尊 此时天龙国三十万战龙军已濒临城下 中央大营中 身披重甲的战将皇奥表示 三皇子请放心 我君三日内必将血洗凤京城 龙奥天英冷说到 那个当众羞辱本皇子的女 我要在全城百姓恋前好声将她羞辱一番 狠狠打磨一下她的性子 身边白发老者笑道她逃不出我的手掌 再厉害的天之交女 我也要让她屈服成为你的女人 龙奥天连忙表示多谢三叔祖骂 此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 英九兄 好久不见 何人胆敢擅闯我战龙军营 可这气息强大到令众人胆颤 已步入神结的英九散人表示莫慌 随即悠悠开口凤玉兄 如今我们可是敌对状态 你还敢闯来这里 只见一个鹤发童年的老者献出身心 正是神奉王朝唯一神结老祖 凤玉散人 天龙国派英九散人随军前来 正是为了压制于他 只见来者开门见山说道 英九兄 我神奉王朝付出什么代价 才能让贵国退兵 痛快 实时误者为俊杰 就两个条件 第一 神奉女皇退位并逐出你李氏一族 第二 遵从天龙道人法旨 让他驾驭龙傲天 好 我全部答应你 这老家伙甚至没有考虑直接一口答应 英九散人傲娇把玩着胡须 很好 省了不少工夫 明日你便将那神奉女皇送来此处 我军即刻撤退 凤玉点点头表示英语 瞬间消失返回天奉城中 龙奥天此时打了鸡血一半 终于要落到本皇子手中了 我看你还怎么高傲 哈哈 想想就觉得刺激 奥天呐 你泄愤可以 但是不要太过分了 那丫头天赋惊人 天龙王朝的未来 还要靠你们二人 等你们成婚之后 我会对他施加顶级魂奴封印 让他完全顺从于你 书祖请放心 奥天自有分寸 场景切换到神奉皇宫 大殿内已云集众多文臣武将 那些隐士的祖老 此事恨不得江西和生存活泼 叫销售丫头还不出来见我吗 连天龙道人法旨都敢违抗 给我神奉王朝带来灭顶之灾 这么粗的大腿哪里去折 嫁给三皇子算他高攀 大臣纷纷议论祖老都到齐了 那四大异性王怎么还不来 嘘 小声一点 他们本就不关心这朝廷之事 就算神奉灭国 以他们实力也能置身事外 女帝被嘲笑穿黑丝太丑 而与魔尊展开矿谷大战 因起床太极忘戴隐形眼镜 致使大招片左而寒恨落败 转世凡间成为天凤皇室继承人 因天赋一禀顺理成章成为天凤女皇 并在机缘巧合之下收获最美爱情 与前世死敌魔尊结为地表最强夫妻 可即使年轻的他聪颖过人 也不能改变天凤国日渐示威 如今自己已觉醒前世女帝神识 且修为日境千里 面对这些不怀好意的老六 朕岂能容你们撒野 此刻面对天龙王朝来犯 不仅城中百姓恐慌至极 连他的祖爷爷 神火尽巅峰的天凤真人 都不仅不支持自己后辈 反而威逼西河退位谢罪 大骂孽女还不滚出来见我们 竟敢违抗天龙道人 法旨给神凤王朝带来灭顶之灾 你怎配做神凤女皇 一道威严的女生传来 朕乃天命所归 谁敢让朕退位 瞬间无上的帝皇之士笼罩全场 想定朕有罪也得看你们有没有那实力 只见五爪金龙在皇道气韵下应遇而生 在大殿上空盘旋飞舞可谓傲视九天 让在场之人皆是心头一跳 虚虚两年这孽女功力居然精进到如此程度 只见殿门前一股金光喷涌 在众轻性簇拥之下 高贵威严的西河现身大殿之中 门外则占满威风无比的天侧将士 新买的高跟鞋配上傲娇的小步伐 西河鞋试着刚刚还嚣张无比的天凤真人 让他感觉在女皇的威压之下 自己简直是一只癞蛤蟆 这孽女到底是个什么怪胎啊 随即抢吻心神说道放肆 老夫是你的祖爷爷 还不赶快收了你的气势 刚刚是谁要把朕逐出离家 怎么还敢在朕面前自称祖爷爷 一个黄发老者出头吼道你放肆 作为晚辈竟对长者如此无礼 黄毛丫头还不快跪下认错 大眉说完周身如遭闪电一般 西河淡淡说道真是癞蛤蟆上公路 愣充迷彩小鸡 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喝吃朕 只见一道光芒自他胸前射出 随即化为真龙形态直冲黄发老者体内 哭通一声让老头当场隐恨西北 天啊 神火四重竟毫无还手之令 天凤真人此时瞪大双眼呆立在原地 西河冷冷说道欺君犯上其罪当诛 还有谁想让朕退位 如果迷途知反朕就饶你命 给我立刻滚出去 凑热闹的众人被女皇威视彻底镇住 一部分人选择了离开大殿 剩下的骂骂咧咧坚信阻挠一方实力选择继续背叛女皇 西河悠闲地把玩手中戒指 冷漠地宣布既然你们选择背叛朕 那就一个不留 统统震杀 你们既然选择了背叛 那就一个不留统统震杀 本是幸福人妻与夫君甜甜蜜蜜 却被群臣背叛将自己便宜卖给别的男人 西河此时冷冷扫视大殿中 铿锵有力的声音充满了无上之威 天荒兄妹等亲信坚定表示愿与女皇同身共死 天奉老头此时却哈哈大笑 明显没把他放在眼里 小小孽女不知自己精良 想将我等全部震杀 难不成你是天仙转世 老家伙临死之前倒聪明了一把 还真让他猜对了 其余老六随身附和 若不是天龙王朝要求留你活口 去做三皇子的女人 我等十四位神火高人早已将你就地正法 还能留你在这里口出狂言 西河目光一礼 恍然大悟到原来你们早就暗中将阵卖掉 来换取活命机会 朕原本不忍亲自动手 现在倒是没了顾忌 天凤杀意迸发凭你斗得过我们这么多人 所有人都听着 随老夫一起将念女生情 顿时大殿内鸡飞狗套群摸愣 十八般武艺七七攻向台中 天荒众人刹那间围成人强将女皇护主 西河玉碧一挥示意你们都退下吧 带着无上威仪 施施然迈下台阶 对付这些家伙 朕一人足矣 神凤老头感觉受到七尺大辱 脚下发力将地砖踏碎 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大本事 却只换来西河一个白眼 你这老头真厉害 那边有个钢板要不你再去试试 狂毛丫头狂妄至极 老头递结法绝灰 剑化出璀璨剑王自相神凤女皇 让老夫费你四只疯你气海 西河玉碧抱胸嘴角露出不屑冷笑 无知蝼蚁真是不知死活 也只轻轻一点 无尽神光绽放虚空 竟瞬间凝固 天纵真人肝胆欲猎怎么可能 难道你已迈入神节 西河傲娇说到 镇本不想暴露这两年的修炼者 就让你们提前看看镇的真实实力了 老头恐惧到极点 颤巍巍说道 停 停下 给祖爷爷个面子 或者干脆我认你做祖奶奶如何 话没说完身体完全崩碎 瞬间化为一棚血雾 相信大家都能看出娘子小福巍巍鼓起 认为她早饭吃太多的扣衣 认为她怀上魔尊宝宝的 就直接送上一朵玫瑰 书切上集 西河面对背叛者不留丝毫余地 依靠粉红八笔拳耍的虎虎生风 直接打抱一名神火巅峰强者 朝臣们无比惊恐地看向这位神凤女皇 就连一众亲信都惊掉了下巴 齐乎陛下也太逆天了吧 吓破胆的叛臣趴在地上讨饶希望能放自己一马 朕已经给过机会 只是你们不珍惜而已 我刚刚说过 一个不留 统统正杀 老六们细经附体 悲声说道臣等都是被那天奉锁胁迫 西河冷笑那你们为何不随他一同反抗道 那个 实时误者为俊杰吗 嘿嘿嘿 多好的一帮俊杰 多好的一堆墙头草 可惜啊 朕乃天命女帝 说过一个不留 就不能留下一个 说完召唤出天界顶级功法五龙氏 无差别攻击眼前所有叛臣 大殿内鬼哭狼嚎之声顿起 下一刻一切又归为平静 娘子的狠辣程度甚至盖过她的魔尊父君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惹怒女人 天荒等人此事无比震撼 庆幸自己能够跟随这位霸道无比的女皇 天荒兄妹听令 速速整顿兵马 开启精神大阵 准备迎接那天龙王朝战龙军 天荒正准备开口领旨 却见西河化为流光从头顶一闪过 西河深知一切定是奉玉散人背后指示 那些祖老为了自保甚至不惜牺牲后代 此刻就别怪朕不留情面 辉红庄严的皇室祖庙外 毕双玉祖点地的脚步声 瞬间惊动了门口守卫 刚要开口阻拦 却见西河直接祭出杀招瞬间领和饭 比了个嚣张手势 西河心想今天就好好做个了断 只见院内飞出几道身影 数名祖老瞬间将西河包围 带头祖老瞇着眼说道 是谁敢在我祖庙撒野 随后瞳目接舌 不敢相信西河竟挑战上的 本以为这女娃早已被天凤带人擒纳 那帮老六真是城市不足败事有欲 西河满面森海 朕准备将几位变成灵牌 大家收拾收拾准备领和饭吧 若问三界内谁能打败女帝 只有她的克星夫君魔尊令天红 此刻西河无力的贪软在地 强烈的孕途反应让她狼狈至极 女帝怨恨到都怪上级那帮老六送的玫瑰 书接上级 西河气势汹汹杀向祖庙 让朕送你们这帮老家伙归西 大逆不道的念语 就让老夫来会会你 大家一起上 直接出杀招 面对灵力的攻势西河依旧安然自若 再见了老东西们 有时间正会给你们上香的 恐怖的能量瞬间笼罩全场 伴随祖老们惊恐的目光 胡上霸道的天龙之爪瞬间轰向过来 这些王朝最恐怖的存在 刹那件灰飞烟灭 你好大的胆子 只见一人现出身形 怎么 终于坐不住了吗 来人正是族中唯一步入神节的凤玉塞 只见他哼道正好让这群炮灰 替我摸清你的境界 你不会以为这样 就能战胜你祖宗我吧 西河怒道从你们出卖我那一刻起 我已与你们划清界限 和你们再无半分关系 凤玉表示想到要亲手扼杀如此优秀的后辈 老夫也感到很痛心 少和阵套近乎 神凤王朝皇族如今只有唯一的女皇 那就是我 那就让老夫清理门户 亲自送你上路 说完双手缔结法印 只见血色凤凰冲天而起 恐怖未亚如同上古神山压迫而来 这就是老家伙的真实实力吗 在阵眼中不过毛毛雨一般 西河翻手捏出剑指 空间法力如浪潮翻涌 让凤玉为之一领 西河怒道你不寻思保护后辈 却要以牺牲后辈的方式苟活 现在朕就让你付出代价 那无上天龙喷涌出毁天灭地的气息 凤玉此时才明白这女娃 必定不是凡间的存在 可一切为时已晚 口中发出不甘的叫声 胸口瞬间被恐怖能量洞传 一个神洁大能就此陨落 西河冷冷说道 让你带着这份不甘和疑惑下地狱吗 却目光一紧 胃中一阵剧烈翻涌 让她赶紧捂住嘴巴 最终支撑不住会在地上狂吐不已 我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我吃错东西中毒了 如今顾不了那么多 趁还能坚持 赶紧去迎战那天龙君 在女帝心中只有自己那平平无奇的夫君 可不知死活的男人总妄想霸占她的身体 凤金城外 占龙君大营 龙傲天无比嚣张地享受漂亮妹子服饰 想起了什么 满脸不悦地说到这都过了晌午 神凤王朝居然还没将那女人给本皇子送来 想到他那无以伦比的姿色 老六迫不及待地擦了擦口水 阴九散人倾咳一声才让他回过神来 既然那凤玉不守承诺 就别怪老夫无情了 龙将军接令 整顿兵马 全军出击 只见三十万战龙军浩浩荡荡杂杀向了凤金城 龙傲天此事无比兴奋 自告奋勇准备随军督战 得到阴允后乖巧败谢了三叔祖 阴九散人无比欣慰 第一次见到孩子这样纯真的笑容 却不知老六此刻心中 只想着如何征服那天凤女皇 嘿嘿嘿 定要让那女人知道我的厉害 哪只大军杀到城门也不见一人 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将军顿绝西敲下令暂且停止进攻 随即转身看向三皇子 龙傲天反感地说道为什么停下 你怕个鸟毛 赶紧把城门给我打开 以本皇子的聪明才智分析 定是这天凤守军知晓我军神威 吓得屁滚尿流一晤而散了 可将军还是觉得哪里不对 你这家伙别扫了本皇子的心 下令全军即刻给我进城 除了神奉女皇 其他人一个不留 随着战龙军潮水一般涌入 城中依然出奇地安静 龙傲天狂笑这城中百姓倒也失去 小小女皇难道想和本皇子玩捉迷藏 随即跃上皇宫顶楼 大摇大摆地进入大殿 身后将军提醒还是要多加小心呢 龙傲天摆摆手 有三叔祖作阵不会有任何问题 话没说完空中涌现无数阵法密文 每餐光芒差那间之口历日 在空中交织将整个天凤成龙照起来 将军惊到那是什么阵法 慌什么 小小神凤能有什么底蕴 区区阵法不足微距 来人 给我破阵 只见六名神凤强者瞬间拔地而起 如六颗流星一般向那大阵之眼攻去 兵就散人此刻也在此出现 龙傲天更加有恃无恐 悠悠说到小小把戏 能奈我何 女人被压抑了一万多年 今天终于再次穿上心爱的丝袜 用一个字来形容她此时心情 那就是 神清气爽 熙和觉醒前世三界女帝神时 在她的指挥下 上古今神阵凸现人间 瞬间笼罩整个天凤城 龙傲天不知死到临头 此时还如同欣赏烟花一般 英九散人脸色大便意识到此阵绝不简单 果不其然前去破阵的六大神火真人 身躯瞬间被金色剑芒洞穿 伴随惨叫声 第一批领了河饭 大聪明此时才顿胆毛骨悚然 此阵威力竟超过我天龙国护国大阵 天龙众人惊恐万分 可谓大眼瞪着小眼 关键时刻将军闪身而出 指挥剩余神火真人速速结阵 数剑法宝凝聚强大能量 同时轰向天空 攻向了那精神阵 龙傲天心想这下肯定没了问题 哪知灵力攻势只让大阵列出几道细闻 而反弹的能量却将所有神火真人轰为积粉 恐怖场景让两人不约而同化成了表情包 此时英九三人出手抱贺都给我退后 大聪明黑黑两声有三叔祖出手 我就放心了 只见老头衣袖飘飘浮于半空 手中换出一方黑色宝印 在神节境界那无上法力催动下 必增轻面獠牙的黑色法相现身 庞大的身躯重轰向精神大阵 轰隆隆巨响之后 砸出一道还在迅速修复闭合的缺口 英九大喊抓紧时间 快冲出去 狼狈不堪的老六抓住救命稻草 三人把油门踏板踩进油箱 终于冲出了大阵缺口 可剩下之人在阵法攻击下惨叫连练 在三人面前化为了团团血舞 龙奥天继续经典语录 此仇不报我事不为人 被英九打断迭装插了赶紧走 认不清形势 难道看不出此地不可久留吗 就在此时巨大金色锁链出现 再次将三人困住 英九表示莫慌 凝聚力量 再次破阵 可任他们使出浑身解数 也不能伤其分毫 只听一道威严的女生传来 来到五凤京城 难道还想要走吗 在闪耀的法阵辉映下 缓缓献出西河那绝美脸庞 只见她身披神光璀璨的银色战甲 将那玉腿衬托得更加修长迷人 可谓英姿飒爽娇美无比 如同女战神灵士一般 上一秒妹子还无力地贪婪在地 怀了宝宝的孕途反应让她痛苦不堪 下一秒却闪身来到战场 神光璀璨的贴身战甲让她超凡脱俗 如同战神灵士一般 而她的老公罗尊还不知道 此刻郑宇迪厮杀的天凤女皇 正是她最爱的老婆大人 只见令天红专心致志地刻着木雕 发愁这个哆来 猫 为何总是迈不出去 回想万年前那场仙魔大战是何其壮观 本尊若不是有大盗之宝鸿蒙本元朱在手 想斩杀那三界第一齐女子西河女帝 还真是有那么一点点难度 杀的三界都在颤抖最后差点将大盗打碎 才让她当场陨落重入了轮回 作为本尊遇到过的最强对手 我竟然回想不起她的母娘 只记得她有秀美无比的脸庞 还有就是那个 足以傲视九天的身材 哎呀不想了 在认识老婆之前 本尊一直对女人脸盲 希望这个神凤女皇别让本尊失望 让我和娘子继续过平静安稳的小日子 镜头一闪回到战场中 西河立声说道胆敢犯我天凤朝 今日镇便亲自送你们上路 高举起帝皇之剑 如太阳般赤裂的金光刺痛了众老六双眼 龙傲天狂吼若敢杀了我们 难道你能承受我天龙王朝的怒火吗 西河冷哼一声 天龙王朝吗 那就先送你们上路 然后朕再去灭了他们 说完将以迈入神洁净的威势彻底爆发了出来 什么 你居然突破到了神姐 英九此时也无比震惊这小小女娃到底 是个什么妖念 随即强吻心神 老夫可是神界二敬 你再强我也能轻松将你打念 说完再次祭出宝英 在她的狂笑之下 宝英化作一尊青面獠牙的魔神法香 散发出镇压天地的气势 劈手便向西河拍去 面对这强横无比的攻势 西河却没有露出一丝胆怯 嘴角甚至献出一抹轻笑 只见一个巨大法阵困住那只剧长 随即便听到龙傲天的鬼哭狼嚎 三叔祖 我 我的力量正在外泄 我的法力没有了 英九转身吼道神凤女王 你在搞什么鬼 西河轻笑你们以为这只是困仙法阵吗 这是为了帮我在战场破镜的法阵 说完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能量 瞬间将自己提升至神界二重境界 英九怒骂你这女娃不讲武德 为何不按套路出牌 可此事不容她多想 魔神法相的手掌已瞬间被金光刺穿 老婆已妄想霸占自己的老六厮杀战场 老公却在家中无所事事吊耳郎 反而让我们在屏幕前替她着急 请大家在评论区打出狗头 比试比试 上集说到娘子不按套路出牌 于战场中吸收对面能量 升至神界二重境界 召唤一道金光穿透魔神法相剧长 随即直直冲向那乌云密布的天际 只见天空中金光喷涌 西河冷冷到英九老头 你不会以为只有你拥有法相吗 英九此时才明白这神凤女皇实力 竟已强过自己 那无上威严的上古女神法相 此刻手握金色巨戒 带着毁天灭地的气息 向着呆若目击的魔神斩去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霸道无比地将其从中间劈开斩杀 随着魔神法相的灰飞烟灭 英九散人惊恐地望着西河 发觉自己肉体竟已被一分为二 无限哀嚎中这绝世强者身体瞬间炸裂 当场陨落 龙奥天惊恐到了极点 感觉做梦一般 我这无敌的三叔祖居然被对面打冒了 此刻他双眼欲裂 一股极其黑暗的邪恶气息自体内散出 将军赶忙伸手阻止 吼道三皇子快快停下 可一切为时已晚 龙奥天已将体内封印的暗黑力量 全部释放了出来 天荒此时出现在西河身边 疑惑这家伙的气息 为何一瞬间提升如此之多 让人感觉神魂都要颤抖 将军心想糟糕 三皇子还未度过心罗便 解开体内暗黑之力 不过如今的情况 确实已顾不了那么多 强行解开封印虽无比凶险 可好歹也有一线生机 西河秀眉微醋这气息 让自己心中无比厌恶 前世记忆让他知晓 这黑暗界是三十六界中 最为邪恶的一界 可这黑暗之主的力量 不要将你这臭女人碎尸万段 夹带恐怖的暗黑力量 如丧尸理智一般冲向了西河 虚虚暗黑力量 朕还不放在眼里 西河轻松化解龙傲天的攻势 心想振前世作为三界女帝 连黑暗之主本尊 看到自己都要仓皇逃跑 如今你的小卡拉密 难道还想作妖 而自信爆棚的龙傲天 却对此毫不知晓 叫嚣今日定要让你臣服 受尽本王子折磨 西河哼道你只不过是个 被非暗之力侵蚀到神志不清的废物 三界之内除了魔尊 没人配做阵的对手 魔尊家中又发生强烈震感 连太阳都忍不住一探究竟 屋外之人也被吸引过来 心中不禁感叹年轻真好 屋中令天红正在给西河按压脚底板 无限温柔地帮他穿上鞋子 并询问娘子为何如此疲倦 其实西河一直在隐瞒天凤女皇身份 刚刚才结束与强敌的搏杀从战场归来 时光回溯 虽然龙傲天彻底爆发暗黑之力 可在西河眼中依然如同跳梁小丑一般 三界之内除了魔尊 没人配做阵的对手 谨慎的一丝自尊被西河无情践踏 龙傲天此刻彻底癫狂 递解法印使出终极杀招 续空中瞬间凝聚出掌有三颗凶恶头颅的暗黑三手群 张牙舞爪充满暴灭之气扑向神凤女王 西河无语道怎么竟是些杂耍般的套路 淡淡出掌直接让暗黑恶犬变成无脑二哈 下一秒便毫无抵抗之力化为基粉 不远出现出一个围观老六 正是吓到尿裤的天龙将军 想不到三皇子解开暗黑之力后 依然不是他的对手 龙傲天此刻万念俱灰 自己的终极大招竟被对方示弱而戏 西河冷冷说道你可以放心走了 随即召唤金色烈魂环 在他无上法力加持之下 直接没入老六的脑海之中 龙傲天面目争鸣绝望吼道你对我做了什么 没什么 只是让你灵魂破碎不得超生 这便是你羞辱朕的下场 看着龙傲天灰飞烟灭 西河才发觉自己以泪止脱离 刚刚用尽全部修为才将他一击必杀 若是失守的话 那阵也就彻底败了 一直在躲猫猫的天龙将军此刻蹦了出来 三皇子是天龙道人最宠爱的后辈 你就等着承受他老人家无尽的怒火吧 好的 谢谢你的提醒 去陪你的三皇子吧 只见天荒侯高呼女皇陆 替西河打扫了最后战场 此时侵犯神凤王朝的天龙军团全军覆没 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如何抵挡那天龙道人 木雕殿中令天红伸了身懒腰 这神凤女皇倒是没让本尊失望 也是时候和白云摊牌组事业身份 让他替本尊刨腿打砸了 在令天红的家中 白云像感应到什么一般 总感觉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此时在凤京城的街头巷里 无处不再议论此次战役中女皇的神威 隐藏在城中的各情报机构此刻加班加点 神凤女皇28岁入神节 镇杀神节二众强者并图灭30万战龙军 你们厕所都不许上 立即马上把情报给我送出去 我晕 你这个老六怎么还穿着拖鞋啊 数日之后 神凤女皇之威将彻底响彻南州大帝 女帝与魔尊的生活甜到发腻 可想起马上要面临强敌 稀合此时万分珍惜与夫君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忽然胸口一阵翻江倒海 捂住嘴巴亮亮呛呛跑向屋外 然后再也抑制不住地跃了出来 令天红万分关切 娘子你这是怎么了 身后白云说道本人略通衣领 我来帮房东娘子看看吧 令天红不跃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个嘛 我刚刚本想出门购物 路过你们窗前听到了一些不寻常的动静 以为你们夫妻二人正在打架 然后就随你们跑过来 说的魔尊夫妻尴尬不已只能嘿嘿 嘿嘿 稀合缓身站了起来 那还请白云姑娘为我整治 屋中白云根真的是的一番望闻问切 猛的一拍桌子表示 哎呀 娘子你又喜了 稀合一头雾水啥游戏 我不玩游戏 哎呀姐姐我是说你肚中有小宝宝了 稀合反应过来后万分惊喜 可想到马上要迎来天龙道人讨伐 神情顿时落寞 思考过后坚定了心中想法 还请妹妹先帮我瞒着夫君 过阵子我再亲自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白云听闻一愣心中十分不解 可还是轻轻点头应远了下来 女帝万分温柔的轻浮度中胎儿 秀眉微醋到宝宝啊 为了你和你爹 为了我们一家三口 娘亲此战一定要赢 哪怕对面是长生道远 此刻在南州某地 竟出现了中州的君无邪与红衣老者 月完密报表示这神凤女皇不简单啊 二十多岁度过神节 就算放在中州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随即望着凤金城方向露出邪校 只有她和白云这样圣洁强大的女人 才能配得上本公子 还请清老陪我去一趟凤金城 镜头切换至天龙山 这里是天龙王朝乃至整个南州最高的存在 隐居着南州唯一的长生强者天龙道 身着金色道袍的老者匆匆跑来别院 竟慌张到脚下一个不留神 失去重心猛地摔向地面 咔嚓一声竟将腿骨摔断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 你多大年纪了不能稳重一点吗 请老祖宗原谅 是我失礼了 随即一瘸一拐强撑走进别院 万分忐忑甚至不敢迈进屋中 里面那端坐着的 浑身绿的让人发慌的便是天龙道人 当得知自己最宠爱的龙傲天 还有英九散人与三十万战龙军全军覆没 把他气到瞬间嘴鼻歪歇吼道你说什么 散发的恐怖杀意让底下的神结老者都瑟瑟发动 无上怒火甚至让整个天龙山都未知一阵 女帝与魔尊肆意挥洒无数青春汗水 在上万次灵魂探讨之后终于迎来新生命的诞生 大家动动小手 为即将成为母亲的女帝送上一朵玫瑰祝福 西河此时却愁眉不展选择暂且向夫君隐瞒 只因为马上要迎来与长生强者的殊死之战 所以他现在无比珍惜能陪伴令天红的每分每秒 为了宝宝 为了夫君 西河甚至可以抛弃自己 此时在天龙山别院 天龙道人气道口鼻歪血 小小神凤女皇 竟敢杀我傲天灭我三十万天龙将士 绿道让人发慌的恐怖杀意 瞬间凝聚出一匹至高无上的天龙 随即脸色阴沉 说道赶紧把来龙去脉告诉我 威压让跪拜老者止不住周身震战 回老祖 那天宋女皇二十八岁便跨入神界一境 又凭借文所未闻的逆天正法于战场突破至神界二境 才让傲天和英九三人当场陨落 听得天龙道人眉头紧锁 老者继续表示此妖孽静静如此神速 真是前所未闻的怪胎 天龙冷冷说道 不 要论妖孽 有一个人比他还要可怕 他崛起的速度快到离奇 在南州没待多久又是万年之前的事 你等不知乃是正常现象 我也是正当青春年少率诈整个南州知识 无意间在一册古籍之中发现 里面记载的万年前那令城的令家三公子 才是最恐怖的妖孽 给你的机会 猜猜他从驻基到长生境用了多少年 老者虎去一阵撞了撞胆子达到 五十年 给你机会 你不中用啊 告诉你吧 他只用了五年 听完老头震惊到鼻涕泡都掉了下来 那令三公子二十岁仍是驻基 不知是和机缘好似领悟大到一般 招入聚气 西宁神 三日便动玄 碧年神火 两年神劫 区区五年便跨入长生境界 奥天是老夫的接班人 也是上届一位大人物清点之人 如今毁在神凤女皇手中 那老夫就亲自走一趟凤京城找他算长 天龙山暂且由你管理 说完天龙道人便冒着绿烟于续空之中消散 而他口中那位令三公子 此刻就在凤京城木雕小店 摆了三年的哆拉里蒙怎么也卖不出去 这个以娘子为模特的最新作品自己甚是喜欢 就留着做镇殿之宝吧 谁能体会无敌于三界的无尽空虚 魔尊令天红历经了万年孤单 最终义无反顾跨入人间以超脱正道 学世机缘下 单身万年的老卑鄙成功脱单 与美丽的娘子携手谱写红尘中最美好的爱情 发觉这才是自己内心最向往的生活 木雕殿中令天红望着满意的作品深深懒腰 却发觉殿外一片混乱 因为天龙道人马上就要杀了 城中百姓此时无比恐慌 又有蝼蚁要搞事情 本尊站不出手且看那神奉女皇表现 赶紧关门打烊 有什么比回家抱老婆还要重要 娘子我回来了 正在打扫院中落叶的西河此时一脸惊喜 哪知一双罪恶的老手突然袭向自己 柔软的腰肢被魔尊霸道地拦起 两人迫不及待地撒起狗粮 辣得满面通红的太阳插腰怒骂已是不满 洪荒之力用尽两人稍作休息 西河问道亲了这么久 夫君会不会有一天对人家腻了吗 怎么会呢娘子 来 再来一遍 别闹了 先吃饭了 大不了晚上再让你亲个够了 令天红疑惑怎么没看到那白云 西河回答下午就没看到白姑娘 估计是有事出门了吧 两人不知道白云今天在家中遇到了无比奇幻的事情 早上他正在屋中修炼 只见从木雕殿中起来的观音像忽然散出无尽时光 浩大的道运瞬间笼罩整个房间 范音轨迹如同符文一般自神像口中而出 无比庄严的大道法则符号在他周身环绕 交织成了绝世仙精进入白云脑海 让他感觉自己灵魂都在升华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震惊之后发觉自己先天之气达到了难以置信的场 难道是这尊观音神像的刺猎 可这不是出自令兄之手的普通雕刻吗 难道他真的是我的祖师爷 令仙尊吗 屋中令天红感慨今天的晚餐好丰富 养子叹气说道多吃一点啊 趁着我们还有机会吃 刚刚街上的人们都在议论有位长生强者正杀来奉京城 听说他一路完全放开气势 其实力可谓恐怖到极致 就算离得很远都能感受到那无边压力 他此来一是未复仇 二是要让人们知道他依然是南州最大的天 恐怕整座凤京城会毁在旦夕 哪知令天红老六一般塞来一个鸡腿 没心没肺地表示娘子不必担心 天佑凤京城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况且最近那神凤女皇表现颇为出众 相信夫君绝对不会有事的 西河心中小鹿乱跳 夫君随口一夸就让人家满心欢喜 这次不一样杀来的可是长生到人了 长个鸟毛啊长 来吧 娘子再吃一根火土 多吃一点一会儿才能有力气 我只想能与夫君朝夕相处 可为何我夫妻如此苦难不对 就没有过几天平静生活 先是野心勃勃的宁王叛乱 再就是一众祖老出卖自己 与天龙王朝里外合应狼狈为奸 期间信德神秘人仗义出手 替自己扫除六大宗门隐患 还顺手灭了那心怀鬼胎的灵玄圣孕 如今又要面对长生强者天龙老祖复仇 昔和此时面露担忧之色 趁还能吃夫君你多吃一点 令天红却蛮不在乎塞来一根鸡腿 娘子你也多吃 说着又塞来一根田肠 相信夫君不会有事的 昔和此时无限珍惜与夫君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自己虽已觉醒前世女帝神识 可毕竟还是肉体反胎 如今面对天龙老祖 就算用上精神阵也依然不到三成胜算 因此在决战之前抓紧时间好升服侍夫君 今日过后或许再没有机会 此时一股恐怖威势自东方扩散 长生千年的老怪赫然出现城外 整座凤京城瞬间被威压轮罩 天荒兄妹感慨这般骇人的煞气 是那天龙老祖来了 压迫感让他们感觉自己 如同蚂蚁仰视巨龙一般 城中百姓以恐慌至极拼命向城外逃离 而在城中西北角的羽王府 羽王不仅没有担忧 反而大喜故意 太好了 只等神凤女王一死 我与王府便可趁机夺下整个神凤王朝 我等就可以完成教主宏愿 届时全体神凤百姓 都将成为邪神大人的信徒 身后之人音音说道 我会向邪神为王爷邀功的 羽王大笑 那就有劳邪使大人了 大敌将至此时神凤大殿中一切准备就绪 西河身替银白战甲可谓英姿撒爽 在天荒众将领簇拥下迈向台中 底下便是严阵以待的天侧军团 此时众将是脸上写满滔天杀意 西河立声吼道不管来者是谁 我等是与天凤共存王 精神大阵给我开 无数阵法密文瞬间亮起 璀璨光辉让整个天凤城如同白昼 苍老无比的天龙道人散发出滔天杀意 龙傲天的陨落让他彻底疯狂 今日要让你知道 老夫永远是这南州的天 连最喜欢的青青都提不起娘子的兴致 面对可口的饭菜也没有半分胃口 小小蝼蚁竟敢打扰我与娘子的平静生活 本尊岂能再给你存活的理由 此刻已开启精神大阵的天凤城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天龙道人恐怖的威势笼罩方圆千里 口中还叫嚣着神凤女皇必死 令天红淡淡说到小老儿的牌面 倒是弄得不小 说完随意扯下了自己一根头发 本尊心创出来的小玩意儿 就让你天龙老儿优先体验一番试试效果 说完随手一回 那根头发嗖的一声顿入虚空 瞬间一股爵士威压自九天之上降临 恐怖的能量将天龙道人完全压制 这,是什么力量 难道是比自己还要厉害的长生道人 天龙此刻面无血色 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在颤抖 忽然一道冷漠的声音传入耳中 你若不来凤精城上能苟活百年 既然已经来了 那你就提前上路吧 天龙颤抖着问道你 到底是何人 突然一股威力袭来直接将他轰飞 天龙一口老血喷出 这,怎么可能 恐怖余波让天龙急速坠下虚空 轰碎了一座座山峰 随着漫天灰尘的消散 一个气质脱繁却又平平无奇的青年出现 天龙惊恐地瞪大一只半眼睛 仿佛看到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在几年前自己翻阅一本古籍 上面不仅记载万年前 令三公子昭入据气息凝神 五年入长生的逆天世纪 还附带有一张肖像图 那令三公子先荣居然与眼前男子不差分毫 天龙颤巍巍问道你 就是五年入长生的令三公子 令天红吗 不可能 已经过了万年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令天红疑惑到你认识我 令天红反应过来一定是白晓散人 那家伙最喜欢记载一切奇人一识 随即淡淡说道你不该来凤京城的 如今本尊只能取你性命 天龙面色阴沉下来 令三公子 虽不知你为何万年不死 哪怕是真仙也不可能活一万岁 但是想要杀老夫 还做不到 令天红嘴角微翘 是吗 小小长生竞楼已何来如此大的口气 抬手凝聚出一股恐怖力 本尊倒是有些期待你能玩出什么花样 说完向着天龙道人轰沙而去 让他再次喷出一口老血 身体撞碎无尽大地 令天红不屑地笑道 你有何底牌快快施展 此时天龙道人睁着一只眼大笑起来 随即一股恐怖的暗黑能量从他体内爆发 令天红微微一惊 暗黑界的力量 原来这天龙王朝景和暗黑界有联系 暗黑之主那老东西 可是本尊最讨厌的邪恶家伙 老婆被人打上家门 护妻狂摩托鞋都来不及穿 光速抵达战场为老婆出头 没诚想对面老六背景也很深厚 可对于魔尊来说 他那背后大哥不过是自己的擦鞋小弟 还是擦完不给钱的那种 令天红嘴角微扬冷笑起来 下界七十二语 本就与上界三十六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只不过自己懒得去探究 只想超脱三界和娘子过平静生活 此刻天龙道人虔诚地跪拜在地迎送神秘咒语 一道黑暗光柱从他的体内冲出直插天际 连千里之外的凤京城也感受到惊天异动 处于精神阵中准备迎战天龙道人的西河 秀眉威促露出疑惑表情 前世记忆让他认出这乃是连通暗黑界的秘法 恐怖威压甚至让身边隐蔚喘不过气 可恶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西河疑惑至极却不能贸然前去 避开精神阵 他绝不可能是天龙道人的对手 此时一道耀眼的光柱自九天降临 天穷破碎一般赫然出现无数恐怖巨眼 凤京城中百姓惊恐地匍匐在地 以为是末日天灾即将降临 随着翁的一声巨眼睁开 在众人无比惊恶下一只恐怖巨爪缓缓伸出 直至现出身形足有数千丈 外形无比诡异的暗黑巨人 天荒兄妹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天龙得意地大笑起来 哈哈 上界大能已现 令三公子 哪怕你是真仙今日也得陨落 天龙 上界竞技力量进入下界需要耗费可怕的资源 没有足够的理由 你就得死 巨人轰鸣的嗓音让整个虚空都为之颤抖 天龙脸色无比难看 大人 傲天他死了 什么 他怎么死了 暗黑巨人震怒无比当场表演了一把手劈扇头 龙傲天可是我暗黑界在下界选中之人 暴怒的气息席卷四方大地都在占你 就是此人阻我替傲天报仇 他乃真仙境界 小人不是对手 巨人怒道竟敢破坏我暗黑界的布局 你这下界的真仙 如同蝼蚁般的存在 令天红无语道 就算暗黑之主见到本尊也要仓皇逃领 小小暗黑使者 也敢在本尊面前吹牛批 那看不起人的表情让巨人当场掰若目击 随即吐出巨舍我呸呸呸 天龙震惊你居然也知道暗黑之主的存在 巨人自尊心严重受挫挥手 凝聚出暗黑之力 恐怖威势瞬间轰向了令天红 毕竟是上界大能的权力一击 顿时天崩地裂 日月无光 尘埃消散只见令天红的身形直接灰飞烟灭 天龙马屁拍的超六 大人威武 真仙在你面前也撑不过一回合 巨人也露出得意的笑容 不过下一刻出现的场景 让他瞬间震惊无比 即使自己身处最危险的境地 女人仍在无限挂念平平无奇的夫君 自己虽已觉醒前世女帝神时 可此时面对来自上界的暗黑能量 仍是肉体繁胎的吸河 简直毫无招架之力 他哪里知道隐藏极深的夫君早已暗中加入战场 不仅将天龙道人打到崩溃 还对他从上界请来的暗黑使者 表达了一番无比亲切的问候 把堂堂上界大能羞辱到怀疑人生 让其在悲愤交加之下使出毁天灭第一击 看到嘴强王者被自己轰到灰飞烟灭 暗黑巨人露出无比欣慰的笑容 下一刻却震惊到邓远卡兹兰大眼睛 原来自己打了淡天只打了个寂寞 刚刚那只是一根头发凝聚的法身 天龙道人更是恐惧到极点 本以为令三公子是真仙才如此厉害 没想到人家仅仅用一根头发 就把自己这南州第一人碾压成这个鬼样 那他真身的实力会是何等恐怖境界 暗黑使者也精致目瞪口呆 一根头发就可镇压长生 就算上界自己的真身也无法做到 下界怎会出现如此变态的存在 此时在暗雕小殿中 令天红轻叹一声本尊居然大意了 本以为斩纳长生老儿一根头发足矣 没想到他竟召唤上界之人将领 看来本尊只能亲自走一趟去清理下垃圾了 等他再次出现 已经顺一千里来到两个老六面前 暗黑使者此时已感到一丝危险 你究竟是何人 我暗黑界的事情你也敢多管 本尊是谁你没有必要知道 至于暗黑界 在本尊眼里算的鸟毛 你也敢拿出来威胁我 不管你是何人 既然出现在下界就绝非真身 由于天地规则限制 下界能够承受的极限只是天仙出气之力 既然大家力量一样我不见得会败给你 是吗 令天红说完便释放出压制许久的逆天魔气 本尊倒想看看你说出这话的底气是什么 天龙再也承受不住直接被红尘光糊 魔尊举其已被注入能量的木雕 垃圾我来扫 看家靠你了 说完随手将其抛向天际 随着木雕爆发出的璀璨光辉 可屏蔽能量的结界瞬间照住整个凤金城 天仙级的破坏力是何其恐怖 就算远隔千里也足以毁灭一切生理 望着这本不该在下界出现的逆天操作 年轻好多的天龙此时如同做梦一般 真是愚蠢啊 与本座大战居然还分出力量保护下界龙羽 简直是自寻死路 就让你见识一下天仙之力推动的仙气 所展现的灭世神威吧 只见暗黑使者挥舞手中赤色战警 如流星坠落一般向令天红轰杀而去 横派的暗黑之力划破虚空撕碎周围一切 天龙此时才知晓 自己在上界大人物眼中不过龙羽一般 伴随惨叫之声瞬间化为鸡粉 只听轰的一声 暗黑使者瞬间压麻呆住 这怎么可能 自己全力一击居然被对面两根手指轻松化解 令天红淡淡说到本尊今天交将 天真两个字怎么写 是谁让女帝众心不稳心神荡漾 甚至当着众人擦起了口水 还能有谁 肯定是她的夫君令天红啊 都有谁看到郑出丑 评论区 留个爱心再走 上级说到面对令天红的各种看不起 伴随使者受到七尺大辱 以无尽神力催动仙气使出致命一击 毫不顾及炮灰小弟天龙老祖正在旁边 瞬间让他被仙气之威轰成积粉 哪知正主令天红却纹丝不动 伸出两根手指捏住仙气 并表示要教暗黑使者做人的道理 在卡兹兰大大大眼睛的注视下 仙气战几境变成了破烂烧火棍 去 怎么可能 这下界之人竟能无视天地法 打破了力量限制 令天红哼道什么天地法则 蝼蚁一般的存在才会被规则所限 若实力足够强大 就不存在任何规则 说完凝聚无数星辰之力化作流星女 向使者轰纱而去 瞬间无尽神光穿透巨人身体 无尽哀嚎中 这上界大人物灰飞烟灭 随着尘埃消散 才看清战场竟被轰出 身不见底的原形巨坑 此时九天之上传来不甘地叫声 我暗黑剑 不会放过你的 令天红插腰道不知死活的东西 还敢狂言报复 把本尊惹急了直接评问你暗黑剑 打完 收工 说完瞬间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便回到了木雕小店 刚刚出去打架没有被人发现吧 发觉一切如常表示还好 低调解决没有暴露身份 漠视景象此时已恢复了正常 可城中百姓脸上还残留着惊恐神色 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 还以为天地都要完了 城东张三表示下身略有不适 说到我先回家换条裤子 精神阵中天荒兄妹面色苍白 刚才以为自己就要灰飞烟灭 想起那种压迫感两人又开始瑟瑟发动 而熙河心中充满谜团 暗黑界的势力怎会在下界出现 又是谁杀的他 那天龙老祖的气息消失估计已经陨落 第一次 袭击天鱼的刺客神秘消失 第二次 宁王请来的六大神火真人团灭 紧接着六大宗门被清空 第三次 神秘空间戒指砸中自己额头 送来天亮资源 这一次 居然连天龙老祖请来的上界高手也被镇杀 熙河感觉有一股神秘力量 在暗中保护着风金城与自己 难道是天庭的人查到镇的转世之身 专门派人来下界保护 等熙河向远方眺望 人世间居然隐藏如此强大的力量 看来要小心点了 挥挥手表示大家都辛苦了 回去放松放松吧 看来以我目前的实力 想要在这凡间自保都远远不够啊 算了管他呢 反正又能和夫君过平静的小生活吗 爱压光想想就让人家觉得幸福呢 糟了 差点忘了该回家给夫君做饭了 我得快点回去 今晚做他最爱的红烧肉 夫妻二人本是前世死地 如今却爱的如胶似妻 随着天龙危机的化解 地表最强夫妻尽情享受着二人世界 繁华的街中 娘子嗅着心买的包包享受着老公投味 无中垂掉半天不见收获 才发现忘了安上鱼钩 其实大家都懂得 二人醉翁之意不在酒 最后再也绷不住便彻底放飞了字 让太阳都怒骂两人不讲武德 时光回溯到昨天晚上 令天红随手灭掉天龙与上界大门 哼着一个字都不再吊上的小曲心 冲冲回家抱了我 熙和早已在门口交际等候 夫君 你回来了呀 美丽身影带着香风扑向了心爱的男人 并天红问起今天那番恐怖景象没有吓到娘子吧 熙和哼到少看不起人家 妾身可是书院先生 所以就算害怕 也要装作很淡定 给孩子们做坚强的后盾了 我家娘子真棒 来让为夫好好亲亲 哎呀讨厌 老夫老妻了 还这般没正经 赶紧去吃饭 我特地为夫君做的红烧肉 正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 羽王那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得知天龙竟被镇杀 致使自己夺取天凤皇位的计划落空 羽王竟把心爱的事情拿来当出气筒 吼到赶紧给我滚 谁也别来烦我 可恶的家伙 这个神秘人总是暗中替那神凤女皇出头 如今事态已脱离我的掌控 必须向邪神大人禀报一切 随即便使出了天魔传音大法 而远离凤京城千里之外 属黑炎城管辖的一处别院 只见狂风大起划出道道风刀 寻常神火真人处之必死的灵力威势 瞬间斩断了磕刻巨树 原来那攻击对象 正是令天红的后背圣女白云 狂风威力逐渐加剧 甚至撕碎了她的衣裙 感知时机已到白云露出坚毅神色 伸出玉手请出了观音牵手法相 赞音缭绕下只见她气势大增 还请法相现身 只见无比庄严的观音法相 瞬间将白云笼罩其中 将风刀的攻势全部阻挡在外 随着一声震碎虚空的巨响 堪比额爆现场的爆炸之后 风刀的余威才逐渐消散 此时白云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自己尽安全度过了风劫 迈入了神劫境第一步 妹子打扰到魔尊夫妻探索生命起源 便遭到魔尊丢的一声疯狂报复 致使胸前肿大到低头看不见地板 可妹子不仅没有生气反倒无比星星 因为令天红终于摊牌祖师爷的身份 并传授自己上界功法大自在观音法相 在渡劫关键时刻大显神威 从而顺利突破到神界一径 想起祖师爷说过 等我度过风劫便可帮他做事 随着白云惊鸿亮影消失 随后两道身影在此出现 正是来自中州的君无邪 他疑惑到貌似刚刚有人在此度过风劫 身边老者就没说到没错 老夫还察觉出有白云的气息 君无邪闻眼眼前一亮 这么说是他在此度的风劫 老者点点头表示很有可能 老六不禁放声狂笑 白云你让本少好找 如今终于有了你的踪迹 加上那个天赋异禀的神凤女皇 两个天之交女通通跑不出我的手掌心 没有丝毫当个两人便循着气息一路追求 在成功的喜悦当中 马不停蹄地回到凤京城 知道祖师此刻在木雕殿 静止地奔向那里 看着正在雕刻的令天红 妹子恭敬行礼白云见过祖师 令天红无奈一笑 白姑娘忘记我们的约定了吗 白云才反应过来 两人一说好以兄妹相称 那个令兄啊 我杜结成功了 令天红连连祝贺随即将双手摊开 缩小后的战绩在他手掌上旋转出 我之前说过 等你杜结成功便送你一件礼物 说完直接将暗月战绩打入了白云体内 并帮他成功炼化使仙气任主于他 多谢令兄刷的火箭 不对不对 是仙气 白云激动的小脸通红 不愧为开山祖师 必出手就是一件仙气 对令天红的崇拜也更近了一层 令兄 你说过等我突破之后帮你做一件事 快说快说 令天红头都懒得回 但但说到那你就前往天龙山一趟 将天龙王朝的高手全部灭了吧 令兄请放心 白云现在就去 保证速战速决 他是圣帝纪下雪宫的圣母 如今又达到神节境界 不到三天时间便赶到了天龙山 守卫大声呵斥来者何人 竟敢擅闯我天龙圣帝 白云手持战己 撒爽英姿如同天神下凡一般 二话不说直接出手将几人轰杀 祖师的命令 灭尽天龙王朝的高手 你说你们惹谁不好 天天要惹他 妹子一出手便惊动了整个天龙山 众多强者闻讯陆续向山门聚集 数千年了 还没有人胆敢到天龙山来闹事 一个山羊狐杀一凛然道狂妄 就凭你一个神节赞人 就想灭我天龙山所有高手 发眉说完扑的一声化为一棚屈物 白云无语道说了半天是个主熟的鸭子 只有嘴硬牙 眼见几方高手没活过一个照年 其余众人无比震撼 这小小丫头 居然拥有仙气 男人总是想找些刺激 所以先去骚扰魔尊的徒孙圣女白云 如今又盯上魔尊的后人凌云 最可恨的是 他居然还惦记上魔尊的娘子西河 上集说到魔尊赐予白云先弃战警 并叮嘱他将那天龙王朝随手灭了便是 此刻白云如同杀神一般 你们惹谁不好 偏偏惹到我祖师头上 说完随手将对面神节强者拍成鸡粉 这一招 难道是传说中的上界仙法 大字在观世音法门 看不出你们还有些见识 轮到你们了 只见一尊千手观音法像浮现天际 让天龙众人感觉自己如同蝼蚁一般 象征着无上权势的天龙山 在白云一击之下完全崩塌 称霸南州近万年的超级宗文 竟没留下一个活口 仿佛世间不曾有过一般 虽然祖师没有吩咐 那也顺手把天龙皇城灭了吧 不久皇城上空便献出一道金光 即便天龙皇帝与众高手下的四处躲藏 也没躲过被静灭的命运 今后这里注定成为战火之地 为了争夺权势 那些宫侯家族必将展开厮杀 不过这些与我白云何干 回去找祖师赴命了 不过此刻令天红才没空搭理他 原因吗 大家都懂得 解决了天龙道人事件 又收了白云当作跑腿小妹 替自己收拾残局 两口子又过上了夫妇和明且热爱运动的幸福生活 而此刻的黑炎城外 宁静的灵鹰小道中 竟出现令家唯一的后人令灵云 走了两年时间 终于回到和先祖初次见面之地 因为令天红帮他洗水伐骨 并加以太皇中辅助 灵云的境界可谓突飞猛进 已迈入了神火镜三重 只见他喃喃道 我 能找到他吗 谁知另一侧 竟是搜寻白云下落的君无邪与老者 灵云那充满青春气息的优美曲线 让老六眼睛直冒绿光 清老 本少又发现一个好猎物 恭喜少主又寻得一个美人 这玄天玉五大洲属南洲最为偏僻 怎么出了这么多妖念美人 先有内天赋异禀的神凤女皇 而眼前这个二十出头的青衣妹子 也已修制神火镜 让背景恐怖且热爱 收集天之娇女的君无邪 连连感叹自己厌赴不浅 唯有征服这些角色妖孽 才是本公子最大的乐趣 闻到动静玲云顿时秀眉微醋 鬼鬼祟祟的东西 滚出来 呵呵 小美人感知还不错 看出对方修为绝不简单 玲云警惕地问道你是谁 到底想干什么 妹子无力地贪软在地 而罪魁祸首还在耀武扬威 若她得知妹子的背后是谁 估计会直接招呼全村过来吃自己喜 被男人堵住去露凌云脸色微变 你是谁 想要干嘛 她能明显感知对面修为绝不简单 君无邪直接开门见山 本少见你天赋不错 今日便送你一场机缘 臣服于我 做我的女诺 闻言妹子气质浑身发抖 怒喝龌龊之被你想得美 再不滚开 达到你爹娘都认不出 本少本不愿对美人出手 可你为何要逼我 万一弄伤这吹弹可破的肌肤 本少可是会心疼的 知道对方不会善罢甘休 凌云二话不说 直接祭出了碧玉霄 无上霸道的凤凰显现 瞬间向对面淋压而去 区区神火修为竟拥有八瓶法觉 轻衣老者此事无比震撼 口中难难道 这是何等悟性和机缘 可很明显他家公子关注点 却不在这里 这身材 这小脾气 越妖孽的美人我越要征服 简直太对本少胃口了 说完挥出一掌 只见无比恐怖的能量 与凤凰虚影碰撞 如神雷爆炸响撤方圆石里 凌云竟被直接击飞 随后重重摔到地上 一口鲜血喷出俏脸变得煞白 万万没想到对面居然是神界强者 他才这般年轻 而且看那身后老者实力更在他之上 君无邪笑着说到轻老把他带走 本少日后再慢慢将他调教 眼看老者苍老的右手向自己抓来 凌云咬牙强撑住身形 回想先祖曾对自己说过 未入长生境不可煽动先祺 可如今已顾不了那么多 凌云猛然起身挣脱了老者束缚 仙气太皇忠听令 只见凌云与子弟结反应 口中念叨速速照来 对面两人无比震惊什么 仙气 而下一秒凌云以本命仙气合为一体 瞬间爆发出无上威力 将毫无防备的两人当场正飞 并将方圆百里直接化为废墟 太皇忠 快带我走 仙气得到指令卯足了镜像续空飞去 待此地沉烟散去 只见君无邪兴奋到了极点 实在想不通区区神火镜如何做到 让仙气认主 快追 此等天之娇女 值得本少拥有 如同狗皮高药一般两人 对凌云穷追不舍 小美人你逃不出本少的手掌心 交出仙气 然后乖乖做我的女 虽有太皇忠速度加成 无奈凌云境界太低 无法发挥出仙气真正速度 可恶 怎会遇到这两个开挂般的恶人 妹子不远万里找寻日夜思念的情望 哪知被恶少看中 深紫玉将自己霸占 深知落入其手 自己必将生不如死 可即便凌云使出权力 仍不能摆脱纠缠 此刻翘脸煞白 转身怒骂臭牛芒 我宁可陨落也绝不做你女母 君无邪狂笑在本少面前 你连死的权力都没有 伴随一声喘息 妹子感知法力即将用尽 由于要不要启动太皇忠 虚空穿梭之力 可自己不过神火三重 无法完全驾驭 若是失败便生死到消 那也总比落到她手里强 随即目光坚定地唤出仙气 通通道出现眼前 就在以为可以逃脱魔爪之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有老夫在 休想逃走 只见红衣老者闪身拦住自己去路 随即挥掌向空间之门轰去 在恐怖的一拍之下 空间通道直接崩碎 而太皇忠遭受重创被打回原形 伴随妹子一起向地面急速坠去 君无邪表示 亲老你一点也不怜香惜玉 小美人 我来救你 随即伸出魔爪玉将妹子抓入怀中调戏 凌云自然不会让她如愿 调动最后一丝法力欲动掀起与她拼命 可君无邪不惧反喜迎战而去 人和中 都是我了 剧烈碰撞响彻方圆十里 连黑岩城内都能赶之可无一人赶前来施救 只听扑的一声 被子重重摔到地上 君无邪说道乖乖臣服本少吧 这样还能少受点罪 虽然本少不喜欢强扭的挂 但是用来解渴也不错呀 说完便伸出罪恶之手 见此情景凌云止不住地颤动 你要干什么 快给我住手 哎呀本少的手不听死我了 只能怪你长得太美太有吸引力 正要得逞之时一道闭光熄来 老六疑惑怎么没有触碰到那柔软之地 反应过来怒吼谁在坏劳子好事 随后惊讶地发现 来人竟是自己苦苦寻找的白云 死性不改的君无邪 到处祸害女子 今月有我白云再次你休想如愿 老六狂笑本少寻你多日 没想到你竟主动现身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今月洗得双眉 正好将你俩就地修炼 本少高涨的欲望已经压制不住了 白云仙裙飘横到无耻之辈 那就试试看 之前自己肯定有多远逃多远 而如今自己已度过风节 并有令仙尊赐予的仙气榜身 何况祖是他老人家近在凤京城 米君无邪背景在强大 还能大得过无敌于九天十地的令仙尊 而此时君无邪以不顾一切的伸手抓向良女 殊不知已为自己和家族惹下天大的麻烦 男人本想对妹子展示一下雄性风采 哪知不仅当场露窃 刚香的烤瓷牙都被打飞八颗 面对两个肤白貌美的长腿妹子 风流成性的君无邪邪念顿生 光想想就觉得刺激 再也忍不住伸出罪恶之手 小美人快快放弃抵抗 猥琐的表情让白云下意识护住胸口 无比厌恶的会长一把将老六振飞 什么情况 怎么可能 本以为妹子已是囊中之物 结果公事却被其轻松化解 看这刚风的强劲程度 他白云竟真的度过了风节 不愧为圣地纪下学宫的圣女 果真是千年不遇的妖念 放眼天下 除了本少 还有哪个男人能配得上你 妹子彻底无语 到底是谁给你的自信 你不过区区风节一进 难道忘了本少三年前 就已度过火节了吗 别做无谓的挣扎 乖乖投入本少的怀抱吧 废话少说 咱们手底下见真章 你们这些妹子 一个比一个难以驯服 不过太好的手倒也显得无趣 说完换出无边剑海 像白云公群 妹子此刻却毫无聚色 观音法相 现身 瞬间便将灵力的剑一阵飞 范音缭绕下 牵手观音法相出现在白云身后 无上威压甚至让两个老六喘不过气 金光下的白云显得无比庄严 圣洁不可侵犯 可君无邪虽然风流成性 但确实也是战力逆天的绝世妖念 既然如此 那本少就稍微认真一些 试试你这法相的橙色 只见法相淡淡地伸出手掌 轻轻一弹便将老六阵的晕头转向 犹如炮弹一般轰到了白米开外 旁边老者大惊失色 大呼少主你在哪里 是老奴大义了 君无邪脸上邪满不服 这绝对不是真的 神劫四重都不是本少对手 而他不过刚刚迈入神劫一重 只见白云神色凝重 君无邪 昔日我修为低下 被你追得四处躲藏 甚至逃来着南州 如今我修为大镜 必要将你击败来一雪前耻 在对面的惊呼下 白云竟同时使出三个逆天法诀 真龙浮现屁逆天地 神皇凌晨不可一世 大鹏斩翅傲视八荒 妹子毫不犹豫掐指下打指令 三头传说中的神兽散发 惊天威势向着君无邪杀去 我承认你变得强大 可也别太小瞧了本少 说完君无邪全力挥出一剑 瞬间将最先攻来的神兽大鹏斩面 呵呵 看着吓人 可不过如此 老六却忘了能是攻来的 可不止这一头神兽 这个整天和老婆逆你歪歪的宠妻狂魔 其实是三界在无敌手 只能下界寻求大道的魔界至尊 万年前他一手创立圣地祭下学宫 镇压了九天十地强者 并夺射无数逆天传承与宝 最后在飞升之前路过南州 于神秘洞府留下无尽宝藏 作为学宫最后抵命 随着学宫日渐衰败 圣女白云跨越万里来到南州 第一是为了躲避 及到先攻军无邪的纠缠 二是找寻祖师令仙尊的宝藏 振兴学宫 奇缘巧合之下 镇玉令仙尊本尊并得以逆天传承 之后白云沦为魔尊的袍腿小妹 替他灭掉天龙王朝 返回路上又见君无邪这色魔纠缠别的妹子 路从兴起拔刀相助祭出三头上骨神兽 你躲得其一 别忘了还有其二其三 只见神凤虚影直接轰向了君无邪 该死 居然让本少如此狼狈 话没说完如王八一般四脚朝天摔在地上 白云不给他喘息机会 真龙幻影又杀至他的面前 老六肝胆欲猎吼道轻老救我 随着一声爆喝 避之枯瘦的手掌竟徒手将龙影捏碎 老者终于出手 羞伤我家少主 白云按道不妙 有轻老出手想做吊君无邪变得棘手了 凌云多谢姐姐搭救之恩 敢问姐姐尊姓大名 我叫白云 此刻不容分心 等战后再做彻夜长谈 等等 你就是令凌云 好像听祖师提过这个名字 白云疑惑世上会有如此巧合之事 另一边老者安慰道 少主不用担心 老奴这就为您疗伤 而君无邪极度不甘地咬紧牙关 败给一直被自己视为猎物的白云 让他的修道之心无比挫败 清老 此等失辱绝对不能外传 少主请放心 老奴知道怎么做 说完老者爆发出长生七重镜的本部威势 青涩电芒如潮水一般肆意 姐姐小心 之前就是这老贼破了我好顿之术 白云叹道他乃是长生道人清老 放眼中长生中他也是最顶级的存在 说话间老者已挥手凝聚出浩瀚症 让你们见识下老夫的神雷长 伴随闪电与雷雷 遮天闭月的剧长轰向两个妹子 而战场上却凭空出现一个黑洞 这是什么 又是仙气 一天之内居然出现两件仙气 原来关键时刻白云寄出暗黑战警 以挡住攻势 这鸟不拉屎的南州 仙气居然烂大街了 凌云也震惊到姐姐你也有仙气 只见战警召唤的黑洞吞那四方 将清老的攻势尽数吸收 白云瘫软在地面色苍白 这长生七重镜的威力太可怕了 而对面君无邪面色更加难看 自己背景滔天都没有掀起 而两个妹子却忍手一见 忽然想起了什么 难道这白云已经寻到传闻中令仙尊的宝藏了 白云哼道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这倒不是问题 本少有一万种方法让你开口 清老是官仙家重宝 全力出手 绝不能再让他们逃脱 老奴明白 说完老者不再保留将威势爆发到极致 方圆千里大地都被震碎 威压让两个妹子脸上瞬间失去血色 只感觉灵魂都在颤抖 热恋中突然多了一个电灯炮是什么感觉 家中来了一个白云 就已严重影响了两口子的日常发挥 相处之后娘子逐渐适应 并与老公这个徒孙以姐妹相称 可如今家里又多了一个令人云 这次看看魔尊如何再向娘子解释 时光回溯 战场中随着两女先后亮出掀起 不仅没有下退恶哨法 让其更加兴奋 吩咐老者快快使出全力 清老德令随即爆发出惊天威势 两女此时才知晓 与长生强者的巨大差距 随着一声爆喝 老头杀多大的拳头向白云哄来 可谓毫不怜香惜玉 妹子不敢犹豫赶紧祭出仙气抵挡 方圆百里大地都要崩碎 烟尘散尽 只见白云虽然强称身形 可肩膀传来剧痛貌似已经脱久 可恶 纵有仙气在手都难以匹敌对面空拳 老头也由衷赞叹能接下老夫这一群 小小丫头也不简单 不过也就仅此而已 而君无邪又打了鸡血一半 等下看本少如何将你折磨 白云怒骂无耻之徒你休息 可心中知晓不可能再接住下一招 此时令玲云说到姐姐 快将法力传入 这是我们逃走的最后机会 好 白云没有丝毫犹豫 有了自己不厚的法力加持 玲云再次祭出太皇中 不好 两个丫头想跑 由老夫在此休想得逞 经老以最快的速度出手 可还是慢了半拍 眼睁睁地看着猎物自续空通道逃走 还不忘向自己比出一个亲切问候 续空中玲云表示 多谢姐姐出手相救 没什么 我和她也是仇人 自然不可能看着她得逞 而对于玲云她很满意 并打算将她引入 季下学宫里壮大宗门 这妹妹如此年轻 变达神火境界 并拥有仙气护身的天大机缘 如此妖孽自然不能错误 不过此刻开口不免有些邪恩自重 还是先出些日子再说吧 那就好说了 你随我回凤京城吧 可姐姐凤京城离此不远 那军无邪恐怕很快会找到 下次我们恐怕没那么容易打开通道逃走 这个妹妹不必担心 若是她和那个老头赶去凤京城 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白云无比相信自己祖师爷的实力 区区长生道人不够他老人家赛牙凤的 木雕店中令天红悠闲地耍着鸡毛胆 祖师爷我回来了 伴随清脆的女生 两个妹子一起走进屋中 看到凌云的出现令天红微微一惊 而凌云愣神之后 郊区微颤随即泪流满面 做梦也想不到在这里遇到自己苦苦找寻的前辈 白云吃惊到妹妹你认识我的祖师吗 凌云擦擦眼泪这便是我口中一直找寻之人 令天红无奈一笑 当初我不是吩咐你好好将令家发扬光大吗 你四处将我找寻又是为何 只见妹子取出珍藏的画卷 凌云只是想找前辈求证一个问题 妹子被人欺负本想让祖师出头 下一秒却被祖师打晕 并毫不留情地丢了出去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上集说到凌云历尽千辛终于寻到前辈 从不知名处取出了珍藏的画卷 在令天红面前缓缓将其展开 凌云只想求证前辈是否为我令家先祖 没想到侄子还留着我的画像 令天红不再隐瞒 没错 我就是万年前的令三公子 令列正是我七弟的儿子 当初我即将飞升上街 心中留有最后一丝挂念 回乡探望才知晓七弟已经先逝 我便用三个月的时间 传授侄子修炼之道 没想到这孩子竟留下了这幅画像 其中的每一笔 我都能感受到他的思念之情 可贪万年已过 他们都早已化作尘土 凌云再也忍不住败倒在地 不笑后人拜见仙子 我令凌云在这世上竟还有亲人 白云暗自庆幸还好我出手救下令妹妹 想不到她居然是祖师的后人 由于激动而扯到伤势 以至于衣裙都被鲜血染红 凌云面色瞬间变得惨白 曼妙的身躯疼痛倒止不住的颤抖 令天红惊道你有伤在身 发生了什么 白云抢先一步到处来龙去脉 并将军无邪的背景介绍了一遍 眉飞色舞生情并茂 天油加醋地说道口干舌燥 最后总结祖师 您一定要为我们出头啊 魔尊眼神变得冰冷 万年前中周四大宫分别为寄计道红 其中我寄下学宫为圣地之首 甚至他寄到先公创始人都陨落在自己手中 可如今这些蝼蚁居居然也嚣张起来 下一秒反应过来我寄下学宫 难道都是一群废物 区区万年便被外人骑在头上撒野 吓得白云嘟囔倒是我们丢祖师爷的脸了 令天红思索片刻说道 既然他们欺负了你俩 两女心想祖师出了名的户端 有靠山的感觉真好 下一秒却听到 那就由你们自己去报仇吧 瞬间让两人大跌眼镜 我说祖师 他身边可是有长生七重的高手 虽然我俩有先气报身 可就算与其打个平手 都须修炼数十年了 须须数十年吗 那我便送你俩一场小小的造化 啥造化 两人听得一头雾水 就是一梦过千年 令天红挥手施展念力 两女瞬间昏昏欲睡 今夕又是何时 大梦心法 说完两个手刀劈向二人 名利户户中他们双双趴在地上 本尊来体验凡人生活 能不出手自然不会出手 也正好通过报仇的方式 将你二人磨练 你俩天赋一柄 大有成仙非生之姿 这可是大梦之主所创的无上仙经 必夕之梦可抵苦修数十年 境界突飞猛进的同时 梦境中还会获得其他机缘 做完这一切魔尊便返回殿中 又回归成平平无奇 辛苦养家的木雕一人 妹子只是简单地抛了一个媚眼 便被男人啪啪两下打烟 并一把扔到了榻上 你俩简直胡闹 若被娘子看到绝对少不了一番地动山摇 时间来到次日清晨 街中一片喧闹 而小店后院躺着两位绝美仙子 一个白衣如雪清冷圣洁 一个轻衣素雅空灵清雲 正是白云和令铃云 随着秋水明眸缓缓睁开 两人无比震惊地弹了起来 妹妹啊 我好像摸到了长生镜的门槛 姐姐我也感觉在梦中度过了风节 那如今是和年月 我们到底睡了多久 你们只是睡了一夜 是不是感觉自己实力大涨 见状两女震惊地扑向令天红 我们真的只是睡了一觉吗 怎么感觉如同修炼了数十年 大梦千秋今夕是和年 这便是大梦心惊的奇笑 哎呀 既然有此奇笑不如让我们再睡上一觉 那咱们不就可以直接问到长生了 笨蛋 进入大梦空间极其耗费元神 欲速则不达 若是在镜恐怕神魂迷乱 英雄你说就说嘛干嘛打人 只见令天红自怀中摸索 掏出一尊李太白的木雕地向凌云 妹子忽闪着智慧的眼睛 却不知这有何用意 魔尊姐是到大河之剑天上来 可谓一曲长歌 一见天涯 以后你便主修剑道 至于领悟多少 全靠你自己的机缘了 尝过甜头的白云表示 妹子这可是大机缘了 里面蕴含着令兄所赐的无上之道 凌云明白过来激动地伏地而泄 晚辈多谢元祖之恩 别总是远足元祖的叫 显得我多老实的 以后你也称呼我为令兄吧 还有 千万不要在娘子面前暴露我的身份 我刚刚赶至城中来了一老一少 估摸着就是将你二人打伤的家伙 而现在 你们可以去报仇了 实力大增且有仙气在守 两女迫不及待地消失在原地 另一边的神凤皇宫门口 君无邪与清老入城之后 静直奔着宫门而来 静君护卫阻拦到皇宫重地不得善入 乃至下一秒化为了两团血物 一群蝼蚁也敢安我家少主 少主请 而君无邪阴邪一笑 两年多没开婚了 就先裁补一番这传闻中的神凤女皇 大家千万不要惹爱撒娇的妹子 别看她们外表楚楚动人 发情不来会让你后悔终身 可偏偏有人不听劝 非要体验下当炮灰的感觉 为了隐瞒天凤女皇身份 娘子不得不每天先目送夫君出门 东张西望确定四下无忍 这才自胸前画出符文 随即在脚下丢出法阵 一道凤皇虚影瞬间划破天际 直奔那天凤皇宫而去 此刻在皇家练功师妹 刚刚步入神节的西河正在加紧修炼 神识却探查出有强敌入侵 不得不终止修炼前去查看 下一秒有着修长玉腿 美艳冠绝三界的娘子便来到事发地 冷冷到和人擅闯镇的皇宫 见神作女皇比传闻中还要美丽 老六瞬间露出邪恶本色 此女只应天上有 为何为我落凡间 这趟凤京城来得太直了 在下军无邪 正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而西河注意力明显没在她的身上 反倒感知出旁边的老者绝不简单 是吗 那你说来听听 本少看上你了 决定让你做我的女 闻言西河只想一巴掌把她拍扁 你这是在找死 老者为少主出头 手中拐杖点了一下地面 瞬间无上威压笼罩整个皇宫 甚至让西河脸色都未知一变 我家少主让你当女奴是你的荣幸 可不要不识太久 长生七重敬 看来他们不是南州的人 无比尊贵的西河岂会将他们放在眼里 朕从来不会臣服比我弱的家伙 就凭你 给朕提鞋都不配 呵呵 不愧是地处偏僻的南州 刚刚度过神劫的小小女皇便如此娇横 本少今日便让你开开眼 三招之内若拿不下你 本少便开恩 收你做个切 聪慧的西河之小在旁边老头面前毫无胜算 此刻只能使出激将法 让这老六与自己单挑 只有制服了他才能脱困 随即表示内政变给你一个机会 若你打赢 政变答应做你女 若是你败了 就立刻滚出南州 镜头切换 万里之外的中州上古书院 一座神光缭绕的仙山之上 先锋盗谷的老者缓缓开口 武动 你的家乡便是在南州吧 回禀世尊 老者说道没错 万年前令仙尊妃生之时 留下无数秘宝于神秘洞府 以防纪下学宫后代拜光家庭 本来这秘密只有历代公主得知 奈何如今还是走漏了风声 如今那纪下学宫圣女白云 及到仙宫圣子君无邪 都已赶往那边 你今日便可动身 顺便回去见见家人吧 说实话看到娘子被恶少欺负 不知你们怎么想 反正本人很不爽 先是两个后辈被他纠缠 如今又换成自己娘子 若是令天红知晓真相 会不会把废弃杂 虽已觉醒前世神识 可毕竟此时还是肉体凡胎 不容侵犯的熙和 只能使出激将之法 与君无邪这个铺盖在立下赌约 三招之内若你战败 就赶紧给阵滚出南州 而老六则傻拉巴基一口答应 无比自负表示 让你看看本少的厉害 熙和懒得再与他废话 如太古神山一般直接轰出杀招 而君无邪却得一大笑 好强啊 本少越来越兴奋了 只有征服此等妖孽 笑 下一秒无尽法力自虚空凝聚 瞬间换出一尊无比庄严的天地法相 而老六此时终于变了脸色 因来不及躲闪被重重轰飞 如狗屎一般拍在地面之上 狼狈地吐出被击碎的八颗门牙 熙和冷凹到这边算第二招好了 却见老六身影突然在地面消失 下一秒却于虚空献出 闪身来到熙和面前 你动了真格 可本少还没呢 让你这南州相巴老见识下 中州圣地的底蕴 此见名昆吾 乃是仙气之下八品法宝 而八品法器已是下界巅峰 这里每一道剑气足可重创神节一镜强者 随着老六一声暴和 笼罩八方的无上剑气瞬间攻向熙和 这恶少虽然看着恶心 可实力的确算是绝世妖孽 但他面对的可是高贵的熙和 此刻岂能容他嚣张 毫不犹豫驱动法相与老六硬扛 毕竟境界存在差距 厮杀几个回合之后 法相竟被军无邪击破 而熙和无力的自虚空坠下 他曾是不败的神话 前世从一街繁体一路走向三界女帝之位 镇压无数先天混沌神魔 直至遇见了那个可恨的魔尊 才破了自己傲视三界的无敌神话 而这种滋味 镇绝对不要再来一次 哪知君无邪再次攻来 调皮的娘子 今日便让你知道 我们之间的差距 而此时却不知魔尊在哪里玩耍 必然不知此时落入险境的神凤女王 乃是自己心爱的老婆 大家评论区发个狗头比试一下 本人气到不行 先发为敬 他本是高高在上的三界女帝 却甘愿为前世死敌生而育女 可为了心中平平无奇的父君 为了父中两人爱的结晶 他义无反顾迎战外来强敌 由于对面祭出八瓶法器 其今天攻势让熙和落于下风 前世那个可恨的魔尊让我出场一半 这种滋味 镇绝对不要再来一次 尝到甜头的老六得意狂笑 束手就擒 然后乖乖臣服本少 熙和掐指捏出符咒 你是不是得意的早了点 下一秒从虚空抽出一剑法宝 老六菊花位之一景 想不到他也有趁手兵器 还能与本少的八品神剑抗衡 而这正是灵玄圣地的镇宗至宝 灵玄圣剑 虽然比不上那昆吾神剑 但对付老六也足够了 镇今日便教教你 什么才是真正的剑道 在熙和法力催动之下 浩瀚的剑气竟演化成无数水滴 最后只剩一滴凝于剑尖 难道你在开玩笑 难道这就是你的剑道 此招名为滴水 至于威力 你试试便知 下一秒看似无比弱小的水滴 竟爆发出超越一切剑道的威力 破空而至 直击君无血 老六顿觉不妙 随即调动无数剑气迎敌 哪只水滴居然化为汪洋大海 天客便将剑气全部吞噬 让君无邪震惊到一副见了鬼的模样 滴水可成汪洋 就凭你这点东西 也敢撼动大海 而老六终于聪明了一把 瞬间由攻击转为防御 可事实证明这也没什么鸟用 滴水直接将防御击穿 本少居然败了 败给一个破落南州的修行者 说完如炮弹一般被轰飞八百米远 西河奥利续空如战神灵士 之前说好的 你已败了 赶紧滚出阵的皇城 哪只老六完全无事之前赌约 清老 拿下这个女人 废去修为 本少必要将她收为女巫 好生折磨一番 西河面色阴寒 无耻的东西 竟被弃沉默 沉默 本少对蝼蚁能有什么沉默 而老头微微一笑 瞬间笼罩整个凤金城 城中百姓感觉呼吸都要抑制 而离此最近的皇宫内 文武大臣吓得瑟瑟发抖 疑惑难道那天龙道人还没死 只有令天红依旧风轻云淡 除非涉及自己娘子 否则她才不会关心 这便是白云口中那个清老小儿了吧 看来这天凤女皇挺厉害 性逼的小儿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下界的蝼蚁不配本尊出手 就交给白云他们去处理吧 身经百战的妹子为何如此惊慌失措 甚至不敢以正脸面对众人 而她那猛逼的老公 正想着回家如何与老婆亲亲 却不知老婆此时正身处险境无法脱身 白云两女一路循着气息赶到战场 没想到那两个货居然来到神凤皇宫 而这神凤女皇也不简单 居然能逼得清老出手 看来她把内军无邪虐得很惨啊 走了妹妹 轮到我俩去报仇雪恨了 而西河此时正一脸难看 可恶啊 长生七重镜 是我目前无法对付的存在 在催动更高的法力 只怕会影响我腹中的孩子 而对面青老此事狂妄叫嚣 神凤女皇 若是你乖乖当我家少主女 老夫还能让你少吃些苦头 而西河怎会向他们低头 为了夫君 无论如何也绝不受罗 此时一个清脆嗓音打破将军 君无邪 我和丽妹妹找你报仇来了 西河转身才发觉来了熟人 正是与自己姐妹相称两年的白云 见状君无邪如同打了鸡血 你们来得正好 本少今日真是厌妇不浅啊 而白云此时才瞥见西河站在场中 顿时一脸不可思议 呀 房东夫人是你吗 难道你就是神凤女皇 不是 不是我 你认错人了 窘迫神态让白云顿时一脸乌语 身后凌云好奇地问道姐姐 难道你认识神凤女皇 她就是令兄的娘子啊 我祝他们家都有两年了 凌云大吃一惊 什么 她就是先祖的娘子吗 而西河恨不得原地暴走 我都说了 你们认错人了呀 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可君无邪此时却无心观赏 与清老嘀咕着不对头啊 这白云竟度过了星节半步迈入长生 而那轻衣小娘子 看样子也度过了风节 这不可能 这才几天的功夫啊 而清老陈寅道也许他们二人 是靠着令仙尊留下的宝藏 才能有此突破 有道理 百年便飞升的令仙尊 必定拥有无视天地规则的制宝 清老 先抓住他们 再严加拷问 想到此老六又直冷起来 迫不及待地来见我 你们这是有多想念本少 今晚便恩赐你们三人 一起伺候本少吧 臭牛芒 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惨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却见清老瞬间腾空而起 未入长生的小丫头 居然不把老夫放在眼中 那老夫便将你三人擒拿 通通献给我家少主 白云回头表示房东夫人啊 你别再装不认识我了 咱们一起联手 斩了这老家伙 事已至此息和也不再掩饰 好 正与你们二人联手 斩杀此聊 在男人眼中天大地大 老婆最大 可如今老婆挨打 而她在喝茶 只因身为魔尊 她一直隐瞒身份 不想插手俗世之争 殊不知自己连瓶盖 都拧不开的娘子 竟是杀法果断的神奉女皇 而此刻西河 不得不先向白云两女坦白身份 随即三人组成姐妹天团 只见西河玉碧一归 满是神秘符文的精神阵 瞬间笼罩全场 清老疑惑着神奉女皇 是何来历 怎会使出如此精妙雄浑的阵法 而白云与凌云自然也不甘落后 三女顿石成三角之士 将清老包围 即使你们在墙 也与老夫有着天壤之别 只能说你们找死 说完祭出蕴含无尽神力的蓝色珠子 今日让你们见识一下 何谓长生之下 皆为蝼蚁 西河见多世广此时秀眉微醋 变出那正是八品法宝紫霄雷珠 其威是在清老催动下完全爆发 让整座凤京城如临末日 雷劈之下百姓无比惶恐 不想让其伤到凡人姐妹瞬间出手 凌云祭出太皇中 好比泰山鸭鼎一般 白云手握暗月战戟如同灵蛇出动 而西河挥剑之余也不忘秀一把 黑丝眉腿 真是不自料理 那就见识一下老夫的紫霄雷龙 下一秒三头雷龙分别攻向三人 其威是可谓恐怖如斯 却见白云如上古沙神一般 一几便将龙影劈成两半 而凌云则使出包租婆的成名绝技 挺起胸膛深吸了一口气 何东施吼一般瞬间将龙影镇成吸碎 而西河最为淑女使出玉龙天树 换出天龙与雷龙空中熬战 而后语气同归于尽 妹子们的彪悍让老头没有了自信 老东西 别以为是长生镜就可以为所欲为 说完白云又祭出千首观音法香 三头六臂可谓无比庄严 甚至让西河都震惊不已 疑惑他为何会这上界仙术 虽然只是皮毛 都让人难以置信 而白云明显杀得兴起 直接换出三首真龙 火龙 雷龙 丁龙 助我杀爹 只见三龙瞬间融为一头 更为霸道的神龙 夹带毁天灭地的力量 向青老轰却 却被无限变大的雷珠阻挡了攻势 老头狂笑 嘿嘿你这个还不够看 此时凌云也看准时机出手 只听古老的钟声响彻天地 这特马 居然是太皇忠 可还是不够老夫看的 乃至下一颗一头凤凰虚影 在钟声盘旋环绕 随着一道响彻九天的凤鸣之声 太皇忠如打得鸡血一般威势 再次暴涨 带着无比浩瀚的仙气之威 向老头砸去 以消耗大半力量的老头 再也无法承受仙气一击 直接喷出一口老血 而他此刻想破头皮也不会明白 眼前三个小丫头 到底从哪里修炼的 这些闻所未闻的强大法诀 是什么原因 让温柔的女帝如此暴跳如泪 把惹怒她的扑该仔 快倒五十六岁气窍生烟 上集说到三女联手 使出逆天法诀 清老受到仙气冲击 喷出一口老血 却仍强称身形准备挽回局面 小小女娃 老夫怒了 老东西你还嘴 你以为还有机会吗 说完西河祭出灵悬圣剑 冲消剑气让星空失色 山河决堤 威势瞬间淹没方圆百里 在精神阵法加持下剑 一爆发到极致 西河奥力续空可谓人间合一 这招叫做一剑天来 山河破 说完便向着清老斩杀而去 即使老头祭出保命法器 也无法摆脱被洞穿胸膛的结局 随着女帝轻蔑地哼了一声 紫霄雷珠啪的一声碎铃 我这个 可是八瓶法器啊 老头此刻一脸茫然 却没发觉三个妹子正在酝酿最后一击 斩 长 生 巨大的女帝法相手中握着太皇中 半夜战戟 凌玄圣剑 而清老终于认识 但为时已晚 下一刻便于续空之中消散 长生七重镜的巨头 就这样悲催地陨落在偏僻的南周 熙和轻哼一声 独自量力 随后三双卡兹蓝大眼睛 电齐刷刷望向君无邪 只是这笑容让老六害怕极了 随后壮的胆子从指缝偷瞄一眼 发现不知何时三女已逼到眼前 让她虎去一阵 徐花一景 凌云怒骂就你这鸟样还想说我们做你女 你的死气到了 而老六不自觉涌出不知名的液体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啊 白云姐姐 你知晓我的身份 我没了的话不光你们 就连记下学功也在劫难逃 你快劝劝他们 别干闪失啊 而白云瞬间无语 可笑 现在我们有令天尊撑腰 你急到先公算个毛线 就算你是急到先公的圣子 今天也必须狗蛋 你们可要想清楚了 后果万万不是你们所能承受 话没说完脸上出现一只高跟 熙和人狠话不多 懒得与他废话直接出脚 抛天背景 在他熙和女帝面前锯势渣渣 你算了什么东西 蝼蚁之徒竟敢打震得住 下界进出这种好色猥琐之辈 再有一点时间 下界没人是正的对手 老六被鞋底摩擦 大喊你这个疯女 杀了本少 整个悬天玉将无你容身之地 死到临头还敢多嘴 只见熙和抬起修长玉腿 真特魔是个过躁的家伙 说完一脚跺在老六要喊 酸爽之感大家都懂我也不再多说 让你嚣张 让你好色 让你感惹我 让你长得丑 最过分的是让你不给视频点赞 老六说了一句黑丝太丑 而被妹子疯狂暴揍 最后被施展急行轰到扎都不理 而妹子削了气又变得楚楚动人 并邀请小姐妹搓早刮杀一条龙 知晓祖师娘子竟是天风女皇 白云两人感觉吃到惊天大瓜 可这娘子也未免太过彪悍 难道祖师他老人家 也时常被他家暴 想到这里白云表示夫人可以了 你看看这军无邪 活都被你打出来了 可熙和并不打算就此罢手 不行 朕还没有解气 我要送他下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说完贴出一道极形符咒 让军无邪彻灰飞灭 死得可谓连扎都不上 看到熙和凌厉无比的手腕 两人翘脸煞白感觉害怕极了 而熙和却转身向他们表达谢意 今天的事 真的多谢两位出手相助 哪里哪里 房东夫人啊 不对 是女皇陛下您客气了 这军无邪本就与我们有仇的 而凌云却发愁她是元祖的娘子 按照辈分是不是也要叫她元祖 却被熙和打断思路 表示自己有一个不情之情 就是不知当讲不当讲 两人哪敢拒绝 夫人不要客气请说请说 就是不要将我的女皇身份告诉夫君 待到时机成熟 我会亲自向她谈的一切 就当我欠你们一个天大人情 两人一口答应表示打死也不说 可心中却哭笑不得 祖师让我们为她保命 原来房东夫人也在隐藏身份 感情你们两个都在玩小号装普通人啊 这是什么癖好 算了你们慢慢玩 我们也不掺和 熙和开心一笑 那就多谢两位妹妹 既然来了皇宫 就让郑好好招待你们 宫中首推的极品药语 里面可是有来自西域的香料 让朕领你们去舒舒服服抛个走 快走快走 身上都是那老东西的臭味 恶心死了 而此刻远在中州仙山之巅 正是急到仙宫所在之地 殿外却出现一名神色慌张的老者 老夫有要是通报 十万火急 护卫阻拦到长教正在冲关关键时刻 还请大长老见谅 冲关 这可怎么办呢 既然如此我暂且告退 待长教出关请立刻替我通报 看来长教是要突破真仙境界 那可是人间至尊啊 但圣子军无邪的命牌突然破碎 如此大事又该怎么办 对了 令仙尊宝藏出世 长教大弟子乌江王已经前往南州 正好叫他先去查看一番 而南州茫茫群山上空穿梭着一架豪华神殿 其中青年问到父王 这令仙尊宝藏出世是否属实 消息没有问题 宝藏就在南州 且诸多大势力均已出动前来争夺 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冲突 因此各宗决定指派一位年轻后辈争夺 儿子 你便代表我乌江王府 青年表示父王放心孩儿一定尽力 又问起那令仙尊到底是什么人物 他留下的宝藏竟有如此吸引人 秦湛一脸正重 悠悠说道令仙尊绝对是万古无一的要点 万年前便无敌下界可谓绝代风华 可他活在同一时代 简直就是悲哀 虽然我及到先公祖世便是陨落在他之手 可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为父最崇拜之人 青年听闻此言 内心更是向往 就在这时大长老的传信符文感到这里 一道苍老的虚影涌现并表示 圣子君无邪在南州遇害 乌江王你既然正在南州 速速带你侍尊查探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姐姐拉起妹妹只为躲避恶人纠缠 可看样子他们并不打算放过自己 然而下一秒姐妹两人又神气起来 只因他们背后坐着一个一脸猛逼的木雕一人 就在刚刚 白云与凌云逃向奉京城方向 而乌江父子穷追不舍一心长出幕后大牢 而在到达木雕小殿之后 两女此刻才感到无限安心 令兄君无邪的大师兄乌江王杀过来了 令天红嘴角微翘又来一个送死的 那本尊就成全他 而倒霉父子此刻也匆匆赶到 冷笑到看你们往哪里逃 白云开始耍绑你们这些狗腿子 我有说过要逃吗 有本事你过来打我啊 凌云也不道说道看着挺牛批 等下别被吓尿就好 乌江王拦下被气炸的儿子 说道你还不是这白云的对手 看这丫头有恃无恐的样子 估计那强者就在此地 可这里除了他们 只剩后面那空气一般的男人 乌江王淡淡开口把背后之人叫出来了 我说两位找我有事吗 你一个住激进的蝼夷 也配与我父王说话 我话没说完 儿子便被一巴掌扇飞十八明远 乌江王吼道你竟敢打我的好儿子 看样子你便是那背后之人了 令天红双手插斗我就打了怎么的 就算你是不朽皇朝的天武大帝 本尊也照打乌 当初本尊当着天武大帝的面 将他那个感冒犯 我的儿子直接斩杀 天武大帝屁都没敢放一个 还不是恭敬的送走本尊 听完乌江王紧张起来你是什么人 竟知道万年前的天武大帝 随即回过神来 认为对方不过在吹牛批 万年前的人要么飞声要么作画 没人可以抗拒天地规则 不管你是何人 今天都得死 白云说到你眼前之人 正是万年前的令仙尊 你好大的胆子还不赶紧跪下 小丫头演技倒是不错 可你以为本王是猪吗 敢杀本王的小师弟 你们谁都逃不掉 儿子却拦到父王留下这白云 小师叔到死都在将其追求 那就让我替他完成心愿 替他享受一下白云好吗 而白云看热闹不嫌是大 你们真敢对我祖师出手吗 还在演戏 他要是令仙尊 那我就是令仙尊他爹 话音刚落乌江王便被一股强大威势 镇压在当场 令天红淡淡说到你胆子倒是挺大 敢当本尊的爹 老六这才发觉对面真的没在演戏 除了令仙尊 谁也能有这种逆天的手段 二人随即双腿一软开始忙不迭地讨饶 毕竟他们面对的 可是万年前便已无敌三界的大人物 白云无比神气早就说了你们还不信 现在被彻底吓尿了吧 而凌云震惊于元祖的一个名字 就将对面下的魂飞魄散 他却永远不知 万年前的令天红 曾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而面对老六的连声求饶 魔尊和蔼地问到本尊的传说 你应该听说过吧 听过听过 您是晚辈崇拜的偶像 我从小听着您的传说长大的 那既然听过 你就应该知道本尊对于敌人从不会心慈手软 而老六一片绝望身之令先尊以下定杀星 下一秒便淹没在这狠人的怒火之中 临死前取出一张珍贵的传信符 赶着在最后一刻 将其抛入虚空之中 祖师 这乌江王传递消息出去了 无所谓 他们前来 也不过是送死罢了 天上白月光 地下斜两双 一对小青年 又在撒狗粮 西河摆弄着小脚丫 说道夫君啊 其实我有事情一直在瞒着你 你会不会生我的气呢 看着西河紧张的表情 令天红微微一笑 表示娘子说说看 哎呀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等时机到了妾身 自会向你坦白 令天红虽然好奇 但出于对娘子的尊重 并没有追问下去 西河十分满意 她的表现吐了吐舌头 到时候你可不要生气 要像现在一样永远爱我 而女帝之所以继续隐瞒 正是怕影响与夫君之间的感情 想着再多过一些 平凡而普通的日子 而她也下定决心 等自己问到长生 便向夫君摊牌身份 等自己恢复前世女帝修为 才能帮废财夫君摆脱凡人之躯 她有绝对信心 让夫君也达成先帝境界 然后夫妻二人于仙界长相厮守 可到了那个时候 就再也回不到 现在的普通生活了 可毕竟凡人寿命太过短暂 她又怎么可能 眼看着夫君便老死去 因此问到长生之前 她还不想暴露身份 就当享受与夫君 这最后一段平凡普通的日子 而令天红随手摘下几朵花瓣 轻轻地插在娘子发病之中 温柔地说道 我会永远永远爱着娘子 海枯石烂也不会变心 作为风流倜傥 无敌十地九天的魔尊 曾有多少优秀的仙子青睐于她 而她从来没有动过心 甚至都懒得看他们一眼 直到遇见了这个普通人的娘子 她第一次体会到心动的感觉 便无法自拔地爱上了她 她才知晓 这个女人将是她要守护勇士的爱人 之后的场景大家都不感兴趣 我就不再详细描述 大家好自为之 此刻在中州圣地急到先攻 一名神洁散人急冲冲地赶到如意大殿 禀报大长老 乌江王的命牌 碎裂了 如意子脸色巨变有些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 此时续空之中一道金光射来 正是乌江王陨落之前寄出的传信符 原来害她的是纪下学宫 那就等我急到先攻疯狂地报复吧 而她哪里知道 乌江王想要写的是 纪下学宫祖师令先尊下界 千万不要报仇 不过刚写完纪下学宫四个字 便死在了令天红的手中 如意子想到 乌江王乃是不朽皇朝的皇族 看来要先去那边皇朝一趟 而在另一边的天荡山脉 诸多大势力的年轻一辈出现在此 其中步伐远古部落后人 各圣地的真传弟子 还有几大皇朝的皇族 听说令先尊妃生前留下的宝藏 就隐匿在这座山脉之中 万年前她荡平多少神宗圣地 将他们的底蕴一扫而空 如今只要得到这些至宝 我们便能一飞冲天 却听到三叉几杂地之声 身披黄金铠甲的冷傲青年 表示宝藏是我的 你们谁也抢不走 美腿妹子不满到海天 你虽然很强 但我们也不弱呀 想要获得令先尊的宝藏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其余众人也随身附和你算老几 敢不把我们放在眼中 而凌云与白云 此刻正在赶来的路上 势必要守护好先祖的宝藏 眼前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变态 在老婆眼中 他是手无腹肌之力的男人 其实他乃是无敌九天的魔戒至尊 用过的厕纸都会遭到一众高手哄强 如今为了不打扰与娘子的平静生活 顺便磨练一下两个后背 令天红派两女前往燕荡山脉争夺宝藏 而妹子们的出现随即引起人群中的骚动 第一时间认出其中的学宫圣女白云 而且看样子两人胸怀大致明显有备而来 众人冷笑到你们来的又如何 难道能守住祖师令仙尊留下的宝藏 而白云他们也没想到消息这么快就包了 看样子他们在学宫里面安插了不少眼线 此时一个青纱少女款款走了出来 记下学宫的人都来了 此处有令仙尊的宝藏看来是千真万确 海王叫嚣白云你倒是有胆子来 就不怕白白丢了性命 而白云不再隐藏境界 我乃令仙尊传人为何不敢前来 倒是你们胆敢觊予我学宫祖师的宝藏 半步长生的威势让在场青年均位置一阵 一个蟒袍青年表示废话不要多说 我们先找寻先尊洞府随后各凭本事争夺 皇子说的不错 还有按照规矩只能我们年轻一辈争夺 其余人等不得插手 而白云心想这规矩甚好 以我和令妹妹的实力横扫全场不在话下 开启秘境需要达到神洁境界 不然他们也不会在凤京城待上两年不来寻找宝藏 随着白云将法力注入机关 一座古老的石门破土而出 沧桑深邃的气息迎面扑来 人们疯狂起来拼命挤入洞府 让两人一阵无语 随即也毫不犹豫地走进其中 府内广场上随意堆积着无数天才地宝 众人被面前的宝藏惊呆 这可是万年前令仙尊扫平多少势力而抢夺的抵御 随手一抓便是上街法宝与天街丹药 谁敢和我抢 不死不休 这些年轻强者瞬间失去理智大打出手 白姐姐 我们怎么办 是个瓜仙 跟我来 广场上的宝物不过是些开胃彩 那些真正的宝物 强大的仙气和仙瘦的精血藏在仙府内各个宫殿之中 当年的祖室可是真正的土豪 数不清他到底打劫了多少势力 其实整座仙府就是一件仙气 我们去核心之殿炼化仙气钥匙便等于使仙府认准 到时候这里的所有资源都将收入囊中 此时却发现众人尾随而来 海王大笑道白云你果然留有后手 想必这令牌便是控制整座仙府的钥匙了 而白云话不多说化作一道流光飞向令牌 却被海王幻化出汹涌的海浪拖住脚步 凌云祭出昆吾神剑一把劈断海浪 就在女帝与魔尊不分白天黑夜 努力探索生命起源之时 两个大妹子却在秘境嗨翻了天 扯为拳打南山靖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 刚刚在凌云掩护之下白云夺得仙府钥匙 忍不住率先出手的一鸣亮仔 瞬间在剧长之下扑了盖 帅气的身形飞过让众人大喊有危机 天尊山圣女不服地说道 白云不过才26岁 我就不信她如此厉害 雕虫小鸡也敢在我面前卖弄 牵手观音法向在白云身后显现 灭视般的长法让虚空都在震战 而嘴硬的姑娘再也硬不起来 直接喷出一口鲜血 想不通自己与白云同为圣母 可差距怎会如此之大 这时强大的海王也踏着海浪加入战场 白云你不要得意 让本王来会议会 来呀白云冷哼一声祭出法宝 汉天应 众人唏嘘到这不是乌江王的法器吗 怎会出现在白云手中 原来是令天红将此物送给白云 并表示太过于依赖仙气对你成长不利 偶尔也要用用这种垃圾东西 而这魔尊眼中的垃圾 却把海王的脸都要拍扁 我的天啊 海王都被一招击败 白云两年前不过神火境界 怎会成长到如此一天 此刻终于出现一个相对聪明的妹子 别一个个送人头 大家打团战 而白云与凌云心领神会也瞬间联手 古老殿堂瞬间被磅礴的法力淹没 白云化作三头六臂硬杠众为六哥 凌云也秀起刚刚买的嗨丝 把昆吾神剑催动到无穷之大 让对面靓仔怒吼到这特么什么玩意儿 手中大宝剑在其面前如同一根牙签 可凌云虽然逆天 但毕竟才刚刚度过风节 让空虚公子找到机会攻了拐 下一刻却被金光刺到睁不开眼 原来是凌云祭出了仙器太皇宗 这居然是万年前我宗太皇先尊的仙器 怎会在这丫头手中 而且居然还让仙器完全认住 想想竟被自己宗门的仙器打伤 这是何等屈辱 而这一幕也被太皇长老尽收眼底 这可是当年令仙尊抢走的正宗仙器 若是能为宗门收回 可谓洗刷了万年来的耻辱 白云警惕地望向他们 能不能要点脸 老一辈不得插手 可是已经定下的规矩 我们一言九鼎本不会违约 不过那丫头偷走我正宗仙器 老夫今日不光要讨回 还要将这贼女正杀 其余强者也找到出手理由 表示我们今天要替太皇宗主持公道 凌云气到胸前乱颤 无耻老贼 你们祖宗既不如人被我原祖斩杀 你们这些后辈却要倒打一耙 没想到你是令仙尊的后裔 那更该斩了你来洗刷我仙宗万年耻辱 一大把年纪活到狗身上 要抢便抢 哪来那么多废话 妹妹不要生气 我们一个一个揍 妹子从不知名处搜的一生 抽出一轴不知名的东西 竟让一众女修复身魔拜 直至浴火焚身 随着各宗长老不讲武德加入战场 两个妹子气到胸前此起彼伏 几百岁的年龄 你们活到狗身上了吗 姐姐口下留德 请不要侮辱狗狗 敢骂我们 今天你俩别想离开仙府 妹子怒到你们公然违背规矩 难道一点都不将我学宫放在眼里 一个老六率先出手 万年前的第一圣地 现在不过破砖浪漫一堆 就算不怕我学宫 你们总该怕我祖师令仙尊吧 万年前他可是横扫下界无敌的存在 少拿一个已经做古的名字吓唬人 有本事让他下界来打我们啊 妹子淡淡一笑 我虽然没本事请他下界 但把祖师的肖像请出来还是可以的 众人讥笑这学宫圣女是不是被吓傻了 一幅肖像便想镇压我们 而白云随即对着虚空一拜 令妹妹 请祖师画像登场吧 凌云傲娇的把手身向神圣庄严之处 必把抽出古老画卷 随即扬相虚空 看着画像老旧泛黄毫不起眼 众人讥笑 装继续装 倒是看看你俩怎么演下去 哪知下一秒画中身影居然迈出虚空 只见令天红身后悬浮着十轮烈日 无上威师让天帝都在站立 众老六顿时被吓到尿不识都要尿试 飞生万年的令仙尊怎会出现在此 而我们居然没有一点反抗之力 令天红淡淡的 刚刚谁说本尊是小偷 偷了那太皇宗 吓得太皇宗大长老一顿吱吱呜 最后鼓起勇气表示晚辈誓言 还请先尊饶命 看到祖师霸气的样子 两女直呼这也太酷辣 想那太皇天也配本尊偷她东西 想要什么本尊直接出手夺来变客 众人此刻能做的只有连生讨牢 可仍没能阻止令天红的怒火 连天尊圣女和紫衣古希 两具美好的肉体 都在烈火中灰飞烟灭 毕竟辣手催花 是魔尊最喜欢干的事情 白云见状叹道不愧是祖师 一丝神念便可镇压众生 白姐姐 我们快努力修炼 终有一天 也要达到元祖这样的高度 呵呵 妹妹说的对 等我炼化仙府要是再返回凤金 这些宝物都是我们的 妹妹你随便取来便是 此刻在仙府门外 武栋和学院长老姗姗来持 好强的威势 就是真仙的威力 没想到我俩来迟一步 虚然逃过一劫 还要傻宝藏啊 赶紧跑 在千里之外的凤金城中 木雕殿内 令天红说到中州那些老六 果然还不老实 万年前还是对他们太仁慈了 不过这些小孩子打闹 本尊真是懒得插手 好好陪娘子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女娲雕像之后 便要开始雕刻 三清 罗侯和杨柳 最后雕刻出盘古 本尊对于仙道的领悟便可大成 与此同时 中州却彻底大乱 派去南州抢夺宝藏的长老 和天才弟子 命牌居然同一时间碎裂 他们可是这些超级势力中 最重要的存在 随着这些人的陨落 各大宗门的怒火 必将燃向一个目标 便是令天红一手 创立的记下学宫 妹子结束一天的辛苦劳作 正准备舒舒服服泡个温泉 突然感知身后老六窥视目光 娘子的身材越来越好了 夫君刚刚学的搓背秘境 要不要试一下 讨厌 不许偷看人家 隔壁的白云两女 对小两口打闹 已经习以为常 口中默念道 没看见 没看见 却不知两人大闹秘境 已然引发中州大乱 各圣地天骄团灭的消息 不进而走 瞬间点燃中州 所有超级势力的怒火 并扬言要为弟子 向纪下学宫讨回公道 而此刻学宫后山古树之下 一名少年正在盘膝修炼 而他头顶居然浮现出 齐天大圣法乡 少年正是当年买下 令天红悟空木雕的那名志统 就在爷爷为他法骨洗髓之时 却碰到五家大娘 带人前来争夺家产 爷爷为保护五号 于搏斗中身负重伤 虽然爷孙侥幸脱离魔爪 可老人中因过重伤势撒手而去 万幸的是木雕中的盗蕴 吸引到下山游历的 记下学宫长老 见孩子不凡便将他收入门下 自此五号在众师姐照步下 踏上修仙之路 而一年前 他意外参透木雕中的盗蕴机缘 接触到其中无上大道法则 甚至长出了至尊仙 天赋可谓暴涨 猴哥 多谢你助我突破洞穴 就在这时空中乌云密布 恐怖威压直击记下学宫 甚至西河都受到感应 疑惑发生了什么事情 几个小虫子蹦的而已 娘子赶快洗 那还愣着干嘛 还不快回房间等人家 而恐怖意向令学宫中长老七七出关 这是有真仙前来讨伐 不知道白云那边的情况如何 而他们口中的白云 此刻正在愉快地玩耍 凌云也在一旁享受着甜淡时光 而随着威压愈发靠近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交出白云 献出宝藏 只见身高百丈的巨人 从云端献出真身 众人识出来人 居然是远古胜服的天尊 而另一边 虚空中无端出现滔天巨浪 必知御守从淹没巴荒的海浪伸出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他难道是 闭关万年的远古大能 天语真仙 女帝让夫君捎的 表示化个妆在完 让星级的老六一等就是半天 直到白云两女前来 也没见女帝踪影 而白云无比担忧 因为自己闯过 学宫会不会受到牵连 令天红则表示敌人已经去了 但一切尽在自己掌握之中 果不其然学宫 以齐聚前来讨伐的真仙 只见须碰无端出现一股滔天巨浪 并逐渐献出蓝发老者 正是狂浪先尊 因为孙子死于白云之手 今日记下学宫一个不留 即使几位长老记出全力抵抗 可又怎能敌过这真仙之怒 就在众人为学宫命运担忧之时 身后古老仙术却忽然动了起来 肖小之辈也敢来我学宫放肆 随即光芒四射展现出惊天威势 下一秒树干净化为巨龙轰相来者 狂浪先君按道不妙这老术不简单 可只能硬着头皮躲避攻击 最终被无数只藤栋穿身躯当场陨落 这也是仙术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展现恐怖实力 其余真仙无比惊恐 不愧是令仙尊种下的仙术 心中庆幸有狂浪老头替他们探论 学宫众人也被震撼 仙术老祖竟连针线都能轻易斩杀 而眼见仙术又要积攒大招中老六反应过来 下雨了要收衣服 我先闪了白白 眼见危险解除众人激动不已 一个个拜向仙术露出崇拜之色 万年来老奴无限想念仙尊 当初他赐予我生命 我也答应用医生来守护学宫 可如今老术受命将近之后 学宫在无人守护 为了学宫永世昌盛那边开始执行火种计划 传信白云让他不要回来 带着仙尊的宝藏藏起来 毕竟那是学宫重新崛起的希望 众人则表示请老祖放心我们这就去办 镜头回到神凤京城 想起祖师一道神念便可镇压众生 凌云好奇问到元祖您此刻到底何等境界 境界啊 大概就是无法无天 无拘无束 换句话说就是逍遥自在 天地规则不佳于身 这样啊 难怪祖师能够真身下界 来喝茶喝茶 那您已经算是强大到尽头了吧 不 本尊还差一步 若是能够先魔合一 才是超脱三界达到改天换地之力 你们好好修炼 搞不好以后也能达到这个境界 一句话让两女顿时雀跃露出向往之色 令天红突然想起来 说到把你们从仙府获得的万年仙参对我 我要去找娘子让她服用 究竟是什么让女帝如此感动 随后无比娇憨的囚夫君一个抱抱 有魔尊陪在身边 让她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 就连一起泡澡都是那样的美好 上集说到令天红让白云取出万年仙 身公娘子服用 妹子表示好呀 随即在不明之处掏啊掏 而老生却有点不太舍得出来 还插腰表示小姑娘 你那里压迫感太强了 狗贼令仙尊风应了老夫万年 今天终于重见光明 老夫赐你一场天大的造化 你要不要 就是做我的女婆 这边的小姑娘也和老夫有缘 那就一并收了 喝了老夫的洗澡水 你们便可青春永住 伺候老夫一辈走 两女瞬间无语 吃这个猥琐东西的洗澡水 就能青春永住 可谁下的去口啊 此刻却突然响起令天红的声音 刚才谁在骂我 万年前没有抹掉你的灵食 本尊有点后悔啊 一句话让老生吓到尿裤 随即化为人形 我的主人 人家好想你啊 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吗 血见令天红慢慢脱下鞋子 随后一鞋底呼了过去 狡猾的东西敢骂我 还敢调戏本尊传人 这些可都是死罪 随即一个响指 将老生的零食完全抹杀 如此就能骗娘子 这是一根普通的人生了 而家中西河如往常一样 温柔地迎接夫君归来 娘子啊 今天小店的生意不错 看一下为夫给你带什么回来 没错 这可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人生哦 而西河假装心疼 夫君买他干嘛 有这钱还不如给你置办两身衣服呢 为夫正好赶上店家打折 而且娘子吃了他会越来越漂亮 西河洋装生气 夫君这是嫌弃人家不好看了吗 虽然知晓夫君的心意 可看他窘迫的样子西河还是小小的得意 好啦 人家吃还不行吗 我要一直美美的 让夫君看个够 自己身为女皇什么都能吃到 可为了夫君好意 那就开心地吃给他看吧 随后一瞥却发现这哪里是普通人生 分明是一根背下了静置的万年仙身 不仅可以养颜 还能让自己大幅提升静静 我的傻夫君这是捡到大漏了 看来自己是沾了夫君逆天的运气啊 夫君把人家要抱抱 等我尽快恢复前世修为 要送夫君一颗百万年的仙身 让他立地成仙 行到深处二人又开启日常互动 坏蛋你要哪里呢 又欺负人家 娘子啊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想吗 剩下的大家不感兴趣 本人就不再详细多说 大家散了吧 女帝怀胎十年才生下后代 此刻却得知他们的父亲 竟是魔尊那个前世死亡 高傲的妹子又如何能接受这个残谱现实 上集说到令天红为西河采来万年仙身 一部分用来滋养龙貌 剩下的则用来突破境界 此刻在神凤城外皇家境地 仙身已被西河炼化转为浩瀚能量 虚空中火球留下方圆百里瞬间化为火 正是西河在强度第一劫之火劫 只见两条天龙直接将所有火焰吞噬 多亏了这根老身 助我轻松突破火劫 那就一鼓作气面对下一个雷劫 另一片虚无中献出一道道恐怖的劫雷 而西河不紧不拒 甚至利用天雷来催殿体 故而焦躯肉眼可见变得更为强悍 很快他便杠过雷劫脉入化神顶皆修为 先猜能量还够 那便前往下一关吧 而这第三关正是传说中的心境 说简单也简单 有人须于便能通 说难也难 有人纵使实力滔天依然跪在心境 而西河的心魔空间位于一处仙脑之上 只见他与夫君生下了一颜印 满脸巨是幸福之色 夫君啊 你说孩子们更像谁呢 却听冷冷的声音响起 当然是像本尊了 只见夫君竟散发着滔天魔气 西河女帝 好久不见了 西河万分震惊 你居然是魔尊 我最爱的夫君 怎么可能是杀死我的那个魔尊 妹子以歇斯底里问道你为何要骗我 却见夫君一脸冷漠 难道你没欺骗本尊吗 三界女帝 西河文言无力地贪婪下去 也对 我怎么能怪她呢 我不是也一直隐瞒着身份 三界女帝 你阻挡本尊称霸之路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而西河已然陷入绝望 你我夫妻二人难道真要不死不休吗 说完痛苦地看向这个曾经自己挚爱的人 可魔尊已然冷不到了极点 你我今日起恩断一举 不是你死 便是我亡 文言西河郊区摇摇欲坠 你好狠的心吗 曾经恩爱的画面于她脑海一一神仙 此时却聚在破碎之中 下一刻是天魔戟出现在魔尊手中 万年前先魔大战 本尊没能将你彻底斩杀流你转世纪武 今日便做个了结吧 女帝也缓缓举起手中神剑 正接下你的挑战 你我都不必手下留情 完了完了 女帝被魔尊打哭了 不同于往日房间里的枕头大战 这次两人真的杀到天地都要振斩 可西河却始终无法痛下狠手 对这个与自己互动万次的男人处处留情 因此也一直处于下风 魔尊冷漠地表示这么快就不行了吗 这可不像那个傲视九天的三界女帝啊 而看到西河依然没有使出全力 魔尊变得气急败坏 和你生下两个孽种 简直是本尊万年来最大的耻辱 说完手中是添魔戟化为一道黑芒 瞬间轰向摇篮中的婴儿 不 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西河不顾一切地挡在摇篮面前 正所谓为母则刚 魔尊连孩子都不放过的行为彻底激怒西河 只见他寄出光照护住摇篮 下一秒周身气息变得极为恐怖 连我们的儿女都想杀 朕绝不会饶过你 说完便在原地消失 手中递剑化为无敌天龙 向着魔尊轰杀而去 哪知男人却露出解脱般的笑容 让西河为之一愣 只见魔尊呆呆站立任由剑盲洞穿自己身躯 随即周身魔气退散 恢复成为人类模样 西河一脸茫然随后变得歇斯底里 抱住他痛苦地问道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抵挡 抚摸着娘子银白的脸颊 令天红轻轻说道只有杀了我 才能让娘子破解心中魔杖 故而超脱三界 因此我不得不出此下策 不管娘子事和身份都是我一生之爱 如果能够转世成功 你我夫妻再续前缘 夫君死在怀中让西河痛彻心扉 直到现在 他才知晓夫君对自己的爱是多么无私 而自己竟然怀疑他对自己的感情 夫君啊 无论千年万载 我都要找到你的转世之身 否则自己永世不要超脱 只为在红尘之中等军归来 此刻虽然已退出新杰 但西河心中的波澜久久无法平息 我刚当居然亲手杀死自己最爱之人 幸亏这只是新杰幻景 可这新杰真是太可怕 把一个人心中最大的恐惧化为实境 竟把夫君变成了我的死敌魔尊 不过夫君一介凡人怎会是魔尊 况且那个狂妄自大的家伙 怎么可能会爱上一个普通的女人呢 不过是新杰作损 自己吓自己罢了 不过这速度真的好快啊 自己只差一步便可问到长生 不行啊 人家突然好生想念夫君 赶紧洗干净擦香香 好好抱抱夫君 我可不想让夫君离开我 快点便强好让夫君随我一同飞升 女帝如小兔一般已在魔尊怀中 却因吃得太胖压断她三根肋骨 由于方才的心结太过真实 西河还没能从杀死夫君的阴影中走出来 令天红则是一头雾水 难道娘子今天吃错药了 怎么搞得好像刚刚经历了生死离别一样 随即轻抚西河光华的预备 娘子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今天特别想念夫君 西河俏脸威红夫君怎么可能会是魔尊 在自己心里 那个混账东西给夫君提鞋都不配 夫君答应我 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离开人家 随后令天红第一次见到娘子如此主动 家人的盛情自己又怎能不卖力配合 可万万想不到女帝又被别的男人盯上 武王府内今日可谓热闹非凡 正是家中的武动少爷此刻赶了回来 府内众人据是毕恭毕敬之色 因为少爷二十几岁便已度过风节 神节四重镜的武王见到孙子也是十分高兴 刚刚拜见完从小溺爱他的父母 外公羽王听闻消息也赶来府内 我的好外孙终于回来了 走走走 让我们为你接风洗尘 便袭中武动表示听说神奉女皇已经步入神节 还将那神节二重的英九散人给斩杀了 武王表示没错 孙子你自小在上古书院修行自食出类拔萃 但这神奉女皇身处平吉南州 也能达到此等境界实为恐怖了 羽王在一旁问到外孙忽然提及女皇莫非有何想法 武王正色道虽说皇室示威 但作为臣子可不能对女皇不利 武动尴尬一笑随即说出真实想法 我与他年龄相仿又具为天纵奇才 不如有爷爷与外公联手为我向女皇提亲 以自己真传弟子身份 他神奉女皇也算是高盘 武王大笑随即一口音乐 那羽王兄弟咱俩明日便去向女皇提亲 而此刻在令宅后院 一对男女又再甜蜜地腻在一起 正是令天红夫妻偷偷练习狼情惬意见法 随着春风拂过他们可谓心意无限交融 两人据事无比珍惜这平凡却又幸福的凡人世光 随着难度增加两人幅度也逐渐增大 只听喀巴一声 老六居然闪了老妖让西和一阵交呼夫君怎么了 随即无比心痛地问道是不是昨晚活动太过频繁 要不这阵子好好谢一谢 只听老六坚强地表示不要 夫君我还能 行 想不到堂堂女帝竟如此好学 让作为魔尊的夫君都暗倒不妙 女帝发烫的脸颊 娘子今天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今天特别地想念夫君 心中愤愤到我家相公才不是那个混沌魔主 没错 他提携都不配 想完又筐吃一口咬住了月饼 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脸上现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这一幕下的令天红冷汗直流 可家人的盛情自己又怎能拒绝 夫君呢 今后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许离开人家 记住了吗 放心吧娘子 为夫一定不会离开你的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直到海枯石烂 次日艳阳高照的皇宫之中 两个老头果然带领一众强者出现 守卫见状不敢耽搁 两位王爷大驾快去通传 不过这两个王府藏得够深 居然随行都能带着三个神节强者 而羽王在脸中暗道这神凤女皇颇为刚烈 好在我这边有邪神大人庇佑 五王一家也有上古书院作为靠山 想必他知晓我两家实力必会乖乖顺从 片刻天策以前来向女帝禀报 西河十分欣慰这妹子经自己指点 以迈入神火境界 可这四大异性王多年未曾上朝 怎么突然就来见阵了 妹子表示并不清楚 他们前来根本未曾提前通传 而下一刻西河秀眉微醋 感知出他们居然还带了一堆神节强者 随即冷哼一声 没想到他们隐藏的实力如此强大 那就传他们进来 天策灵旨随即攻身一拜 陛下有旨 宣两位王爷进攻面圣 而看到两名不速之客攻身行礼 西河淡淡说道免礼 次座 两位倾家前来见朕所谓何事呢 五王心直口快沉的孙子 从上古书院回归 今日特带他来面见陛下 而武动态度高傲丝毫不知礼数 顿时让西河心生厌恶之情 可瞥见其额头天生三目 让他有一些熟悉的感觉 难道其是上界仙人转世吗 随后五王开口到 我动而不到三十便已度过风节 乃是中州上古书院高徒 更是天生神童 陈等觉得其与陛下能成良配 今日特来提亲 哪只话没说完便被西河拒绝 朕没有取亲打算倾家不必费心 瞬间让两个异性王爷啪啪打脸 又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玩意 简直吃心妄想 这世间除了夫君谁能配得上阵 而羽王脸色逐渐阴冷 神奉王朝经历动乱元气大伤 而我动而乃上古书院第一真传 且由我两家背景加持 陛下你 难道看不清形势吗